说回,天的意识已如上述,以下是他向人表达的方法。 以行与世表达,论语扬或偏,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孟子万章篇,天下言,以行与世世之而已。 由明表达,孟子万章篇,泰式曰,天是自我明示,天听自我明听。 天,得意识及其表达方法记名,那么人又该怎样对天呢? 自在据经文简述如下,知天,中庸第二十章,思修身,不可一步视清, 思事清,不可一步视天。 地念九章,执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 孟子静心篇,静其心者,知其信。 也,知其信则知天矣。 所谓知天,指知天之意是即表达方法而言。 则天,论语泰国篇,微微乎,为天为大,为遥则知,所谓则天,指于知。 天之后,效法其道,得,忍,则,成而言。 顺天,孟子离楼篇,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所谓顺天,指顺天之逆。 树,路而言。 宜顺家言。 做事不可亏人,亏人就是亏天。 做事不可欺人,欺人就是欺天。 做事不可疑人,疑人就是疑天。 天就不保佑你。 修道方针。 曾经常。 一,前言。 一年的开始,要有生气。 一般的开始,要有道气。 法是为皆宜众生而需要。 法非束缚众生而困扰。 修道不在文字上表面的定义。 修道是在文字下理念的用意。 二目首旋,心理默念,首报合同。 修道非不顾一切的在二目首旋。 修道非我所听见的在心里默念。 修道更非没有作为的在首报合同。 二,南极先锋只是学问之道。 南极先锋,学问不在文字上的采扬。 学问是在文字内的真章。 学问不在口头上的提唱。 学问是在行动上的标榜。 若修道没有确切的方针与目标, 谈道是枉费,听道也枉然哪。 难得走上白羊修行路, 岂容渐行渐远, 越修越偏哪。 三,师尊开示重视因缘而修。 师尊,说道因缘, 是美式修来的机遇, 是仪式修成的根基。 徒儿都有往。 师尊,徒儿一定要承认自己的根基, 方不会质疑, 徒儿一定要确认自己的姻缘。 方不会可惜, 徒儿一定要违认自己的使命, 方不会废弃, 徒儿一定要只认自己。 的经线,方不会偏移。 师尊,徒儿别再忽视根基, 而爱修不修, 徒儿别再错过机遇, 而不得好修哪。 徒儿更莫白莫根基, 而只言自修, 多少徒儿一遇到考验, 就是会说在家自修, 多。 少的徒儿俗事一忙, 就说没时间修。 师尊,为何不能改其性? 因为在心上未能生根, 为何念头不能转? 因为没有行。 公立得。 修道三不离, 不离佛堂, 不离经典, 不离善知识。 四, 不弃情, 不弃理, 不弃法。 不弃情, 用智情来感化自己的痴迷。 私情, 性情欲。 痴迷于浅财, 美丑, 爱情, 耳语, 名利, 地位, 感情, 喜, 怒, 哀, 乐, 爱。 二, 以及欲知七情中, 被夜时所困。 因私情而痴迷, 终日只为自己的名誉, 地。 为财力打算, 不择手段赢取, 心中只有自己, 而无他人的自私自利者。 至情, 真爱, 博爱, 大觉有情不限而遇, 不分关系, 真爱中有无限的关怀, 宽, 数, 体谅, 包容。 真爱是不受时空的阻隔, 付出是不因岁月而耽搁, 关怀是源源不断的动力, 宽宽室一种穷的快乐, 至情是至高的境界, 如深海, 如高空, 没有波浪, 没有气象。 不气力, 用智力来教化自己的无知, 泪洁的无明, 行时造成无理, 理有粗细为玄妙, 在日常中要有玄妙的道理来, 指引众生, 众生已被私情, 私欲蒙蔽到无的状态, 我知我见, 因此学智力已达不顾, 的精神, 求学浅入身, 问学金贵神, 文学通想象, 道学达天真, 佛菩萨, 人人皆具如来佛性成佛, 要知人生, 生死大事, 无偿迅速, 超越生死, 才能跳脱无明, 无知, 已达真, 知, 真见, 修行不分白昼与夜晚, 体悟是不受环境的牵制, 展开了脚步, 积极冲过坎坷, 心里才有主张自鞭策, 不弃法, 用智法来度化自己的顽固, 顽固诚信, 唯有以为道的使命感来度化顽固, 当度化别人名比时, 如度人度, 几番内心会体悟真道、 真理而化解顽固的观念, 传承是天使具有的使命, 既是世天使肩负的重责, 明天的奇迹, 是靠今天去, 建设, 平凡人生有光彩, 更显赫, 所谓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方针为师弟, 功夫个人凭, 五, 师尊开示修道要放下我执, 师尊, 有徒儿我执我见, 觉得不可能修成, 而不曾动手, 有徒儿努力过, 觉得, 难中徒放弃, 多少徒儿听道为师喊听才听, 师尊, 当徒儿无名起的时候, 总是忘记修, 当徒儿固执的时候, 总是没耐性修, 当徒儿有心想修成的时候, 就有可能修, 上天要的是徒儿一颗真正修道之心, 无论成果不够圆不够圆满至少徒儿已经迫切的想修成圆满了, 六, 修道重要有三, 重经县, 重真理, 重礼节, 修道课不止次一次, 是分分秒秒不断修, 尽力修, 今日徒儿脾气好, 不代表, 徒儿修养, 二六时中徒儿都没毛病, 才算有修, 故而有不断做不断修, 修道要愿修愿无我, 悟要愿修愿忘我, 修道要愿修愿真我, 悟要愿修愿自我, 师尊, 末后时期, 乱象四起, 是虚名虚立以诱了徒儿, 还是徒儿自己妄念贪图, 是假祖假师迷惑了徒儿, 还是徒儿自己理念无徒, 七, 结语, 师尊, 在趁机毁欲力衰不乐, 不足以左右徒儿, 只要徒儿能够把持得住, 师尊,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就是以安抚徒儿, 只要徒儿不乱本出, 师尊, 好比徒儿手上知白纸, 或此时此刻, 已让徒徒儿糟蹋得不成样, 但这是, 修的过程, 只要徒儿有心修, 中会圆的, 说道修道, 时修时不修, 这其不辜负因缘, 机遇, 还有根基, 继续修, 非是此刻修而已, 是要此事修, 是要此事修那, 恭祝各位浅浅法系充满道路红斩, 天道五箭, 礼仪章, 一, 前言, 一贯道刚合法化后的修道是对于天道有些各种不正常的偏见与看法, 以智产, 深消极, 变质, 背道等态度, 而在十字路口徘徊犹律不前, 这将影响个人的修为, 与天道的虔诚而得不到好的结果, 我们对天道唯有如下的五种认定才能顺利尽, 道, 二, 普渡, 时期成熟由丹传而也成普渡, 万里来龙到此结穴, 六万年来至今普渡收缘, 习时求道是先修而后的在清阳旗是由君王之丹传, 演变道红阳旗师儒之得道, 仍然是丹传独得, 可是净化器金白阳旗, 因迷途高阳不实反途, 老娘大发慈悲, 将道降在火宅, 与准无凡人不必出家可在家修道, 并可先的后修, 可说千在南, 风的好机会, 而且只要有成心求道之庶民, 仍然可先的而后修, 可说于事修, 事成真事, 千古良机由此普渡众生就出九六生灵重回老娘的怀抱, 使能完成老娘的, 宏远, 不是普渡, 咱们世俗反复无缘得道, 此因众是之, 刚才说过习时道将在君胜或师儒, 而今时事变迁, 道挪其将, 人心不古, 名, 不聊生, 因为老娘慈悲大开古渡之大门, 将道将在树民, 咱们世俗反复才能先, 得而后修, 否则咱们贺得何能呢? 万万不可能有此机会这么简单就得到, 而在家, 夫妇同修, 子女同堂, 有志一同共修, 此点希望我们大家千万要能够珍惜并重视, 知, 特别提出共勉知, 普渡既是天意, 顺天则存, 逆天则亡, 凡们应为普渡而努力, 时运转至三期末节, 大难临头, 老娘慈悲不甘众生受苦, 众生是被物欲锁, 迷惑的远佛子, 期望将来重返旅天极乐世界享受神仙的安逸生活, 俗云, 顺天, 则存, 逆天则亡, 我们既然万幸得到必须按愿闻去修道, 道清个人是农工商个, 尽其职, 为国为民服务以尽国民之责任外, 我们道清应多费心词, 度人伴道, 行, 功利得, 为天道尽力并全力以赴, 普度人必重, 欲成上果位, 三六四八列宝, 须多独立, 此次三期末节三朝, 人, 鬼, 先, 得道者必人多是重, 距云有三六四八果位, 凡我道清必须任理归真, 潜心度人, 伴道, 行功利得, 以虔诚之心菩萨般的苦, 行, 为天道之心望尽心尽力奋斗, 使有俗语, 出头天一日而获得佛宝提名, 三, 真传, 深信三宝是一贯真传的延续, 三宝之外无别传, 三宝是求道时有点传师所传授, 得此真传后将来百岁年老, 身体不会将硬软, 如眠, 而如安详熟税一般, 后学曾经在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道清的自传拜月过, 原先也未如智信, 之后后学五清归空时意印证如释, 使得之并证实三宝之宝贵令, 笃信之, 年宇清一和圣唐城前人春来印印证如释, 并供果圆满住风味一首大仙, 清阳旗的口诀是无量寿佛, 弘阳旗的口诀是难如阿弥陀佛, 一贯道的口, 绝因印三草普度时运, 天机不可露现, 仅可在求道时于佛堂内有点传师亲自传授, 外,不可传给第三人, 口诀与合同也曾听到皇讲师提起家里王太太之旧错音护火, 灾,王太太亦曾经使用口诀与合同得到印念, 所以此三宝之宝贵由此可知, 可让道清宝平安, 故无需别传, 前程授持, 学而实习之, 君子而实忠, 既然生性真传就要前程授持, 而笃信之, 并按修道之方法, 时时刻刻去学, 所谓学无止境, 我们修道是要学的地方很多, 不管礼节, 四书五经等修道经测, 行道方法以及半道等, 务必前行学习, 还要时常复习, 不论何时只要有空就不断, 学习俗语于活到老, 学到老, 近来也有人提倡学到老, 活到老, 愿, 来世说活到老也要学习, 而近来因知识爆发时代, 俗世和道物一样要学的太多, 所, 已有人提倡从年少时就要一直学到老不间断, 并如论语于温护儿之心, 可以, 为师语, 对道学如有深度研究不但可充认讲师, 可待天宣化, 半道, 度人, 将道传至全世界, 由有相帆若进入无相帆若, 而达远荣无爱之境, 无门若认真虔诚修实时, 约久必会感动天, 从有形的智慧进入无相的智慧, 其中就因虔诚像佛的念头与日俱增, 是靠其念力, 心理作用产生实现的力量, 资将念力的奥妙介绍如下, 后学小时后读过一本日本小说名为《铁甲面》, 以 忘记是苏联或法国的革命时期故事, 当预证官员为印证心理作用的试验, 据说有一位政治犯被判定死刑, 预官久, 将该死穷的眼睛以布遮盖坐于椅子上, 利用刀背在其手腕割一刀然后口述假状, 即拿一个脸盆放于手下, 利用茶粉水滴, 告诉死求你的血液开始慢慢流, 经一段, 时间后, 使其水滴放慢并告诉他血流快要流进, 最后告诉他血流进了, 于是无水, 低身因此该死求也就信以为真就这样死了, 另有实力奉告, 后学民国五十几年载, 公路局嘉义保养厂服务, 有一天由高雄开回嘉义的直达车在南静附近, 因车货被撞击灭火机, 其调水噴到司机的头侧面, 他以为被卡车撞坏车身, 其本人也受伤, 用手摸到灭火机药水, 以为流血而昏过去不知人事, 之后才醒, 此二个粒子均可, 证明念力之力量确实惊人, 无门道倾若能够在跪拜时, 想象各菩萨的慈祥尊荣极, 其修行过程, 量必日久必能获得向佛的境遇, 而日后一切如愿修办到君顺利无阻, 爱而获得心想事成的圆满结果。 4. 天命 深信典传师的天命是师尊师母的天知明明的分支, 无人求道时已经天堂挂号的辅除名, 如认真努力修道必可求得圣果, 所以道, 知宝贵可由中庸之道也者, 不可须于离也, 可离者非道也, 又闻语中恐夫, 子义以免道于, 朝闻道, 细死可疑, 等圣言, 由此可知道之宝贵至极, 老子, 于, 道是天地之傲, 万物之宝, 老子内经, 在世间有机关或公司, 企业的伦理, 在天道义同样有伦理存在, 即下级单位座, 势必得上级单位的授权, 命, 后方可如令执行, 下级单位即等于其单位的分支机, 够, 因此点传师当然要有师尊师母的授命, 使可谓求道者点道, 师尊师母义当然, 要有老娘的旨意使有天地, 由此一经建议供典传师点道以及指导道亲任真修, 道将来使能依供果返回西方故家乡, 师者所以传道寿业节或也, 典传师头载天地, 身兼师力责任何等重大, 为治何等尊高, 师者及现代人所称的老师, 老师当然是为学生受业解惑, 而典传师成蒙上天, 老娘指令又兼老师的使命, 其责任何等重大, 俗语,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由此可知点传师的责任与为治事何等重大与尊高了, 为命不于常, 道善则得之, 不善则施之, 天命是不在平常的世间, 为灵有天命的修道是, 使能成蒙上天赐给的能力合办, 道实命, 所以认真修道, 办道, 行功利得之前前大德, 使能领天命, 待天宣化替天, 行道, 如灵有天命而违反佛规, 不能如上述而认真努力执行己任者, 必施其天命, 也, 典传师自为天命, 负起职责, 后学敬畏天命, 为命侍从, 典传师因天赐伟大又神圣的重任, 以待天宣化替天行道, 当然要负起光荣又, 伟大的职责来修半道, 并指导后学修道, 教化后学如何修半道, 及行功利得, 所以, 后学当然要敬畏天命, 为命侍从, 借以认真修半道, 并行功利得, 使归空后能获得, 好又高的果位, 以利将来可过快乐逍遥的极乐世界的生活, 五, 道学, 不是迷信, 不能徒有宗教仪式, 虽然也讲求神人合一, 却不全赖神力, 天道之宗旨, 在如尽天地, 理神迷, 爱国忠士, 敦厚崇礼, 孝父母, 众师, 孙, 信朋友, 目相邻, 改恶向善, 即世界位大同, 所以一贯道的道, 亲并非靠神, 力来修道, 如宗旨一般来修半道, 行功利得, 即如古时候的菩萨一般靠行功利得, 来苦修而得果位, 我们到清除行功利得外, 也注重贵拜礼仪的时心忏悔来修行, 以利修身养性, 促进提早明心见性, 是靠自我修行并非靠神灵保佑来修道保平安, 也将食物灾结已尽其性, 却需广产道学已导其心, 时值三期末节, 各种灾难在所难免, 由其个人的冤孽, 更是难免, 所以要多, 多行功利得去解冤消灭, 故广为伴道倡导道学, 让道亲有所依循一利, 指导其修, 行, 注重经书的研究与讲述, 却不是咬文嚼字的文字般若, 道学是深不可测的, 要下功夫去研究时能领悟, 应从四书五经的古文着手言, 就才能深入各种教别的诗经去研究, 并不要依原文养文嚼字去学习, 必须寻师, 以先天解为主来学习之, 如此使能获得天道之奥妙与认识, 并赌信道之宝贵, 对, 修道之重义非常大, 并应以真传而解开五教圣经, 从而穷领置之以读心, 五教的宗旨简述如下, 佛教明心见性, 万法归一, 道教修心练性, 抱怨手意, 如教存心养性, 执中冠一, 耶教洗心一味, 莫道亲衣, 回教兼心定性, 清真百一, 各教君以一名位本源, 以心性位入手, 自是由一名而化位三教, 一贯天道则, 以三教合一, 采其精英, 弃其遭破, 使之反本还原, 行如门之礼意, 用道教之功, 夫, 守佛教之规鉴, 以其超生恶死, 超脱轮回, 以正功果, 并采孔子无道意义, 贯之之意, 五, 教民虽不相同而终归一也, 其各宗教学说所以不同, 乃是因为地方不同, 人种不同, 天时不同故也, 但其道却是一样的, 其实各宗教则皆教人改恶向善而, 义, 所以穷究其原理, 明白其聪明的智慧后, 就认真努力去修行可业, 六, 忧患, 不是求佛必诱, 平安天福寿, 一贯道的宗旨如前节所述, 求道并非求佛必诱, 平安天福寿的, 调如洗食图, 萨的苦修一样, 要靠自己的修行行功利得来解冤消灭, 精贵拜磨练自信, 如三字, 精于欲不拙, 不成器, 仍不学, 不知意, 所以要靠苦修才能修心两性, 以及, 明心见性后使可获得果位返回顾家乡, 是解冤消灭, 断除生死轮回应, 前曾说过, 一贯道亲事靠自己的修行, 跪拜以磨练自信斋戒, 反省忏悔, 轻, 静自信极行功利得化解因果业力来感动天期望解冤消灭, 就可断除生死轮回因果, 早日回到灵性的真我本来面目, 因为到清求道时, 点传师就告知已经天堂挂号, 地府除名, 所以如果认真努力修办道以及行功利得, 除解冤消灭外, 也可以, 断除生死轮回应, 从此可免轮回而返极乐世界或快乐逍遥的神仙生活, 故应切磋琢磨, 学佛苦修行, 不论什么学问或问题的产生, 必须经与研究讨论互相切磋, 使能找出最好, 最适当、最理想的及最快的解决方法, 学道修道也一样, 俗云, 欲不浊, 不成, 气, 学佛更是要下决心依天道宗旨及佛规, 认真努力修持, 施云, 如切如挫折, 道学也, 如浊如魔者, 自修也, 一贯道清正需要如此切磋琢磨, 学诸佛苦修行, 是有反顾家乡的一天, 居子顾穷, 素其位而行, 不愿乎其外, 居子虽困穷只求以现在的职务而行事, 其职务范围外的事不贪慕, 无闷以管, 道清义应该效法古人, 认真修饭道, 只问根允不问收获, 只求能够尽力当一个义, 贯道前程的道清静力修饭道, 并行功利得以尽职责, 其余非修饭道之杂事不要管, 只能专心苦修行以立体早明星见性, 还我本来念慕求上帝慈悲能够脱离生死苦, 海。 七, 节语, 以上所讨论的天道五件, 是我们修道士必须切实去认识, 深入了解, 彻底识, 行, 以待天宣化, 替天行道之重要项目, 因三期末节应时运道降火宅, 使咱们是俗凡夫可获得一世修, 一世成的千五良机, 因此咱们到清应该多行功利得病, 请于参加开班, 除可研究到学外, 可及跪拜之机会来时心忏悔, 以修心两性移增, 加灵光促进明星渐性之早日来到, 希望有缘到清能够在明天再相会的一天, 物为善小而不作, 礼仪章, 桃园明圣经于, 物为善小而不作, 物为恶小而可行, 人生于世必受因, 果业力相缠, 而且业力总是会抢先一步, 当愿力没有时, 业力就会献钱, 业力虽, 可怕, 但有愿力可抵, 因为法力难抵业力, 当我们发无上的愿力, 冤在世可以抵, 消的, 有了愿力则业力就难抵愿力, 俗语, 人有善愿天必从之, 人有善念天必有之, 善恶在一念之间, 我们, 要在二六时中皆存善念于心中, 物存恶念, 以免善念被击退, 并且善事不论大小, 只要显现于眼前, 就不要犹豫力即去做, 而且不要存有图报之心, 桃园明圣经语, 无极众圣, 不可思议功德, 礼天神圣都如此, 何况无费众生, 更不可以, 行善而存有图报之心, 否则其功德不容易生效, 使外功尽弃成道无望, 虽然善效, 可积少成多, 积杀亦可成塔, 行善或行恶, 神明未予累计存当不可忽视, 有位亲口道亲, 生有二男一女, 长男服务于公奖机关, 女儿服务私人公司, 那子则每日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甚至与女友委婚不听劝告, 使他父亲颇已为难, 是他找一份工作做, 跑成家立业, 但至之父里游荡了好几年, 笔者得稀后, 简, 亦那未到亲代子行善事, 即以其子名义注印善书流传, 每其注印一百本, 虽然想善事, 但两年下来其行动逐渐有所改善, 半年前告诉他们子替他找一份工作, 他终于答应了, 最近听说已就职正常上班, 规规矩矩从事交通界工作, 由此小故事可证明我们俗话所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我们时常要有善念保存于心中, 就不会从心中闪出恶意而行, 因为无论在明暗处或日夜, 皆有神明在监视我们, 如桃源明圣经云, 修道天高无耳目, 亏心暗示有游神, 亦如俗语, 举头三尺有神明, 所以行恶欲人不知, 除非己莫位, 其实这都是自己自信中所留存之记录, 是无法抹灭的, 有如录音带一般清晰有事留存, 桃源明圣经云, 天网恢恢分屈直, 神灵赫赫定亏盈, 行善行恶诸神了如, 指证, 是无法逃出神灵之慧眼的, 无争辩之余地, 但愿我们白羊同修, 以日行义, 善为恶, 并遵奉桃源明圣经所欲, 勿为善想而不作, 勿为恶想而可行, 又云, 回头诸恶莫作, 免大众善奉行, 则有朝一日成道有望眼, 人生哲学, 创造心中的净土, 神素美, 一,前言, 六祖曰, 一切众生自闭光明摊, 爱沉静, 外缘内饶甘寿驱迟, 佛语, 三有众生诸受用, 常被三谷火逼烧, 无徒引诱去杀处, 应断贪等修菩提, 二, 心中要有太阳, 法华经, 诸苦所应, 贪欲未本, 老子曰, 罪莫大于可欲, 或莫大于不知足, 就莫大于欲的, 不知足之足常足, 评者说, 家妻生的丑, 甘时百步走, 心地常快乐, 睡觉风雨头, 负者说, 穷人多壮汉, 富人抱要, 万无门会开和尚, 春有百花, 秋有月, 下有凉风, 东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诗尊曰, 身外无佛也, 心外法难寻, 回光返照者, 当体如来尊, 中庸, 或安而行之, 或利而行之, 或勉强而行之, 及其成功, 一也, 三, 放下即是净土, 古人云, 不以物喜, 不以物悲, 菜根坛, 放得功名富贵之心下, 便可托凡, 放得道德仁义之心下, 才可入圣, 孟子曰, 今有无名之指, 屈而不信, 非极痛害是也, 如有信之者, 则不远情除之路, 未止之不若人也, 止不若人则知恶之, 心不若人则不知恶之, 死之未不知泪也, 名利小事人人好, 生死大事无人房, 如梭云, 人生而自由, 却无时不在智库中, 济公国佛约, 保持清静的道心, 要从心地下功夫, 世俗源不可攀的太多, 人情到不要走的, 太久, 要常保我们的道情, 修行才没阻碍, 四, 结论, 清静心智如是万经, 般若法藏病在身心, 义和圣堂活动概况, 编辑部, 一,活动预告, 月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日人才在教育, 欣赏, 月日读经参访, 月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日夏季班, 二,活动概况, 年月日举办英文三宝班, 年月日举办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年月日举办年终回货班, 台北地区, 年月日日日年寒假大专高专成掌营, 二天二夜, 年月日慈岁, 年月日举办新春团拜, 年月日举办新春志向班, 神圆山, 编后雨, 编辑部, 从东北来台开荒的新一组, 主要测原地位台南, 而日后祈祷勿如雨后春巡班, 遍布台湾各地, 则归功于哈尔滨的领导人, 如秋洪如, 圣考冰的临行前特别叮嘱, 出外办到手应学习适应当地环境的条件与能力, 而最重要的是不可分支别派, 形成门户观念, 在萨六七年宝光祖苏秀兰前人及基础祖顾祥林先生与新一组也互相合作, 兼值得一提, 在年至年间和老前人回大陆期间, 孙正阳前人夫妇捷径所能扩展, 道路, 遍布全省功不可没, 有关佛规径礼节, 沿用古代中国的周公大礼, 绝对不擅自删减或草率敷衍, 据说日后中研院的研究员宋光宇先生撰写天道都审时, 张文运道常介绍他道本, 省各地参观的佛堂道台, 皆属心意单位, 礼节仪式都中规中举, 丝毫不尽, 因此台湾各界都肯定一贯到崭新而严正的微微形象, 提起在各地方对道路推有贡献者, 最初有成前人, 吴令点传师及礼星八点传, 师等三人, 其后五人, 篇幅有限不列明, 在地方贡献良多, 有了其努力使有今日, 义和圣堂知成果, 最后孙前人既与道清调精神团结, 可是年九世道约为, 人心复古, 尤其适合, 法后成立一贯到总会后, 我们心意组员有单位, 而今四分五列, 有联系单位寥寥, 无济, 真是可悲可泣, 怎向在天之灵的和老前人交代, 一贯道推动独经会, 经已遍布全球, 早在台北举办万人独经会考及考状元, 经典是古圣先贤留下的不朽著作, 犹如日月运合著普照黑暗大地的光芒, 指引着, 后人走向正确光明的大道, 如能截取经典的智慧经验加以应用, 则能在人身无海, 中岸部就班成就个人的工业, 其有实力可需, 数年前有一位大学联考的帮手, 是其父从小是他被经有成而获得荣誉, 如人人如此贡献于社会就可借以促进大同, 世界弥勒家园亦可早日实现, 以真传而解开五交的宗旨位, 佛教明心见性, 万法归一, 道教修心恋性, 抱怨守一, 如教存心两性, 执中患一夜教洗心一味, 莫道清一, 回教, 奸心定性, 清真反一, 五教明虽不同而终归一也, 其学说所以不同, 乃是因人心, 地方天时之不同而有所区别, 但其道是一样的, 然而中华道统, 由清良奇, 红良奇至白良奇, 道观古经天降大道与火宅, 使树民可在家夫妇同修子女同堂, 先得后修, 而经道传至全世界, 大同世界指日可待也, 而且可一世修, 一世, 成功果圆满, 则百香变更静于, 天有向天, 弃天, 无极天, 人类是生活于向天, 有人基本生存必要的空气, 水, 食物等, 否则人不可活, 此外也是动植物生存的空间, 人类知天是指宇宙主, 宰, 亦是自然现象, 主宰的天, 要求人们效法天, 顺从天, 以求天人何一位最高, 理想, 俗语, 人不遵循甲子, 则天不照天理, 又云, 顺天者存, 逆天者亡, 由此可见人类与天力不可分, 三期末节的修道方针, 医师尊慈是, 只要我们能够把持得住, 再撑机毁欲力, 衰苦乐中, 不能左右我们修道, 只要不乱本出, 依巴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未经, 处修半道, 则有功果圆满的一天, 十指白阳三期末节到降火宅, 庶民人人可先的而后修, 是农工商各尽其之外, 可参与修半道, 行功利得, 并善用三宝真传, 内宫外王兼修, 朝礼天迈尽, 子曰朝文道, 细死可疑, 可见道之宝贵, 我们求道是寿明师, 典传师, 意志, 就可先的而后修, 典传师是成师尊师母天命之分之来传道, 让庶民得以修半道, 忠庸于道也者, 不可虚于离也, 可离者非道也, 因此无人修道要日常生活, 终尽情已成道化家庭, 有其经线之传承, 即可依功果返回理天命, 我们修道不但修身养性, 也要清净社会, 以促进大同世界, 所以道学之研究, 也是必修课目, 以利修半道能全力以赴, 修道不是求佛庇佑, 平安天福寿, 而是不断学习佛菩萨的行功利得来解冤消灭, 断除生死轮回, 所以要多参翻时心惨, 会促进早日明新建信使能一世修, 一世成返回极乐世界里天, 现社会科学发达物质丰富, 凡人欲享受奢侈的人生, 是修道一大障碍, 白养, 修事要清心寡欲知足常乐, 保持清净的道心, 清清好修行, 一切放下即是净土, 俗语云, 举头三尺有神秘, 行善行恶可瞒过自己或他人, 但瞒不过神秘, 得慧眼, 所以各宗教在劝人行善, 可是事丰日下, 人心复古形成乱世, 我们无管, 弟子时常开班讲道, 后来居上, 行善人与日俱增, 我们行善物为善小而不作, 祝印善小虽然不足道, 但总是善事一桩, 积少成多, 富翁也是从存一毛钱累计, 成富的, 不是吗? 祝印大德方名录, 一, 现今部分, 福慧人士一本, 李佳杰一本, 李佩玄一本, 杨醉成一本, 杨美方六本, 福慧人士五本, 叶文银一本, 叶赵安一本, 叶红景一本, 杨健威一本, 杨艺玄一本, 杨清松一本, 杨清松一本, 三本, 杨咸咸四本, 十八, 义盒双月刊第十八期目录, 年月, 经典被诵专栏, 选考科目四之三老字道德经编辑部, 先佛圣训, 芙蓉忠道愿人才教育起会班编吉部 心意开荒季 度了大仙救我儿子一命李凤英 李氏长家言 见全修道心但化凡情世王昆德 古圣经文心信修一贯参天化九州张培成 历代祖师介绍 第十四代祖师老子王子 清心好修行 陈春来前人陈道周年纪念专辑 追随前人的脚步后学周茂年 道学研究 要修五种命编辑部 易经研究中级班 易经四传班序挂船上天第一挂成永红 愿颤文解说曾经常 展现佛眼看红尘谢周望 人生哲学 苦海编辑部 义和圣堂活动盖矿编辑部 编后语编辑部 注印大德方明路编辑部 经典背诵专栏 选考科目四之三 老子道德经 尊贵章第五十一 道之深 德序之 物行之 事成之 事已万物 莫不尽 莫不尊道而贵得 道之尊 得之 贵 封莫之命 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 得序之 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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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之 养之 父之 生而不有 畏而不逝 尝而不宰 事未选得 首母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事 以为天下母 既得其母 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 父守其母 陌生不代 塞其队 避其門 终生不清 開其队 祭其世 终生不久 剑小曰明 手头曰 搶 用其光 父归其名 无疑伸殃 世未夕常 大道章第五十三 使我渐然有之 行于大道 唯师世未 大道甚于 而名好捷径 朝甚楚 天圣无 苍甚虚 符文彩 戴利剑 厌饮食 货彩有余 世未到花 非到野灾 善见章第五十四 善见者不拔 善报者不托 子孙祭祀不作 修之余生 其得乃正 修之余佳 其得乃余 修之余香 其得乃常 修之余国 其得乃风 修之余天下 其得乃土 故以生观生 以家观家 以乡观乡 以国观国 以天下观天下 无何以知天下之 然灾 以此 寒得章第五十五 寒得之后 彼于赤子 独虫不逝 猛兽不拒 绝鸟不驳 鸟不驳 骨若金融而卧步 未知 聘母之河而追坐 今知至也 终日豪而不拔 何知至也 知何曰常 知常曰明 一声曰响 心始气曰强 物壮则老 世卫不道 不道早已 道贵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 焉者不知 塞其对 闭其门 错其锐 解其分 合其光 同其成 是 未玄童 故不可得而清 亦不可得而书 不可得而立 亦不可得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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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不可得而贱 亦不可得而贱 故为天下贵 治国 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国 以其用力 以无事取天下 无何以知其燃灾 以此 天下多忌惠 而 民密平 人多利器 国家滋魂 人多技巧 其物之情 法令之章 道贼 道贼多有 故 圣人余 我无畏而名字化 我好净而名字正 我无事而名字腹 我无欲而名字谱 我无情而名字清 查证章第五十八 其正闷闷 其名纯纯 其正茶茶 其名缺缺 或惜福所义 福惜或所福 殊知其 疾 其 其摩正焉 正富贵其 善富贵妖 人之弥业 其日故久矣 是与圣人 方而 不割 联而不贵 职而不似 光而不耀 常生章第五十九 智人是天 莫若色 夫未色 是未早福 早福未知重基德 重基德 则无不克 无不克 则莫知其极 莫知其极 可以有国 有国之母 可以长久 是未深耕骨 第 常生久世之道 至大国章第六十 至大国弱空小仙 以道立天下 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商民 非其神不 商民 聖人亦不商民 夫为两不相商 故得交归焉 为下章第六十一 大国者下流 天下之交 天下之聘 聘常以敬圣母 以敬位下 故大国以下小国 则取小国 小国以下大国 则取大国 故或下一取 或下而取 大国不或欲奸 虚人 小国不或欲入世人 两者各得其所欲 故大者一位下 道奥章第六十二 道者万物之奥 善人之保 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试 尊情可以佳人 人之不 善何弃之佑 故立天子 至三公 虽有拱立以先四马 不如做尽此道 故知所 已贵此道者何 不日求已得 有罪以免也 故为天下贵 无难章第六十三 为无畏 是无事 为无畏 大小多少 抱怨已得 抱怨已得 土难于义 为大于其系 天下 难事 必作于义 天下大事 必作于义 是以圣人中 不畏其大 故能成其大 封清 諾 必寡幸 多亦必多难 是以圣人有难之 故中无难 福物章第六十四 其安欲持 其未照欲谋 其翠欲叛 其为欲散 未知于未有 至之于未乱 何报 之物 生于豪若 九层之台 其于泪土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未者拜之 知者 识之 是以圣人无畏 故无拜 无执 故无师 明知从事 常己于臣而拜之 神 终如始 则无拜 是 是以圣人欲不欲 不贵难得之祸 学不学 负众人之所过 以赴万物之自然 而不敢为 宣德 宣德 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未道者 非以明明 将以余之 将以余之 明知难至 以其至多 故以至至至国 国之贼 不以至至国 国之福 之此两者 亦凯世 亦凯世 常之凯世 世 世未选得 选得生意 愿意 与物反应 然后乃至大胜 江海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为百骨王者 以其善下之 故能为百骨王 是以圣人欲上名 必以言 下之 欲先名 必以身后之 是以圣人 处上而名不重 处前而名不害 是以天 下乐推而不厌 以其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真 三宝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为我道大 四不孝 夫为大 故四不孝 若消 九亦其戏也夫 我又三宝 持而保之 一约辞 二约简 三约不敢为天下仙 夫辞故能勇 简故能挂 不 敢为天下仙 故能臣气常 不敢 经舍其辞且用 射其简且挂 舍其后且先 此以 夫 此以战则胜 以守则固 天将就之 以此为之 是 不真 不真 章第六十八 善为士者不古 善战者不度 善圣敌者不语 善用人者之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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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用人之力 是 是 为佩天 古之吉 用兵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 无不敢为主而为客 不敢尽寸而退斥 是 为行无行 嚷无病 人无敌 直无兵 或莫大于轻敌 轻敌则己丧如宝 故抗兵相加 哀者圣以 怀欲章第七十 无言圣意之 圣意行 天下莫能知 莫能行 言有宗 是有君 夫为无知 是 不我知 直我者心 择我贵你 是 以圣人被赫怀欲 不病章第七十一 知 不知 上 不知 知 病 夫为病病 是 以不病 圣人不病 以其病病 疑 畏畏 畏畏 hogy 分び 大 尚 phr 兵 录 學 跑 有 情 都 聚 乌 例 疑 gib Kolleginnen 是以圣 人自知不自见 自爱不自贵 故去彼取此 天网章第七十三 勇于敢则杀 勇于不敢则活 此两者 或利或害 天知所恶 孰知其故 是以圣 人有难之语 天知道 不争而善甚 不言而自应 不照而自来 产然而善谋 天 网恢恢 疏而不失 厮杀章第七十四 明常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若使人常会死 而为其者 无的职而杀之 疏感 常有厮杀者杀 夫带厮杀者 是未带大将拙 夫带大拙者 稀有不伤其手 贵身章第七十五 明知机 以其上十岁之多 是以机 明知南智 以其上之有位 是以南智 明知 亲死 以其求生之后 是以亲死 夫为无以身位者 是显于贵身 柔弱章第七十六 人之身也柔弱 其死也坚强 万物草木之身也柔翠 其死也枯岗 故坚强者死之 徒 柔弱者身之徒 是以兵强则不胜 木强则兵 坚强居下 柔弱居上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 其有章公公 高者一之 下者举之 有余者损之 不足者与之 天之道 损有余 而不不足 人之道 则不然 损不足 以奉有余 孰能有余以奉天下 唯有道者 是以圣人 为而不适 功臣而不处 不欲见贤 水德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 莫过污水 而攻坚强者 莫之能胜 其无以一知 故柔圣刚 弱圣强 天下莫不知 天下莫能行 故圣人云 受国之构 是为社稷主 受国不祥 是 为天下亡 正言若返 左契章第七十九 何大愿 必有余愿 安可以为善 是以圣人 知左契 而不择余人 故有德私契 故有德私契 无德私彻 天道无清 常与善人 不喜章第八十 小国寡民 使有食博之器 而不用 使民众死 而不远起 虽有舟车 磨所成之 虽有假病 磨所成之 使民父节省而用之 甘其时 美其父 安其居 乐其俗 邻国相望 鸡犬之音相吻 明智老死 不相往来 不积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善者不辩 辩者不善 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 圣人不羁 既以为人己越有 既以与人己越多 天之道 利而不害 圣人之道 为而不争 活佛老师辞讯 格言 谨言以寡过 以劫 以尊心 审视好 以养心 耐劳 反以尽职 圣喜怒 以平气 借经章 以吉士 决心 岳以敦礼 重退 让与众和 圣诺然以 诚信 简 浩背 以习福 先佛 圣训 编辑部 至巧妙 玄为良知 良能推 会眼透三界十方 测试 是非 证实一点 会证明莫 盈亏 道开定六度 究竟是无谓 无奈 耳师尊奉 辞命在智坛中 以寇 荣在问爱徒们 从容 智慧是不求 而知不学 而能的达德 智慧是透明事物 彻底人性的智科 智慧是依理随性和情 通义的贯彻 智慧是入火 不焚入水 不逆的融合 智慧是正道 端倪万书归一的决策 智慧是超越凡俗 进入神圣的转折 智慧是拓移生性 自觉开悟的当客 智慧是一点变通 举一百三的心得 智慧是由理则进 无理则退的取舍 智慧是不过命运 不被因果的原则 智慧是万灵之首 得天独厚的本色 智慧是反映性光 先天后天的自格 智慧是石头无常法 智慧是把握真长的功课 智慧是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的抉择 智慧是原觉无比 原通无碍的认可 智慧是挥去七情 斩断六欲的切割 智慧是用心至极聪明 升华的快乐 智慧是放下我 只找到妙法的平和 智慧是面面皆准 面面俱到的独特 智慧是正菩萨道 六度万行的审核 万古其原化开绝后空前 远山里观止一现 千般真去止观完位无限 进水处注入永泉 万行天意一度境界视线 云海中浮生碎变 千在南逢直到天色再见 星空外依旧明天 千江有水千江月亚 万里无云万里情 世大道我身心 逍遥其中日月何成名 来往时到未平 调记把根留住 雨记万行六度 引词 驾反天交命 师尊老大人白话 达尔 达尔是不是已经知道 维师要讲什么主题了 达尔真的不知道 维师要讲什么主题 大声说 知道什么 主题呢 达尔好像很有智慧呀 还是耍小聪明哪 若有参与就会知道 若不参也 知道也 只知其一 为师就先来给徒儿猜一字迷 听好 有两个字你我皆有 生时常用死后保留 也会反应也会执着 猜两个字叫做什么 为师再重复一遍 徒儿听好 有两个字你我皆有 生时常用死后保留 会有 反应会有执着 猜两个字叫做什么 写讯文 又同样是师灵坛 是感到很厌烦 还是能体会到天然 又同样是弹六度 是听到很乏味 还是能深入到内涵 又同样是问四句 是印到很勉强 还是能找得到答案 又同样是用方法 是做到很被动 还是能领悟到真禅 徒儿啊 为师不是要装作严肃 只是要徒儿能够圣读 为师不是要言语大声 指 是要徒儿听得清楚 清楚知道了 道理贯穿了 清楚认道了 道念更尖了 清楚修为了 道心不变了 清楚行道了 道徒平安了 道理贯穿了 多少徒儿 伴梦伴醒 又有几个是真正灯堂 多少徒儿乌进乌退 又有几个是真正入室 徒儿一步跨入无门 徒儿一点师徒原生 什么原啊 什么原啊 一大事因缘 是 一大事因缘 又什么是一大事因缘啊 一大事因缘者乃开佛之鉴 开启众生的佛 之鉴 什么是佛之鉴 让众生知道心即是佛 人人可成佛 提醒众生心也是魔 念念可 沉默 佛魔之鉴 就是那么个一体两眼 一眨眼就是 一翻脸就是 所以徒儿啊 为时紧张啊 不断的开班 无非同话 不断的听道 无非进话 不断的批讯 无非劝话 不断的借窍 无非显化呢 借窍是显 退窍是化 或化存神 徒儿啊 徒儿啊 智慧最真 徒儿说 先佛借窍 真不真啊 班远答 真 再真 也得借由 天才之身啊 那 看看徒儿天天借窍 分秒借窍 徒儿啊 你真不真啊 班远答 真 若会见真主人 再不断认真 相信徒儿这么个真人借窍呢 就等于是观音菩萨的 千百亿化身 就等于是寄功活佛的游戏中度生 徒儿都称为师做师尊 对吧 班远答 对 什么是师尊啊 师尊不是糟糕在上 的名字 以道为师 以德为尊 为师都称徒儿做爱徒 是指爱徒儿吗 知性为爱 知理为徒 师徒 师徒 所牵来的情 是一点真性情 所犯的事 是一道收缘 是 所以徒儿们啊 窃窃要与为师 携手并肩 再合作无见啊 如何合作呢 能力要与潜力合作 才能发挥出不死的生命力 业力要与愿力合作 才能发觉到不灭的使命感 徒儿可知道 为师最怕徒儿说个不字 不会 不懂 不行 不能 不修 不 办了 为师最怕这个不字了 所以想尽办法 度徒儿 一度 二度 三度 四度 五度 今天几度了 班远 达六度 不同的角度 看出不同的事物 不同的程度 悟出不同的领悟 但是徒儿要记住 迷失失度 接着呢 班远达 达五时自度 自己知道了 就自度了 是不是呢 班远达 是 自己知道了 就自度了 是不是呢 班远达 是 徒儿啊 现在为师要批训了 在为师批训之前 徒儿知不知道自己该得到什么 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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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次班远下来还是不知道 恩 大声点 班远达 公 周图哪 又轮到周图上场了 带师传吧 是传三宝吗 今天传功 又将得了 好奇 好奇 兴奋 今天 师尊不知道如何度 徒儿啊 拿到 再说 徒儿都拿到了吗 班远达 拿到了 今天啊 为师讲什么主题啊 班远达 智慧 所以 所谓 所谓 于时师度 班远达 物时自度 为师度 徒儿 已不止一次了 是不是呢 班远达 是 今天啊 为师 要看徒儿 如何自度了 听着 借着手上的功 徒儿 要怎么度都行 怎么度都行 就是别做着没事 徒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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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做都行 利用功 怎么度都行 就是别做着没事 时间空度 这样听清楚吗 清楚就开始 别做着没事 徒儿啊 自由啊 怎么做都行 点传师过来 徒儿啊 智慧平等 是不是 为师批上半段 徒儿合作批下半段 去 合作批 都过去 为师批上半段 徒儿们批下半段 好 一同开始 师尊老大人批训 徒儿自己批 自己写呀 走靠近点 想到就写 为师批上半 徒儿批下半 是批那 不是抄 就集思广义 合作批训 站靠近点 批那 集思广义 合作批训 徒儿们哪 智慧平等 是不是 是 是 那为师批上半段 徒儿合作批下半段 徒儿有在自度吗 别做者没事时间空度哪 徒儿时时要知道自度哪 别做者没事 别做者没事 利用手上的工 想想徒儿如何自度哪 怎么度都行 自由了 怎么度都行 自由了 不然 智慧 智慧 是不被方法所困 不被法所悟 这叫智慧 为师要徒儿 想办法自度呢 是不是 是不是 自由是 怎么度都行 是不是 想说把工 吃了吗 又不知道是不是真正达到 持见 想说不然来进行精进的功夫 又麻烦 又要找个汤匙 但是 干脆 把工摆在头上 来个假装禅定 徒儿啊 工摆在头上 禅定了就没事了吗 禅定了就什么事都不用管了吗 禅定了就为师说要看天空连头也不赚了吗 就固着头上的苹果 这就叫禅定吗 禅定就在苹果上吗 这就叫死守善道吗 累死也无功啊 之前 之前五度 为师都用了法 但这度 为师要徒儿用智慧来过法 这样知不知道啊 若徒儿还是听不懂 为师在说什么 就只要记好 为师自给徒儿 一个功 就行了 向点传师们说 过来过来 说是智慧平等 为师批上半段 徒儿们合作批下半段 说到批训 今天一讲智慧 因为徒儿 对 徒儿们就很认真的 不着根的 不着根的瞎修行 智慧不用拼命想的 徒儿把根留住 那 刚刚有没有录音啊 重播一遍 为师 为师批上半段 为师批上半段 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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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在给徒儿一颗功 但是不说法 让徒儿自 度那 另一个用意是 望徒儿 反复 重复的复习那 训文翻出来 从第一则开始演 不失路道 徒儿啊 回天的路不远 就只有六步 那这六步怎么走呢 这六步该怎么走呢 阳途过来示范一下 从为师身边 走六步到前面去 先站好 六步 这六步走完 了 就到泰国去了 到了泰国 为师还是在身边呢 正途来走走看 从为师身边呢 走六步出去 先站好 从为师身边呢 走六步出去 去 就这么走了六步出去呢 就到菲律兵了 到了菲律兵呢 为师还是在身边呢 乌途来走走看 先从为师身边呢 走六步出去 这走了六步呢 就到了越南了 到了越南 为师还在身边呢 中途又来了 一手写了六篇去 就一手写了六篇去 也来走六步看看 从后头 中途呢 只有六步 走到为师身边来 开始 就用六步 走到为师身边来 为师也出来 煮饭的请出来 徒儿听者 什么是智慧呀 为师批上段 徒儿批下段 是不用绞尽脑汁的呢 若能时时刻刻 把根留住 把根记住 那么一挥洒 就是智慧了 为师再给徒儿们 应可 写上一句 语迹 这一句 是给徒儿们 智慧的应可 语迹 万行六度 对无畏师前贤说 徒儿们了愿愉快吗 无畏师前贤 愉快到后门去 轮流走六步 到为师身 鞭来 煮饭也要有理 这六个班都在后头 但是六度还是要做的 什么是六度 告诉 他们 知道的 告诉不知道的 什么是六度 徒儿啊 告诉他们 班远达 捕师 持见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好 走六步到为师跟前来 一个一个来 师尊老大人 此时坐在先佛椅上 请无畏师前贤们 从佛堂后方走六步到老师身边 发与一条毛巾 并依依给予鼓励 知道的要告诉 不知道的 才不会无理糊涂呢 说了长篇大论 为师就要徒儿走六步而已 徒儿们 答应为师好不好 就走这六步 要记住 就走这六步 徒儿啊 不要忘记 永远要记得 与师有约纳 徒儿要记得 与师有约纳 唱给为师听 音乐先开 班远齐唱 当星光渐渐爬上 远游的持帆已靠岸 风平而浪静的 星海淫静坛 再回首这殿堂 星中灯更光亮 望尘星有鬼从前 当记忆渐渐醒觉 雾透了星灯 无声灭 从最初到最后的坚决 乘风心多怨对 为真心永不悔 为众生付出一 切 记得我们有约 约在红尘这段缘 所有的言语道不尽 心中的不舍余挂千 记得我们在约 约在灵溪的刹那间 让图平安施的愿 永远永远 引词 嫁别爱图返无极 心意开荒季 渡了大仙 救我儿子一命 死守善道无怨无由 李凤英 一贯天道讲求的是三草浦度 上淹者度的是和汉心斗 不消说自然是公同造 画下淹者讲求的是度九州万国 九六元人有此愿立足能济世活人 至于中淹者 能度圣神千佛也是了不起的功德 三者都是修天道者的理想 然而像我这么一 为屈屈为不足道的昏道姓氏 说起当年是就像说神话不使能信不信由你 我曾经度过大仙 婚后继续奉行天道 我的祖籍是山东晋宁 但是我于民国十三年六月初四诞生于哈尔滨 民国三 十年十一月十五日求得到 一年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度 以我先生孙政养父 道 自从我嫁到孙家以后 当时一般家庭的思想观念都很保守 尤其都不赞同父 女出外抛头露面去参与道路活动 而我事先求道 后结婚尽管当时有诸多甘心 与影像我会尽自己可能予以化解 同时把诗、财诗、无畏诗、凡数三诗都抢着 左 久而久之 家中男女老六也就习以为常 情见都感染到我们天道的影像 我们孙家的蝴蝶排四世道 得、正、生、修 我先生是正自贝所以 取名孙政养 我们婚后生了个男孙 取名叫做孙生修 而我当年度的大仙 就是 我唐嫂的第三个儿子孙生红 当年东北地区的显化很多 关东的孤三太爷的义士更是家喻不小 不知是风 水溢或是地气关系 很多孩童婴儿都是求道及成道 不愿留在人间受苦 三岁雅儿突然开口 我唐嫂有三个孩子 老大老二到是都很平安 唯独摩三生下已经奔了三岁 仍然是声音暗暗口不能言 一家人天天在一起相处 于是我试着开导我唐嫂 到他代了三 趁我唐哥与其老大老二不在家的时候 由我陪同他母子二人到佛堂 去求佛保佑 如果事情有变 似其先生与二子回来时直说 事情说来也真选 当他们母子同时领弹求完乐道 他的母三孙生红突然开 口说妈我要回家 当时我唐嫂是又惊又喜 一面不住的叩头感谢佛仆 萨的佑祝回家后更是称道求道的好处 逢人便赞养一贯道的神佛真灵 一日高烧要时往下 据料事情隔了一天 也就是他母子二人求道后的一日 他的母三便开始发高 烧我唐嫂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般边求一 便求佛结果是要时往下佛菩萨也 不再显化降伏庇佑 拖到第三天就一命归天了 人的舌头天生是软的 所以讲起话也会随看自己的心情好恶而变 前天塌上 且感谢我劝他拜佛的好处 如今孩子升天了 马上要转折风把我骂的个狗血喷头 说我是个骇人精 白石大仙灵场说明 世事也真多变 没有超过七天 他的母三灵潭 自称是白石大仙 因为 前世偶遇灭泪 今生到人间来 报来了 首先第一谢仙谢我这个沈娘 然后拜 求其生生父母要谅解我李凤英 换句话说 他白石大仙的根基后 我们孙家辅佐 生所以白大仙在人间才多留了三天 否则三天前求了到他就要归天 多亏白 十大仙灵潭说明其因缘果报 我堂歌堂扫财恍然大悟 否则我不化钱而度了大仙 据说现在度大仙要化一大批钱 势必会报和终身 从另外一方而来说或许正 因为我度了大仙姬下音质 从而保住了我的长子一命 卢会结束开荒丽远 这两件事谈起来都数过去 但是我辅经思习 总觉得明明中国报昭然丝毫 不爽民国三十五年 圣考兵前人利临哈尔滨 当时我们哈士干回谈的主持 人士任少真点传师 当时我长子孙生刚辅满一岁 由于吉贤圣会开班 保点师 知道我需要照顾孩子 所以特意嘱咐我 可以不参加儒会 可是吉贤圣会是个 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焉肯轻易放过 为此时文换点传师 或得与我把孩子请娘家 二嫂帮忙照顾 而我依然得以参加吉贤圣会 卢会结束时 赵旭考第一名 社妹李凤兰考第十名 在吉贤圣会上 大家档 场立愿 社妹原本就是清修 因而我们姐妹二人 共同发愿开荒马来西亚 因未同 谭赵旭她有亲戚在马来经商 当时哈士同修者 尚有德化方面的吴敬语 而我的 外号孙婦二 可说是她是第一位女性立愿 支撑出外开荒半道的婚姓 因为 社妹李凤兰 自我结婚后便跟随着我 我们姐妹两可说是一体同心 并做一个人 来算 我们的开荒愿力是立了 可是当时民国三十六年的时局并不好 而原定昆道 领队赵旭 因为她的母亲年迈多并需要照顾 所以一时尚无法启程出发 因此 哈尔滨方面只好由肝道开荒者先行动身 而我们昆道的行旗 只好顺延下去 长子重病奇迹救活 当肝班人马出发前两天 我的长子突然得了重病 体温烧的高达四十一度 当时 事局坏 医药都不理想 我先生又忙着谈上的事情 同时又要敢办出发的准备个 像工作 此时此刻我方寸已乱 只有眼睁睁看看眼眼一喜可怜的孩子 束手无策 忽然间 我先生匆匆回来了 刚一进门便说 快检查看看孩子的屁股 老师 灵潭说他把孩子给打回来了 我急忙检视之下 果不急然 孩子屁股左边 赫然多了一片巴掌大的心痕迹 我脱口喊出 感谢老慈悲 把孩又还给了我们孙家 这是神话 亦或是偶然的巧合 在我的内心里只有坚信 不 这不是神话 也不是巧合 这是我们所修的天道 非比寻常 今生今世 我只有一命交天 为天道而牺牲生命在所不惜 因为我亲眼目睹看到了真正的神 山洪爆发露天位素 火车的行程 系金白城子 四平 沈阳 北京然后在转车赴天津星一总坛的 不料到达白城子 详细因以马川所进白臀 石城而得名 的时候 因为剩下多 雨 上游山洪爆发 冲断了铁路的桥梁 山东路组 火车停住下来 我们只好下 火车改成鱼罗 继续向前 东北市各大平原 沿途四望无际 上不着村 下不着店 有钱也买不到吃的 十五 我们一行只有露天位素 以食作者 其地而眠 饿的时候 嚼草根 啃树 有人携带豆饼 已算是精美食物了 一路小行夜宿 一直走到八月十四 才挨到了沈阳 沈阳当时上有飞机 即 金奔走交涉 终于买到了飞机票 当即搭乘往北京的飞机 直飞九复圣明的文化 古都 我们在北京停速一戏 一日八月十五 于是就在北京过了个中秋 美风夹 劫备思青 我们望好月 却是月圆人未圆 突然平天无限感慨 八月十六日 抵达天津 人人脸上浮现者 紧张与喜悦驱车 进赴河北大街星影 总坛 借指算来 我们路空连运 历时已两月月 弃至十一月冬至前后 天津局势已成剑法五张 战火一触即发 张五成雨秋 鸿如二位前人 当众律士 不必再等照续 大家急速启程 当时海运船起一乱 开赴上海的船 只剩下大概系中心轮 最后一班 找 松年先生拖了好大人情 终于替我们买好了船票 陈兴乔先生替我背着孩子 三月 中抢前 把我们连推带雍送上了船 为此 陈先生哀了维持秩序的警察一记耳光 连门牙都被打掉了 于金斯吉 十愧父陈兴乔为我母子所做的牺牲 而今到场 中 像陈兴乔先生这样古道热肠的人 究竟又有几位呢 船开往上海途中 因为礼装在大量棉花 忽然漆火 浓烟扑鼻 岌岌可为 幸而上天垂帘 大火及时突变 大家须惊一场 余计久久未雨 到了上海 住进中南饭店 与往西安去的余凤山 李金陵等一行十八人会合 一处大家互到途中经历 彼此情况差异 其苦则矣 住了两宿 动身灵户余 凤山一行远赴西安 我们到台湾去的搭乘太平沦 进放基隆 三期末报有水火风 太平沦航离上海的第二天的晚上 途中呼吁空前暴风会保持船身重心平稳 船长下令放到围墙 任令船在海上飘航 乘客经附起这支大摇篮的摆动 很多人 都晕浪呕吐不止 我们买的是船员卖出来的黄牛船票 这么连飘数日售禁国罪 能否值回票价 谁也计较不得了 打从我们离开哈尔滨开始 路径白城子的时候遭遇水困 从天津到上海的航 城中遇上了火灾 而今自上海航经台湾的海上 又遭逢强烈预风 三期末报有 水火封三大劫难 我们这批开荒者到世界足先的 事先都碰上了 俗话说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而今我等皆双法婆婆 对什么所谓的后福 还能再存什么 妄想吗 平安是福 上天对我们已经够慈悲了 船到达基隆港 已经是37年的冬至前后光景 孙正阳赶到基隆来接我们 当天晚上夜车进赴台南 据所文报导 太平轮自台反护 再次自上海航经台湾 的途中审传了 据说如红兵集曾搭乘该班太平轮 船乘时遇生海中而过救 我们 疫情飘海来台时虽然饱餐飘泊苦头 比起沈船头海滋味 也争不幸中的大幸了 自从与我先生会合一处到达了台南 心意到雾初起草创活动 我同设备领奉 拦接曾参与 开到半道 尤其合部后人 记得当年到运困二 危机四伏 何宗好 前人离台回大陆前 曾告以常在井边传 总有掉下井的一天 我当时答称 寄来之则安之 决定留在台湾不走 岁月匆匆 道兴从未稍退 契至民国六十三 年 眼见心一人才被出 深感自己的确感不上时代 于是 一级当年初来开荒时 圣考兵前人 领行前赠严道 能办则办 如不能办时 可以学老师 于是 于是取燃井 决 决定甲鱼佑 倾全力 转向专办社会福利事业 乃拼凑 便卖婆婆送我的手 是作为基金 创办了一贯到第一家的基金 重得基金会 全部精神投注到孤儿寡 老义及家境清寒的学生身上 弃至民国七十八年 因家道力尽 基金会再也半步 下去了 只有收拾起来 让年轻一代的杰出人士 是接范自己人不甘心 一个人道 各公私立医院去送公文病例当义工 继续奋斗 我只有一句话 死守善道 无怨无由 理事长家言 健全修道心 淡化烦情事 王坤德 俗话说 德之我信 施之我命 对于红尘苦海的名利 全是情爱 等种种虚幻不实 应当有如是达官或然的智慧观照 而对于修半道的圣殿 个人则抱持着做得来的是圣殿 未完成的是因缘的理念 以字念 在一贯道史的浩瀚洪流中 我们后学者实在犹如沧海一宿之渺小 对于诸圣 先贤 师尊师母无畏牺牲 披荆斩棘 开荒度化的勇气精神而言 更有诸位老前 人 前人们慈悲喜舍浮度群生 牺牲奉献肉身秉结 无畏无私心火成续 史前后 不令断绝 造就不朽圣业的伟大精神 否则不会有今日遍及全球七十多个国家的 一贯道道场 在科技昌平 人心贪婪 而是衰到为 劫难平人的末世里 晚黄澜 于济道 化福朽为神奇 非人之所能为也 是天也 是命也 亚圣孟子就曾说过 莫知为而为者 天也 莫知智而智者 命也 法不可能而变为可能 无法 达成的而尽能达成 这一切都是天命使然 我们要做的实在太多 而我们能做的实在太少了 感谢天恩施德 前人辈们 给后学我了愿消夜的机会 六年多来 不敢说成就了什么 却成长了不少 年纪 已至茂林的老者 说成长 似乎有点自我年轻化的感觉 然而 这段时间 确实是 学习到了更云思路 学习到了排南承担 学习到了视野扩展 其中学习到的实在 太多 增益了太多喜所不能 岂是一时文言所可道尽 感恩的心一直在心中 淤润 虽然才能有限 染成在太多前辈们的厚爱 与期望也不能不消一干实 陆立以 父 或许其间跌跌撞撞 那也是一种学习 得到了宝贵的经验与智慧 正如孟子也说过的 君子创业垂统 未可济也 若福成功 则天也 创 业为奸 道统传承 就是要后代的人能善计善数 至于成功与否 那就要听天命 了 努力 不一定有如愿的成果 做得来的不一定能完成 但重要的是过程 继承了前人的志业 我们努力过 我们尽了心力 相信就没有白走一遭 没有愧 对上天 诸圣先贤 施恩武德 前人们也不会留下遗憾 尚未完成的与做不来 的除了才能不足 或许努力不够怪 可能也代表着 因缘时节的尚未成熟 例如 宏道现代化方亲未爱 一贯学院上属仇社阶段 参与社会教化慈善公益的一举 为真完美 道场万国九州的灵想使命尚未实现等等 难免令人有普度尚需努力 同修仍需团结 就期待由后继者来接续完成它吧 当然更需要全体一贯道同 修和德同心竭力协助 才能早日顺利完成 千万余余余白羊修道士 余未来成就收缘三六四八的圣贤 若非真余自觉觉它 绝心圆满的禁律 岂能数列其中 岂能未及九品 岂能入返无极门墙 敬意两点 浅见与全体同修共勉 一 重视生命权限的内在修持 白羊应运先的而后修的殊胜中 最即缺乏生命权限的修持功夫 则心灵将亦 处于空洞虚伏不踏实之境 因此每位一贯道修道士 皆应用心智力建行内圣字 我观照 世事反求诸己的修持功夫 以至内化为自身全服生命 以达不动心之地 方能防壁一波波物欲邪魔外 又于未来 加强坚定智洁 二 加强到原基地的外王教化 普度有缘 就诊九六缘人 以实现弥勒净土家园 世界大同的理想使命式 被极艰心的 反夫圣而视为不可能的任务 因此 白羊有志之事 映常时虚修 虚修成就定滋养慈悲喜舍的人心 以至畅呼四肢恐翘 佩于浩然意气 勇于付出 方能无畏一层层机毁放节外考遭遇 至今是逢中华民国一贯到合法化二十周年 缅怀过去 展望未来 感谢政府 各宗教 社会各界的爱护协助 感恩各祖县道场 各分支会 全体里监视的权 力配合 使得一贯道道物能持续成长 并受到重视与瞩目 总会会物能顺畅的运 做推行 希望全体同修能延续这种不分彼此 团结一致的精神与力量继续配合 护持共同许下美好的道场未来 相信在总会一片新的气象 新的作为 新的气 基之下 必能大展宏图 呈现一番新的面貌 将一贯道推向更高的境界与更新的 里程可久可远 沉蒙这些年来的故事总会会晤 仅此感恩之外 至成忠心静住 大家 大家 甚凡如意 身心安泰 惠悟 道物更宏窄 活佛老师辞讯忍 忍畏处是宝 亦是至世邦 真忍非懒 真忍非懦弱 行迟化刚强 传师 道清 感谢各位参与这次由马来西亚一贯道总会所主办之万人读经大会考语 一贯道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给予支持与协助 本人除了表达欢迎之意更感激 各位的热情参加与赞助 从20世纪跨越面一世纪 一贯道对于推动道德文化的实践与提升人文关怀 德素养最大的贡献莫过于读经运动的全面推广 使得儒家修其至平 德大同理想透过读经而展现新生命新希望 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则象征着我 我们对真理的追求不是封闭的自圆其说的 而是更开放以学术研究的客观式 也与世界接轨迈向全球化的国际观 一贯道对于修道的理念乃于儒家之修己成人 博师既众位主轴因此一贯 道的修持不仅重视个人修持 更重视如何将道的精神传播万国九州这样 的信念使乃大学所说明明的清明 指于至善的具体实践落实于人世 即是画梭佛世界为莲花邦 而一贯道推动读经即是希望道清门借由阅读 被诵圣人经典体会圣人之心将道的精神 体现落实于生活之中生活 即道造极生活读经可以改变人生 读经可以创造生命契机一贯道得道清 满极是最好的例证 一贯道对于读经的推动不仅仅只是儿童读经般的普及 画更希望推广至人人读经 只要是一贯道的道清 每个人都会积极的阅读 被诵圣人经典 因此在一贯道场内 从芽芽学语的幼儿至九十多岁的老菩萨 每个人都生活在阅读经典 背诵经典的生活情境之中 这样的生活模式 时可 为开启大同世界的典范 每年由世界各得的一贯道总会举办年度 一贯道国际学术研讨会 除了江 一贯道研究推向世界宗教研究的范畴 更是让全世界的云云众生感受 了解师 尊 尊 师母之德 让道传万国九州的理念 随着客观的学术研究而更需稳固 让一贯道救度众生的理念 随着学术研究而传播世界各地 今日 独经运动已推广至全球的华人世界 海内外学术界也开始注意一贯道 的研究主题 这些都证明了一贯道的时代意义 更为日后大道普传世界做关键性 的准备 让我们一起努力迎接一贯道时代的来临 最后 敬祝与会嘉宾生体见 康万事如意大会圆满成功 賀一贯道马来西亚万人读经大会考记一贯道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古圣经文新信修马来平见万人欧 智诚不惜公元满一贯参天化九州 智里魂缘万象韩真空庙有共探餐 经文落指为敦化一贯玄通斗指南 李大仙辞讯格言 真知真情的真果 真知真会的圣果 知词达比尼娑婆 无忧无虑反天国 历代祖师介绍十五 王子 第十四代祖师老子 老子是楚国苦县 经河南路易县东 历相取人理人 姓李明儿自丹 亦说 自博扬周藏书式的管理人员 老子讲修道德 他的学说以自引无名为主 九 祝周国 看到周国衰围下去 于是离去 经过韩湖关 官令引起说 你将要已 居起来了 请尽力为我注书吧 于是老子 就注数道德经上下二篇 谈论道 与德之义五千多次 然后离去 也就不知他终老于何处 也有人说 有一个教 做老来子的 也是楚国人 注书十五篇 谈论道德的体用 跟孔子同一时代的 老子大概活了一百六十多岁 也有人说活了两百多岁 因为他能讲修道德 所以 可以保有长寿 老庄生韩列传司马迁说 春秋周襄王之时 与宋人大战于鸿 一战而胜 从此国势强盛 临邦策目 可是祸府无常 在五六年之后 与晋国交恶 一战于成福 交随不利 折江损兵 弄得一败徒弟 已是元气大伤 再战于遥 又是杀的大败亏书 死伤遍也 虽 虽 金楚成王兮兴整理 究竟因死亡过多 民间有女多男少之叹 一时要重振国威 却不亦如远 那时有一个人 民幻里无果 他是楚国苦献力相取人 领人士 少年有勇 力敌 百人 故投在子狱居中 当一灵其促 与禁人成福一役 李无果也攻与其战 不 料楚君被先诊出其至圣 杀得尸痕遍也 血流成河 子狱中不免自杀 这位其促 李无果也不幸被敌人的乱箭 射断禁骨 成了残废之人 折族之人自然不能 再在君中服务 只得领了恩想回到屈人令老家去度日 他那十年已三十六岁 家 终已早有了妻子 另外没有他人 他的妻子已是 名叫易寿 是同乡商人之女 与无果同年 相貌虽算不得十分美丽 但与性温柔疏顺 操持家政 有条不紊 待人接物和爱可亲 故义 故乡里兼活着贤德的名声 他自二十五岁 那年嫁于无果之 后 不到一年功夫 无果便应目从容 离开故乡 只抛撇他独个耳在家里 新婚 离开故乡 远别 本来是人间最欺切的事情 这位隐一兽 自然也不免有些伤感 可视一转 念到丈夫将来的虔诚 非但释然 并且欢慰起来 故安心独个耳守在家中 宝之 度日 自奉极简 頗有盈余 十年之间 凭食指之力 居然成为小康之家了 五 果回家之日 夫妇久别重逢 端地是悲喜交集 无果见家正措置的仅仅有条字 是欢喜 但二人都将近中年 膝下还未有一男伴女 未免有一点缺憾 转眼已过 四时依然咬无喜性 心中就有些不悦 在那时的民风 是最迷信于神权的 他 门夫妇二人 自然也未能免俗 就往倒于阳山之神 求赐子赐 这本是民间的习 俗 辽敬人士 至于灵印呢 十个之中 不过一二罢了 好的大家一信心重 如 祈祈祷有了灵印 就归功于神明 若是没有灵印 只说是自己命中注定 神明也 无能为命 绝不说神明无灵的 可是李无果夫妇在阳山祈祷之后 居然立见灵印 在商朝第十八王 杨甲四位 的第七年 有一夜束山中 忽然的一翼照 梦见独自夜行 星月皎洁 夜凉如水 虽在圆眼 那一派光明的景象 煞事令人可爱 他不觉流连景物 忘了自身的 所在 正自看得出神 忽见东极那边 有一道特异的白光 向西射来 连眼都要的 花了 在明神定睛一看 却是一颗斗大的明星 向西移动 顷刻之间 已在自己 顶门之上 他身怕大星下舵 急忙封闭时 只听得霹雳一声 那大星竟然落下 不偏不倚 镇压在自己身上 这一来可将他下醒了 醒来使之是一场大梦 从此 以后 腹中就觉得发生变化 静怀起运来了 怀孕本是妇人家的常识 没有什么 稀罕 可是这妇人的怀孕 却与众不同 出人意外 常人的怀孕 至多一年以外 旧的生产 但他自从怀孕之后 一年不产 二年不产 只过了十来年 依旧故 产 如此一年一年的过去 腹部虽彭亨如户 却终没有生产的消息 幸而这妇人 受命较长 能一直牵延下去 要固然胎儿未下 孕妇先亡了 自养甲之事 直到 五丁之事 足足的怀了八十一年 那一日妇人正坐在一株礼树下面休息 呼听的 腹中有人说话道 母亲养 孩儿今天却要出来了 请你用锋利的石轮 投开左腹 我就可出来与你相见 母亲养 你尽管放心 依我行事 包管你毫无痛苦 腹 人很觉奇怪 实在因怀胎过久 累得够了 既然腹中人如此说法 孤望一世 便 密到了一块锋利的石片 将左腹投开 果然不感到十分痛苦 头到分寂 只听得 虚然一声 攒出一个人来 迎风而尝 仔细一看 却是一个白髮淫头的老子 他 指着李树说道 这就是我的姓氏哪 其时妇人之父已和 于是替他其个名字叫令 二 二 因怀孕到老而生 故又名老子 老子降生之后 就跑道学 从红军老祖学道 大丹臣时 极为上品精先 身居东律宫中 道法变化无穷 三十三天 统归节 至天兵神将 习听号令 做道教无上之尊 另一段神话 隐世易寿 有了生育 渐渐的大富蓬哼起来了 夫妇二人的喜悦 自不消说 不料到了足足十月时 还不见灵魂 一天一天的过去 物质不见动静 不觉有 歇一律起来 直到十六个月以后 有一天清晨 隐世始相 如果说道 我夜间梦兴 方有一颗大心 落在怀中 如今隐隐觉的腹痛 折磨要奔免了吧 无果听说梦兆 情知这胎儿 并大有来历 欢喜过望 于是便预备一切 到了四五之交 隐世果 然生下一个男孩 此而广而龙准 两耳垂肩 五官一人 提升洪亮 一望而知是 各禀复过长的人物 只是更有一件令人精益之处 此而的毛发 却完全血白 却完全血白 根 根如银絲一般 白的光亮异常 没有一根杂色 就是好守老夫 也急不上他的唇 结 非但头发白 非但头发白 就是两道眉毛 以及全身的汗毛 也一般都是色白的 五果肤 父 何尝见过如此异乡的婴儿 不免有些精益 但被灵性的心理束缚 都认为是 感受太白之精英而生 不出胎疾号手里 其实这种天生白法的人 在今日社会上 也往往可以见到 世俗对于这种天生白法的人 那以为是阳公祭日物型方式 已至怀孕 所生子女 就有这种特别的征兆 亦说是在阳公祭日产下的婴孩 九 会有此情形 这些都是无稽的传说 实际上讲 不过生理上的变态 没有什么怪 义的 李吴果因为子儿 而有三漏 故替他娶一位女儿 又因他生而缴手 无异样 了一个老头子 就细呼为老子 孔子是周时 设万里路途 问里于住下之老子 老子曰 子所言者其人 欲故皆以朽语 独其言在耳 且君子得其时则驾 不得其时则盆类而行 无闻之 良甲生藏若虚 君子圣得容貌若余 去子之交气以多欲 太色与淫质 是皆无 亦于子之生 无所以告子弱势而已 孔子去 未必子曰 鸟无知其能非 云 无知其能游 受无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未亡 有者可以未伦 非者可以未增 至 鸟龙无不能知 其胜风雨而上天 无今日见老子 其游龙也 老子未发扬道宗 东渡孔子 却离传游龙之叹 老子修道德 其学以字隐无 名为悟 不求闻达 久居周庭 见周之衰为 便此观西行 当他骑着青牛要过寒 古观时 观令引起 凸见一片紫气彩霞之瑞腾空 只有一人尽观墙 老子至观 官令引起曰 子将引以 强为我著书 于是老子乃者道德经五千言 以明其 道而后便出关西去 莫知其所终 孔子于五十一岁时特别不远千里由鲁腹周王室前去拜师坊道 这便是有名的 历史公案孔子问李于老丹的一段姻缘 问李吉求李 李吉道 文道后 或然开悟 回到五国便当着学生面前 比出大拇指 为这位况事大 名师赞叹道 鸟 我知道它会飞 鱼 我知道它能游 瘦 我知道它善走 善 走的可以用网抓 能游的可以用轮捕 会飞的可以用剑射 至于龙 我就不知道 了 因为它可以乘着风雨直上九霄 我所拜见的名师老子 是一条游龙 剑首部 剑尾道 这次的游龙之探 便是论语义书中五十而知天定的一番阐述 亦也是朝文道细死可疑 的一番奇悦 老子为道教之始祖 其时道教渊源于原始 由原始而化三清 三清乃是三位 一体表无极太极皇极 以三极而立极 既传远始之大道 故无极移动而生 太极 二一三才而化万千 此未知一离散万书 由先天而化后天也 人类极为无 极远岭 由天地正气而生 其他动植非浅 为天地偏气所化 故人为万物之灵 得三才之正气 且人生俱阴阳二 为一小天地 若能以正气律用 则能和天地 祖渊玄超出太极而归无极 道教玄为 由道德经五千言 而发归至极 淡言 多必施 多言不如无言 故以清静无畏力道修身 燃真道悲在远处 寒谷观 中其青牛 道妙玄为指在目中 目为灵魂之窗 日月对照 水火寂寂 造化阴阳 于妙玄 则观俏无欲 道场红开雨 道教已清静守神 神灵自在 则是真人 也 道不必远求 只在眼前 子竹灵中观自在 清醒好修行 追随前人的脚步 后学周茂年 修半道理念正确 后学跟陈前人一起修半道的经验中 值得一提的就是修半道理念正确 上天慈悲 我们全家人在中营逢坛主的佛堂求道 陈前人正是后学一家人的 点传师 记得求道那晚 前人一共点了三十几个人 佛堂很小 都跪到屋外去了 深深感受到能求道真的是要有根基 有佛缘 也有祖德 那时我们还在六甲单位 陈代前人的领导下 到了民国五十六年 五十七年 麻豆单位和六甲单位正式分开 麻豆地区的道物归麻豆单位 六甲地区的道物归 六甲单位 中营 下营才正式归属我们麻豆陈春来前人领导 那时道清不多 陈 前人就像后学的大哥或父亲一样 有什么事情就交代后学去做 只要是陈前人交 带的是后学从不敢说不 比如说那时后学常常要盲浓雾 有时割稻子采番 鼠地瓜回来很晚了 还没洗澡吃饭 就要赶着和前人一起去饭道 陈前人 那时骑了一辆机车 他总是很早就来等后学 要赶后学去饭道 不管是下营或是 去哪个地方 后学一定放下手边的工作 一起跟前人去饭道 陈前人自从得到以后 修饭道的理念就一直很正确 因为他不贪不穷 即使在前人刚理念不久 没有什么修饭道的经验 但是因为他的理念很正确 时分坚持 道真理真天命真 所以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他自然都有智慧都有 办法去突破 所以印象中陈前人给后学最重要的教会就是 修饭道理念正确 好学不卷千功稳重 陈前人真的很好学 他原本不会写字 写字总是一话一话的合固起来 但是 自从求到以后 他下了很多苦心 从自己的名字成春来三个字学起 不断的练习 在民国五十七年领前人的命后 前人要各位也传师和人才读学 拥浅言心 住自己读到不懂的地方还会去查字典 后来他在义和圣堂讲道理时 可以写 满好几张黑板的字都不用看稿 为什么前人会懂得那么多字 除了释切而不舍的 练字之外 他的记忆力也很好 比如说今天要点到 有二十几个求到人的名字 只要念一次给他听 他就能够附送不会漏掉 陈前人在御史山时 每天早上三点多 甚至有时两点多就起床 趁还没现早 乡前在卧室里读书 黑板上全是他写的字 他八十几岁时 还在背经典 所以 他好学不厌 惠人不倦 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 然后五点现早香 现完早 香就陪和老前人喝茶 散步 散步时前人总是让老前人走在前面 不敢于 月 掩守尊师重道之本分 因为成前人的谦虚包容 老实稳重 老前人非常信 任前人 所以前人帮老前人处理了很多事 当时心底有三十一个单位 前人都 能代替老前人很有礼貌的接待 不因谁的资历高低而有不同 所以前人在御史 山也得到了各单位前人的肯定 为道牺牲生病也该愿 民国五十六年 香港五老前人来台湾游玩 那时后学改和老前人 五老前 人 成前人 为小姐和高小姐还倒一周 在途中喝茶休息时 和老前人关心起 麻豆单位的连续两场大考 一场市里经理的三财班 被抓了八十几人 另一场市 下营的审坛主 开班时被抓了五十几人 后学向和老前人报告说 为警法法 除了科处罚金以外 不会移送法院 请老前人放心 和老前人感叹说 师尊 师母时代在大陆就想申请合法 但是政府不通过 台湾的老前辈们也 都想申请合法 使一贯道的弟子们可以抬头挺胸 立足于社会 免受污蔑为邪教 假使一贯道能合法 要我们牺牲生命 我们也甘愿 这是后学亲耳听和老 前人说的 后来一贯道要合法化 后学和前人都有去和老前人那里参加理事会的开会 有一次老前人 有一次老前人叫陈前人去想知道前人对于合法化的看法 前人很尊重老 前人 他说老前人 你愿意合法化 我们就愿意 你不愿意 我们就不愿意 老前人说 你不要问我愿不愿意 你自己愿不愿意 前人和后学商量 觉得老前人有意愿要参加合法化 可是当时同修们意见分歧 不知如何决定 老前人就说 我都不怕死了 我的身份证印章和我的履历都写出去了 那你们还怕什么 陈前人这么有勇气 决定要参加合法化 也带动大家参加合 法化的意愿 那时中士九十分钟来中 银元昌真支场及家庭采放 就是因为成 前人的勇气和智慧 后来和老前人归空后 很多前贤都不知何去何从 那时候 学请示臣前人说 前人我们要跟谁修呢 陈前人说我们谁都不跟 虽 然老前人归空了 我们还是追随着老前人的脚步前进 忠心不二 后学友 说那以后我们可能会受到很多批评 陈前人说 没关系 只要我们站的 正坚持我们立场 不用烦恼太多 因此我们今天会参加合法化 一方面因为 陈前人了解和老前人的想法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身为后学的我们理当义不容 词 栽培后学造就道清 新建议和圣堂是陈前人修半道的目标和愿望 很早以前我们就想买快的来 建立麻豆单位的道路中心 我们曾经到乌山头水库的附近找的 又到仙宫廟看 头山 李阿园一直找到深山里 后来又找到白河水库的附近 那里有快八甲多 得地 环境很优美 要卖两千多万 本来已经准备要买下来了 但是他没有任何 出路 只有一条通往水库的路 水库门口又有一个派出所 当时一贯到堂位合法 画后学向陈前人请示 不要买这块的 因为在这里面感觉就好像在一个布袋 例如果政府要取缔我们 只要封住路口 我们就无路可逃了 于是我们就放弃 不买这块地 后来后学拜托官田公所的冯客长良明先生 帮忙找的 那时我们曾考 绿六甲的阿古山 他说阿古山不行 那是六甲乡公所的公园用地 所以后来没办 法只好一直等 等到因缘成熟 上天慈悲 我们才买到神圆山这块地 陈前人 一直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真正合法的地方来建立圣堂 所以说这是前人的眼光何至 是 我们买神圆山这块地的时候 陈前人对和老前人尽忠尽益 他坚持要待在 御史山有时开班才会回来 到了要新建议和圣堂 蓝图画出来时 后学去向城 前人警示 陈前人认为当年圆昌要给和老前人过生日要做的建设 陈前人都要 后学开车载他到台北 高雄及各地 已经参观拜访过很多大间的百货公司 大楼 所以陈前人很慈悲的说 后学的经验和看法已经很多了 他向后学说 人多 意见就多 你的经验也很丰富了 就全全交给你负责 前人不表示意见 因为 他认为如果表示意见 大家的意见难免会有不同 所以要后学和各位给传师去勾 通规划一盒圣堂 大家同心协力去完成就可以了 这是前人对后学的教导和栽培 陈前人曾从事建筑工程式各类行人 在圣堂新建的过程中 对于建筑的重点 安全的措施 都跟曾经万先生做明白的交代 因此不论是圣堂的板模或阴架都 做得很安全 所以一盒圣堂的新建过程很平安很顺遂 实在是因为陈前人的指 道还有曾先生适当的考量 与天恩师得案中加倍 在圣堂落成后 在圣堂落成后 陈前人也觉 得非常满意 他谦虚的说 还是要让你们年轻人来做 如果是我来做 就会随 便丁板模 随便拉音架 可见陈前人在建筑上非常有独特的见解 另一方面他 非常慈悲 愿意给后学发挥的空间 以退位进圆满道场 在修道上 陈前人是个很严谨的长者 他总是规规矩矩 值得我们效法 前 人严谨的方面很多 包括说话 衣食住行上 他都很严谨的要求自己 可是他又 很慈悲 常低声下气 不会怀着前人的姿态来对待别人 他常谦虚的说 我没读过书 也不认识字 所以大家都胜过我 大家自修自得 修得好就可以了 这就是他为人处世的一种圆满 前人对同修和后学们 一直都是尊尊教会 比如他要讲我的过失 前人不会指 明道性的责备我 而是举别人的例子说 某某某是怎么样 要让我自己去体 会又不会伤害到任何人 这就是他慈悲的地方 但是有时有人会觉得被前人 误会觉得很奇怪 我没做错事 为什么前人会说我 后学就曾经说 其 时前人不是在说你 而是在说别人 前人一生为道牺牲 对道始终坚持 无怨无悔 因此几十年来 不论任何苦 难 考验 他都能以智慧透彻磨难背后的实意 安住己心与道场 平稳地度过曾 曾的磨难 他时常跟后学说 要以退位境 人生就会很快乐 人会痛苦就是一 为要争什么 不争就会快乐 几十年来 前人从不后悔 尽本分地把所有议和 圣堂的后学 带领好 这就是他伟大的地方 落实礼节修办他时 陈前人一直希望到 清在修办道上 心性涵养能再提升 还有礼节方便能再加 强 因为修办道的基础就是 从礼开始 修办道中 所有的礼节和礼仪都要学 都要教 修道是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我们遇到浅贤或同修 不会问好 不会打招呼 这都是应该要教育的地方 陈前人一直希望我们可以从礼节开始学起 甚至从 校道来教育 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根本 前人已经陈到了 后学陈黄陈孔 陈蒙所有点传师父气 希望后学跟大家一起学习 后学义和前人一样 希望所有的同修能从礼节落实 因为修道不能离开 礼节要从礼节开始做起 还有大家到学上要提升 虽然现在大家都有学识 道讲的很好 当然这是大家的荣幸 但是更希望大家不是只有道讲的很好 修道 也要修得很好 也要修得很好 真的落实讲到做到 这是后学对未来的期盼 包括后学在内 每个同修都能真的落实学 修办行 不要只讲不做 讲给别人听 字 己却不行 大家脚踏实的 实实在在的学 修办行 还有台湾的道场要顾好 希望每一个县市 每一个乡镇都有道场 这也是后 学对未来的希望 也希望到可以传遍每一个国家 让我们更多的人才能够乐愿 能把道路推的更广 这不是我们个人的成就 是完成上天老以及我们老祖师 师尊师母所赋予的天命 这是我们白羊弟子的责任和实力 道学研究 要修五种命 编辑部 八十五年岁自禀子新春愿成前人慈悲 一 前眼 修命者 有生命 宿命 宿命 性命 实命 天命 修命者 善尽其则 不怨天 不由人 乐天之命 亦则乐命也 自古以来 对于修命者有很多不同的讲法 如 修性了命 修性恋命等 而一般所说的欲周天转法文叫做修命 其实这些事情 没有离开生命范围 这和修性了命没有多大的关系 不过对身体有帮助 使生命 较健康而已 命有五种 一生命 二 宿命 三 性命 四 使命 五 天命 二 生命 生命是身体的健康 心脏的强弱 生命是身体的活命 性命是本性的命 性 命和生命不一样 人出生以后 因为有一种宣器 有宣器的受数叫做生命 有宣 气的呼吸 这个东西叫做生命 生的命就是活的命 当然人一生下来就有形体 有的生下来身体叫健康 有的叫不健康 有的心脏叫强 有的心脏叫弱 这种东 西属于生命 身体的命 我们修道 对此也要加以保养 因为这个命算是从父母 那里生出来的 另一方面附在我们过去世的一种业 所以才有一个身体 有此生 体 那是难能可贵的 尤其现在要得到人生很困难 神要来这个世间出生没有那 魔容易 鬼要来这个世间出生也没有那么容易 修道要有涵养 多做功德才能得 论生 不要等到失去人生万劫不复 才知痛苦 虚知三千大千世界 云云众生之 终能得到人生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 虽然说 人生实在很短暂 但却有所可畏 做圣人先佛也在此中而成 变成妖魔鬼怪也在此人生 或者是在得人生皆受闻 灰也在此人生 所以圣人先佛皆降生在此世间 来完成这些使命 妖魔鬼怪也出 生在这世上 来做妖魔鬼怪的工作 生命不只是人活在这人间有 宣企之时叫做生 命 天堂的神也有天堂的神的生命 一切非情走兽皆有生命 但只有我们人生 命是非常的尊贵 三 宿命 宿命是人的命运又叫做业命 有的人一生不富有不行 不富有来算钱 不算 前来使头痛不行 结果只得来是神经衰弱症 人的命虽然有好坏 但为什么圣人 叫我们要乐天之命 因为出生命就已经这样了 极难更改 而且也不是富有才能 成道 贫穷就不能成道 没有这一种道理 所以宿命这一件事情 我们要不怨天 不由人而乐天之命 什么东西宝贵 什么事情使你快乐 只有真理宝贵 真理能 使人心里快乐 如果心里不快乐 吃好的东西也不快乐 穿美的衣服也不快乐 快乐与不快乐和物质没有多大的关系 当然啦 在还没有得到干扰的时候 认为这 样才是快乐 但是等到得到了 就会认为很讨厌 不然欺杂多太子 为何愿意抱 弃江山而去修行呢 以前的有钱人大富贵人家 放弃这些东西去修行的太多了 假如这些东西能使他快乐 他何必抛弃这些东西去修行呢 所以这是一种错误的 见解 因为人迷惑的关系 宿命每一个人皆有 这是前世的事情 前世的事情无 法挽回 过去就过去 不用再拿来论 不过以现在的立场去了解他就可以了 这 是对宿命的态度 也唯有这样才能乐命 如果你起不好的心 不接受你应该要接 受的业命 这样你的命一定不能乐你前世种苦根 这世去受苦根就好了 苦根消 完就没有了 不接受是不能乐命的 四 性命与使命 使命者 每一个人来这世上皆有其使命在 尤其是修道人 没有修道的人 没有什么使命 以修道的人使命叫做愿 因为佛 菩萨是有一个愿才来这世上出 生 他们不是为业而来 就像观世音菩萨 有了要苦度众生的愿 完成上天的使 命而来这世间出生 师尊师母也是一样 这中间不能说他命的好坏 为了要完成 上天所付的使命 说不定来这世上杀人的也有 魔王来这世上扰乱的也有 这叫做使命 当然凡人没有什么使命 但是诸位有使命 得到以后立愿叫做使命 到以后诚心保守 实心忏悔 所以我们得到以后要度人 这是我们得到道的人的 使命要去开荒 这也是修道人的使命 得到以后就有愿 但是这个愿不是现在 得到修道才有 以前的佛祖 他们修道行道之时就有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度人 开荒 又为何我们要度人开荒 外国人就不用呢 谁叫你先求道 你先求道不去 度人救人那有谁要去度呢 谁救呢 不然你慢求道也是先求道的人 来度你真理 是你知道以后你就要承担 这没有什么理由可讲的 如果你不明白真理不明 理那么上天不叫你做 这叫做先知觉后知 先觉觉后觉 这是应该的事情 是 义务没有什么理由可讲 也没有所谓的功德 没功德本来就应该做的 因为 我们大家与别人先求道 先领领 先求道必定要度来求道的人 先发展的地区 定要去方柱后发展的地区 这是义不容辞的 幻道我们如果是后求道必定要要求 人家成全我们 老师为何有义务讲道理给我们听呢 因为他先成佛 我们慢 所 以他有义务 所以我们要了解真理这一件事情 先明里的人就有责任 先明白的 人就有义务 就要替天行道 带天宣化之义务 这是我们良心的事情 我们怎能 眼睁睁看人家堕落地狱 师尊师母独自哀怨 无人替他们行道 我们求道士之旗 良心的事要代替办 这叫做实力 所以修命者要善尽其则 要好好的尽自己应该 尽的职责 不要怨天不要尤人 虽然别人没有受到这一种禁欲 而你受到这一种 挫折 但你不要怨天丢人 因为这事上天要了 却离过去世之夜的关系 为了要了 却离过去世的夜 所以让你受到这一种折磨 你就要忍耐 就要拟了素是冤孽的 时候 当时梁武帝他也是这样 他在台城上已经快要饿死时 在他心里想修道 这么痛苦 不如开斋或见 那时至公禅师在空中告诉他说 现在就是你要了素是 冤灭的时候 两谷弟听了以后 才甘愿被饿死 饿死以后成就阿罗汉道 以前浅 这一个人的夜 所以这一世必须要受其报 这也算是一种因缘 也就是叫我们了 命的原因 所以修道人不要怨天 也不要怨的也不要由人 自然之事 如果没有时 魔力有可讲 所以必须乐天之令 为何我们要这么辛苦 而别人不用呢 你能埋? 怨吗? 你也没有看到人家前世如何在故事 也不想人家前世或者今世做多少善事 所以修道人必须要了解造化之真理 天地造化 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造化 的真理要如何守得住 修命者善尽其职 好好的尽你所应该尽的责任 不要逃避 我今天会遭遇这些事情 是前世累积来的结果 如果没有前世就没有今世 所 以不怨天也不由人 不但这样在这时可以了却很多业 而且生出很多的功德 人家 毁谤我们 我们不但能甘愿忍受 而且还很高兴接受 则毁谤我们的人的功德 到我们这里来 这么好的事情 为何你不能忍受呢? 孟子曰 未从驱绝者瞻眼 意思是说驱鸟王 竖从里头的是老鹰 这里面的含义是什么呢? 老鹰就是指结王 咒王 竖从就是指贪王 虎王 鸟就是百姓 竖王无道 所以百姓才逃 到汤王 到汤王 虎王那里躲藏 我们修道之中 不怨天不由人 你要乐天之力 毁谤我们 得人他所有的功德 德行都跑到我们身上 但是要看你是否能受 如果不能受 他把鸟就赶过来 你又把那些鸟赶走 就是这一种道理 所以修道者善尽其责 你要好好地尽我们的责任 我们听了很多道理就是要学以致用 将所学的学问意 用在各方面 公行实践 我们研究道理就是要实行 不然研究道理有什么用 所 以说修道人每一个遭遇不同 每一个的环境不同 这和过去是有关系 或者上天 有一磨炼我们也说不定 譬如说后学我的磨炼就很多 因为我太陌弱 太愚痴 没有智慧 上天加以磨炼 是能稍有所得 在这之中如果逃避就没有磨炼的机会 也没有今天 所以修道人不怨天 不由人 如果天之任何做法皆是慈悲的 家诸 我们身上之一切事情也是慈悲的 不怨天不由人 如果能守得住 一切德行皆归 在你的身上 或圣人 先佛也是这样而成的 修道就是乐天之力来忍受 命才能 这叫修信了命 就是性命 修信了命 不是静坐之意 静坐是属于生命之事 转法文当然身体会较健康 但是对于冤灭却是不能了 认真来说 认真来说修定这一件 是讲不完 一举三得 五的皆在此中得 五 天师之命 天师之命 实命天使之命 助理 领任 坛主 讲师 人才 就是点传师提 拔 拔出来 拔出来 为了道物应用关系 所以提拔名称 叫做天使之命 不是点传师 不是点传师命令的 点传师的命令是根据天 叫做天师之命 如果点传师为了私人的事情随便命令 人做事 这是私命 自己私人的命 不是实命 若是点传师之实命盲得无法帮助 是助理 领任 一切到亲也可以帮助点传师家世的盲也可 此不是私人也不是 人情 这也是实命 有机会可以帮助点传师家务此世大公无私也 一经研究 十四 一经四传班 序挂船上偏定一挂 成永弘 一 何谓四传 序挂船 有分上下偏 上经位上偏 下经位下偏 为什么用读序挂船 因为序 挂船是文王圣人所偏排 竟然有序 他是由无极而太极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 像直到六十四卦的顺序乾坤屯蒙虚诵诗 为何文王圣人 为何文王圣人要如此偏排 有他的道理所在 许多人独序挂船 而后拍案叫诀 赞叹文王圣人的智慧高超 一 为他把六十四卦安排的井然有序 而且遥遥相扣 挂挂相比铃 所以方位序挂船 细词船 是当时孔子圣人研究易经 火候至深 孔子圣人好学故卷 教人故 燕一生洁净心词 度化众生 直到七十二岁 撰写细词传完成 其言一心得甚多 全记载在细词传 当时唯有七十二贤人 才有资格聆听细词传 细词传分位十六 章 共有四千多言 即是孔子圣人妙智慧的结晶 说卦传 处处皆有道 处处皆有意 佛曰 亦花一世间 亦念亦天堂 把末当下 以第一念取卦 自然可以屈及必凶 说卦传可以以天魂相而论 如干 为天 正为雷 迅为风 以地理相而论 干为精 离为果 迅为木 坎 为水 昆为土 以五行相生相克 而论及凶 以人物相而论 如干为首 坤为腹 正为足 迅为谷 坎为耳 离为木 更为首 对为口 以动物相而论 如干为马 坤为牛 正为龙 迅为鸡 坎为屎 离为智 更为狗 对为羊 以静物相而论 以静物相而论 见也 坤 顺也 正 动也 序 入也 卡 现也 立 立也 更 指也 对 说也 雜卦船 其文甚短 如干 刚 昏柔 短短四个字 以把前昏两个卦 严肃 以静 所以雜卦船 是以言简一概 深入简出 以少画多的方法来阐述 为何叫雜卦船 因为很复杂 一个卦出来又深画动调 宗卦 错卦 兵主卦 来真身卦等等的错综 变化 以异而泪万 仿佛社会是一个大染缸 如何在浑浊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如何在杂乱人生当中找到定力 此为杂而不乱也 二 序卦曰 有太极 然后有乾坤 有乾坤 然后天地之位令焉 故受之以乾坤使 焉 宋朝周敦仪的太极图说 也说明无极而太极 深化两仪 未动 静 刚 柔 阴 阳 清静 今曰 夫道者 有清有浊 有动有静 天清的浊 天动的静 南清女浊 南动女静 此乃两仪之化也 两仪之后而五行 金木水火土 我们 都是在五行当中 而无法超脱 五行而后是干道成难 昆道成雨 而深化万物 所以我们的总根源是无极而来的 聖人曰 无极者太极之巨也 太极者两仪之巨也 两仪者天地之巨也 天地 这万物之祖也 此段也证明万物之始始由五集而来 以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曰 有物混成先天的身 既西辽西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待 可以为天地母 无不知其名 自知曰道 强卫之名曰大 大约是 是约远 远约反顾到大 天大 得大 人亦大 欲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焰 人法的 得法天 天法道 道法 自然 太极 太极名称的由来 太极是儒家的名称 天道是历来哲学家 文学家 宗教家 所说的天道 此天道 此天道不是四生六道的天道 而是天道深化自然法则的天之道 也是武教经典中记载所言的 道 上帝 佛 圣人 太极 其实都是一样 咱们 得到就是要了解宇宙的本体论 即是无极而后的太极 以道教而言 无极而太极 以儒教而言 亦有太极 所以道教所说的无极就是 儒教所说的太极 其里一也 咱们佛堂所供奉的二十个字是明明上帝代表耶教 无量清虚代表道教 至尊至圣代表儒教 三界十方代表佛教 万灵真改代表回教 所以武教圣人所讲的道理即是一经所说的无极而太极 又明明代表超乎一般 的天界以上已作为无法说的至尊至贵 也代表无极老 无生老是宇宙万有 的根源 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 在大陆上是用这个字来台湾因为受到多方因素 所以用佛像来代表上帝都是一样的祖先也是一样的 因为不知道有上帝的存在就分彼此了 一个人若不知道的存在就分你我 有道的人就不分彼此了 八十当中有眼耳鼻舌身意莫那时阿赖耶时 第八十阿赖耶时就 有一阴一阳未知两疑 另一个说法就是因果佛曰先佛怕阴凡夫怕果 因缘果报而在此生变化 串法 昆化曰基善之家必有余庆 基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诗曰 行善必昌 行善不昌 祖宗必有余秧 秧于境即昌 作恶必灭 作恶不灭 祖宗必有于德 得于境即灭 又曰 行善之人 如春日之草 不见其常 日有所增 作恶之人 如磨刀之时 不见其面 日有所损 王善人曰 做事合乎道理就是善 被乎道理就是恶 法事做好就是善 法事 做坏就是恶 存心供就是善 存心思就是恶 又曰 世上三大恶人 倒脏骨 算 讲道不行道 知过不改 吃点亏就心难过 占便宜心就高兴 非分之事 知道不可做而 念念不忘 非法之事 知道不可做却偷偷地做 三 为何要以甘 昆关守卦 子曰 甘道成男 昆道成女 甘之大使 昆作成物 大使就是先天的就自然有的曰 上帝 道 太极 是有物混成那个东西 但这个最接近 最容易了解的就是前卦 昆作成物 就是昆顺着甘 的顺成天 而生万物 如困到侍奉先生 教育孩子 吃尽一切苦 默默耕耘 无怨无悔 走 是以先生小孩为主 委曲求全 圆容其事 此曰 夫干 其静也专 其动也直 是以大生焉 夫坤 其静也稀 其动也辟 是以广生焉 其静也专 即是静的时候很专心遗志 为以也 有一记可大生 大生 即 是贡献给别人 牺牲享受 享受牺牲 无谓的奉献 其度量宽广 如载相度里能 成传 大生而后自然能广生 广生就是不论学到或做事业 各方面 要有爱心 牺牲奉献 无怨游的心 为了道物 为了天下众生 只想一心一意的才陪人才 度化众生 由一而识 识而百 百而千 千而万如子教广生 序卦传每个卦都有最好的窑及最不好的窑 最好的窑为善因 最不好的窑为恶 因 我们来看第一卦干卦 干卦是纯阳之体 代表咱们的佛性 又叫金刚体 是 纯善无染 三字经约 人之初 性本善 其善因为九五条飞龙在天 力见大 人 像约 飞龙在天 大人造也 甘为天 天有天理 得有地理 人有性理 料 与天地合其得必要找到身中的大人 如家约 圣人 道家约 真人 佛家约 佛 即是一经说的大人 如何找到大人 一定要先来得到 才能飞龙在天 力见大人 圣人约 无星即宇宙 宇宙即无星 天是一个大宇宙 人是一个小宇宙 天是一个大道体 人是一个小道体 天地为大乾坤 人生为小乾坤 天有日月 人有二目 天有一年 人有一生 天有四十 人有四支 天有阴阳 人有男女 天有风云雷雨 人有喜怒哀怨 天有东西南北四方 人有耳鼻眼口四门 天又不 侧风云 人有旦夕或福 天地有的 我们也具足 古人曰 知足常乐 知道咱们本性本来就具足 和其自信能生万法 自然而然常乐在心头 季宫是一个大季宫 我们是一个小季 宫 要如何与天地相继合 就是要画龙点睛 此龙才会飞起来 咱们是龙的传人 心中之龙要点睛 才可由求道 学道 行道 乐道 以至成道 有如神明要开 光点眼 画龙周也要点眼 才能有灵气 干挂最不好的遥是上九遥 抗龙有悔 相约 抗龙有悔 赢不可久也 非得太 高 便臣自以为是 抗高骄傲 目中无人 未俯过高难于清净 有慰而无得难于 福人 自然没有后学 没有知音 没人要帮助你 所以有慰言 断曰 大明忠实 六位时辰 时辰六龙以御天 我们不但要明心见性 而 且要大明忠实 就是既既与未既 干挂至未既忠实 就是说宇宙的起源 即宇宙的终点 咱们今天为何要得求天道 因为要求宇宙的中心点 咱们今天要得求天道 因为要知道生从何来 死是从何去 所以都要知道生中的龙在哪里 六位时辰 无论你站在一 二 三 四 五 六摇都不要紧 你都不会失败 一 个人走在 天 地 人位都可以成道 那么相当是不简单 表示前辈者或后学都能成道 但是他说你要会驾驭 这六条龙遨游在六须中 遨游在天空中 任你来去 逍遥自在 无忧无虑 那么到这种境界已是达到庄子约 如同一条非再半 空中 逍遥自在 成天之阵 非龙 咱们今天学到是你得到逍遥 若学到月 学越枯燥 就是哪个地方有错 就是你自己的境界不够 以后 照理说来学到逍遥 修悦 快乐 愿颤文解说 曾经常 依前言 愿长大人盛训 今天动地 班会开启 大颤毁班 应时应激 天草卯实 领慈欲 诸天仙佛 护法到齐 得草渊业 立刻奉离 因果业力 清算在极 张举白连 追讨可以 贵听两旁 一念秤虚 知愿之道 真道不期 若真忏悔 赦免无疑 故而紧张 升降知迹 九旋七祖 一样打击 精卫兄 领地设令 道坛检举 检点资格 方可参与 首先 虚情假意 仰奉因为者 退下去 退下去 再者 身心 父亲 未立清 口愿者 场外力 场外力 即刻离席 离席 资格鉴定 问心可有疑 真考验 真假惟 真知 真见真行为 真情 真意 真忏悔 真赏 真罚 真罚真道归 问帝背 有没有罪 问帝背 知不知罪 问帝背认不认罪 帝背好自忏悔 佛曰 圣人过多 贤人少过 凡人无过 因此而知罪认罪 忏悔尽尽 成就圣佛 二 我们尚在生老病死中吃泥吗 我们尚在喜怒哀悦中吃泥吗 我们尚在妖兽穷通中吃泥吗 我们尚在财色时睡中吃泥吗 我们尚在得失重谷中吃泥吗 我们尚在烦恼妄想中吃泥吗 自学修办以来 尚孤作孤作 尚有娇气傲慢吗 尚有贪婪妄想 尚有猜忌疑惑吗 如此当悟人悟己有愧己则 心性昏庸 辜负上天浩荡皇恩 因此当发至情感 化自己的痴迷 三 时当成春来前人奉恩照 回天交止之计 更当体会无常迅速 则无旁贷 亦无反顾 针对明白中觉醒 洞悉道结病降之因缘 积极修成消解涅之功德 坚信愿行政之定立 石头道运之真基道统真传 成绩天命之道迈传成天命真传 真修实习天命之心法心法真传 以至理来教化自己无知 四 世纸离悟年终寇肯黄恩典祖师洪 辞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大慈愿 长大人特赐允许佛前悔过 在反省中反求 是非对错小于等于大于心安理得之平和 真名夺利小于等于大于推功来过之美德 我指我见小于等于大于接受包容之良策 自以为是小于等于大于低心下气之品格 要求埋怨小于等于大于立身行持之功课 指责他人小于等于大于自我原容之原则 以至法来度化自己的顽固 五 在养性中养晦的真法时修六度万行 师尊老大人辞讯 当徒儿看到花花世界就要想到无常 当徒儿看到云云众生就要想到无身 要在日常中准备无常 要在平常中活出真常 要在反常中之道正常 要在非常中修养寻常 一以此四大当真 以道为师 以德为尊 依徐道为体 佛规及和老前人 成前 人一贯之精神为中心思想 以真诚之心 拥护追随周前人为领导体系 南极先翁慈序 当要把道德扛在肩上 追溯道统的流长 沉济夺业的恒长 当要集含养来修的像样 酝酿教养的真理 演化教养的真善 当要将心性谱放光芒 把握良心的发现 掌握自信的视线 当要用智慧应付无常 修道智取纳正法 半道会发纳妙法 师尊老大人 能力要与潜力合作 才能发挥不死的生命力 业力要与愿力合作 才能发觉到故业的使命感 发挥我们的生命力 扛起我们的使命感 步道于万国九州 时时在在 绝不孤 名调欲 远离诱因 心口合一 真修实恋 开创未来 青蛙的故事 生活起敌 从前有一群青蛙组织了一场攀爬比赛 终点是一个非常高的铁塔的塔顶 有意 大群青蛙围着铁塔看比赛 也给参赛者加油 比赛一开始围观 这青蛙都在议论分 分 没有谁相信这些小小的青蛙会爬上塔顶 确实太难了 他们肯定到不了塔顶 他们绝不可能成功的 塔太高了 听到这些参赛青蛙 一只一只开始泄气了 那些情绪高涨的青蛙还在往上爬 围观青蛙喊着 这太难了 没有谁爬上塔顶的 有越来越多青蛙累坏了退出比赛 但是还有一只青蛙却越爬越高 一点没有放弃之意 他费了很大的劲 最后终 鱼成为唯一一只能到达塔顶的胜利者 很自然的所有青蛙都想知道 这只胜利者的青蛙 就有一只青蛙跑向前去问他 哪来那么大的力气爬上塔顶 那只圣利者青蛙微笑不回答 发问青蛙他发现圣 利者青蛙是龙子 这个故事的寓意 永远不要听信那些习惯消极悲观看问题的人 因他们只会本 所以你内心最美好的梦想与希望 任何时候总是记住你听到的充满力量的话语 因为所有你听到的或读到的话语 都会影响你的行为 所以总是要保持积极 乐观之心态 而且最重要的是 当有人告诉你你的梦想 不可能成真实 你要变成龙子对子 充耳不闻 要总是想着我一定要成功 展现佛眼看红尘 谢周望 一 前言 禅宗于 于得水而忘乎有水 鸟成风而不知有风 同理 仁居娑婆世界中 不知这个友情世界是一个灵性历练的大宏奴 想想多上诸天神圣 诸佛菩萨为了 愿力行使 以及自身的提升 君臣愿再来 二 开悟 慧能大师语 不悟及佛是众生 一念悟实 众生是佛 夫子曰 得知 不修 学知不讲 文艺不能图 不善不能改 事无忧也 曾子也曰 无日三 神无身 为人谋而不忠忽 与朋友交而不信呼 传不习呼 圣贤佛菩萨他们 能悟 懂得善用一切环境来精进自己 磨练自己 成长自己 古人云 学贵心悟 学佛修行重要性 在于要懂得用自己的心去体悟 宇宙万法静在自心 修行者 调目 唯有生物体悟 生死究竟 以及烦恼 根源 实相才能转烦恼为智慧 因 为心知虚灵知觉而以意 而以为有人心 到心知意者 则以其或生于行器 或 源于性命之正 而所以知觉者不同 是以人心为待而不安 或到心为妙而难见而 然人莫不有事行 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 亦莫不有事性 故虽下于不能无道心 二者砸在方寸之间 而不知所以致知 虽然修行这条路 是坎坎坷坷 苦难无比 但有时换个角度去看 能戒短 暂人生 吃苦磨练你的心智 成长胜过别人 这就是别人的不道的智慧所以胜 人才讲患难可以验出一个人的人格 困穷可以显出一个人的气度 要知道顺境中意迷失自己 逆境中才能警惕自己 所谓居高益轻居公益 教此为修行之大弊 修行要懂得到在古中求 欲不拙不成器 剑不磨则 不利没有秋沙东藏之逆 那来春生下肠之荣 同理修行若无艰苦 卓绝之逆 行何能开创万八圣也 三 红尘之礼 现今修行者 安逸中常忘记自己之实力 以及容易流失自己光明的自信 为有尽流中才能集出美丽的浪花 人有时候吃点苦才能圆融你的心性增 常智慧那并不代表 展现慧眼看红尘 其主题是告诉我们 开启内心深处 无穷智慧在面对 红尘俗是才能保持心的沉静 不去求不去妄想尽自己本分也好自己讲 色人间处处是净土 现今修行者只懂得规划人生方向 道路方向 而不懂心之方向怎会开悟呢 唯有往内扎根 开启智慧 接纳一切因缘 用平等无私的心去修办 道 四 修道修心 修道修心即是把自己的心摆平 想象大海如果出现乱流 漩涡会失忆 调传沉默 同理 人心长起伏不定 亦产生颜导错乱 会阻断会根 让修行失去 方向 世间烦恼数不尽 世间心事素不完 在悟者的眼里 烦恼就是菩提的资良 心事就是修行的借尽 化烦恼为智慧才能转进 才能调浮内心 深化的无名 五 气无名 古得云 向前三步想异想 退后三步思一思 称心起时系思量 席下入果醉 吉祥 要知道明与无名权在智者的判断 所谓心中有佛天地宽 心若执着三界债 修行要懂的 多一分慈悲少一分称恨 多一分宽容少一分计较 人心多从洞出失真意指 人的心灵大半是从浮动处 才失去纯真的本 信 现今修行者打着修行招牌 披着修行的外表 但是心有千千结 烦恼挂碍 一大堆心随进转 随夜又走上另一个轮回 修行要懂的跳出心灵枷锁 用智慧心去观 我们因夜而来 也要集夜磨炼字 己 精进自己 集夜来跳出生死轮回 古人云 如果没有开悟 彻悟本心 任何修行都称之为方便 意指 修 心如果没有修路根 气路心性 那么表面上那些习惯性参班听法 习惯性念经作 禅 习惯性度化众生 都只称之为方便 唯有开悟后才是真正进入就近修行 自己 知修行大方向在那里 要达到究竟解脱 说这个物是相当重要的 这个物是相当重要的 唯有这个物才能关照到自己身心部 自在的 自在的地方 还怕成不得了 还怕成不得了 所谓 所谓佛心 就是 时时清醒 冷静 时时对他人 起慈悲心 时时宽恕别人 学佛最怕的是不能改掉过去天职 陋习却加深一分执迷不悟 迷上加忘 肯定入魔道 金刚金鱼如来者 魔所从来 亦魔所去 顾名如来 亦只真如佛性 本是无相知自信佛 亦即斑过十线 放弥六合 充满虚空法界 退葬余秘 在 自信忠悟时来来去 心静则见佛 心垢则不见 唯有往心性下功夫 真正达到自尽其心如 来自在眼前 自信本来清静 无畏 无苦 无凡 缘容 无碍 无碍 故魔所从来 亦魔所去 结论 西方路途虽然远 唯在修看至有痕 不怕慢来只怕战 不怕不到怕不行 是 上自古无难事 未难苟安乃俗情 丈夫有志超天地 客难之事在京城 一位修道士要达到大徹大悟 才会把轮常转 会跟永明众生所患的毛病是 推背作用 推背作用 一推移动 不推不动 六祖禅师是过来人 他说明实施度 明了自度 成为此句作助讲 人生哲学 苦海编辑部 世间怎说是苦海 现在这个世间 人质大开 文明日静 百宫具备 契用日 心千奇万亿 巧夺天工 何物不有 何事不足 到处山顶水秀 花月楼台 千 班家井 万种风光 明明都是花花的世界 处处都是锦绣的江山 怎说是苦海呢 尔如不幸是官是人 上至天子 下至庶民 三教九流 公子王孙 黎原子弟 脱波盖儿 谁能保得千日好 一生免了百岁忧呢 虽然会为天子 富有四海 但是为国为民 内忧外患 日夜及及思维 未尝 有依日安 日日常呼短叹 虽山珍海味 罗列奔前 忠世苦不能下宴 此非苦海 而何 公侯江相 官高未众 世上皆下 他每日的起居动作 处处还要如临深渊 步步如吕薄冰 中岁战战兢兢 举世忧心耿耿 这不是苦海吗 田园万情大 煞连鱼 家财万贯 为何如山 心为利欲所趋 身为财神所使 东奔西袍 昼夜奔波 真名夺利 真名夺利 招惹是非 他何尝有一日无有忧患在心呢 全贵当家 尚 且如此 其他三教九流 贫穷义义 贫穷乞丐 更不带言语 总而言之 尊有尊之为 贵有 贵之险 富有富之忧 贫有贫之患 贫有贫之患 谁能得一日无事 而做小神仙呢 不论地位高低贵贱 住居都成世四 但是乡村角落 总不能逃出 这个忧凡苦分的 国外 故曰 世间是苦海 苦海何来 什么未知苦海 苦海在那里呢 原来这苦 海市无有形象 处所 可以关的 亦无有一定之广辖大小 可以言的 大事大智 无有边际的 小事小智 已不可以登彼岸的 因为这苦海 是由于人心妄念 自造出来的 就是在人人之方寸 宝田中 要大 要小 皆可从人之所欲 放大时 则无边际 一生找不到岸的 故终生落在苦海 中 随波逐浪 不能登彼岸 收树枝 可以纳珠界子中 一步便可超出苦海 这 各苦海 人人人私有的财产 除了圣贤先佛而外 不论谁何都有的 只因人心离 道已久 本心失真 莫辩是非真假 遂至任苦海为福田 以为必争之地 所以越全责 其苦海的领域变越大 越豪富 苦海就越广阔了 因为强恨的 人 为要真名夺利 世事灵人 千方百计 施其狡猾的伎俩 侵占他人的境界 他自以为要扩张自家的福田 却不知反而把苦海的区域伸张起来了 弱小者 心有不甘 意自团结起来 与他们相抵抗 那只真的不是福田 却是苦海 所以 这世间 所以变成苦海争夺战的战场了 越争越纷乱 区域境界 越分不清 终治 人有些觉悟起来 所以把各私有的苦海财产提供出来 联合起来 组织了一个 世间大苦海 共赢的有限责任的大公司 自数百年前以来 各股东互相努力 开疆拓土 业务可算长途的进步 成绩颇有可观 自数十年前 已经开始弘历的 分配 虽有数次实施 但还是属于预告的 小规模的配当而已 例如雷洁之评 凡 风犬之怪异 风灾水患 瘟疫瘴 革命节 赤化节 扫灭节等等 若要正式的配当 须待将来小混沌 大开幕 大浩劫降临的时候 那时自然暗 赵个人任补多少的实际 公平分配 绝无叙思 绝无遗漏的 但上天非是闽人其 道将士 道德崇光 有先见的人 明了圣灵真道 发现了方寸宝田 心机一转 把从来的心词念头 调转过来把所有的事欲趣味 一遍探作冲淡了 贪民屠利的心 亦便未有了 把富贵公民 亦是作福云 虚花假尽 亦知是幻泡影 渐渐知道这个世间 乃是一个迷魂症 太极图 不是 酒恋之乡 苦海迷途的深意 使蜀破家丧命的死路 所决然把 古海公司的股权放弃 毅然脱骨者 颇不乏人 公司自然发表声明 退骨人 今后已经拥有权力可以 再受佩挤了 所以近年来 古海公司的社运 渐渐陷入衰落的景象 他日若在今 过一番小混沌以后 这股海大公司不炫肿 也要遭打倒闭的机遇 这事可已遇 断的 盖因人 人若经过这小混沌 受了意外的佩景 枪林弹雨 泡片 暴风 死伤 瘸疫 水火刀兵等等 当的猛性 自然悔悟 从前错用心机 本位求名求力求福 求兽的打算 殊不知反惹出这样可爱可怕的结果 大师所望 惊骇欲绝 不用说 还有人要保留这样财产吗 骨券自然变成废纸 还有人希望吗 只好把自家的苦海 废墟 把它抚平起来 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到那时 苦海公司还不倒闭 更待如何呢 从来爱河本与苦海相通 苦海原事与地律皮帘 的涅海市场的繁华 都是来自爱河的顾客 地律里这些主顾 都是由于苦海中 来的贵宾 苦海公司 既告倒闭 苦海既已填平 交通路绝 顾客绝迹 地律也 旧古有人问津了 十殿岩居 也要回归天庭 享受极乐的天福 从此以后 爱河 苦海也填了 恨天 怨福也补了 地律也归于无何有之乡 三 杨氏化为蓬莱先进 依余圣灾 愿勿以思言为和汉思可言 转转载文章 一和圣堂活动概括 编辑部 一 活动预告 月 日 日 年 暑假 国中 国小 成长营 二天 二夜 月 日 秋季班 月 日 清口班 月 日 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 日 人才在教育班 欣赏 月 日 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 日 重阳节特别节目 月 日 冬季班 月 日 大小状元读经会考 二 活动概括 月 日 二天 二夜 举办暑假大专高专成长营 月 日 举办读经老师在教育 月 日 举办秋季班 月 日 举办年暑假 国中 国小成长营 月 日 举办清口班 本刊宗旨 道观古经类人弘继往开来唱道统 一心度众脱苦海终身舍己法周称 阐述道学先天解先佛甚续讲分明 画人心旨于至善恢复本性为自然 净化世界为清平俗促进世界为大同 编后骨 编辑部 李凤 李凤英前贤有了因缘果报 使然激了英智得以度先 真难得 否则要肚气天神 在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 当时社会经济萧条 谈何容易 心意老前辈们远 离家乡到台湾开荒 时值得敬佩 台湾一贯到有今日之盛 旷皆仰赖这些前辈们的 牺牲奉献打下的基础 而今生向国外开荒 有八十多国家有道清带味道推展道物 净化人心促进世界大同 则其愿望指日可待也 健全修道心 淡化凡情事 使能在科技昌疑 人心贪婪 而是衰到为劫难 平人的末世里 静心建行内圣外王之修持 戴天宣化 普度有缘 拯救九六原子 以实现明乐净土家园 完成大同世界 及白羊修士之使命 修命者及白羊修士 修到人有生命 宿命 性命 使命及天命要修 生命是 人的一生 俗语 俗语 人生难得 六道轮回万八年 而今所得人生 是受因缘果报之 天才影响到个人 一生之甚衰甚至受命 此未知生命 人之生命如上述 但后天的 行功利得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佛菩萨也需要在凡间修持 使能成道 所以凡人要力 用此宝贵的生命 虔诚全力修半道以消账除业 行功利得才能了命 性命及字 性之命 在此言使命 是指修到者必须履行的任务 白羊修士事先的而后修所 以首先调 人度我 我度众人 以慈悲为怀 施斋保健康 不怨天由人 内功外 王 福慧兼修 参与修半道 不施 行功利得 代天宣化 替天行道 凡我白羊 修士皆赴有此使命 应付起责任 不但自己了命 也要携天下有缘人 一起净化人心 拯救世衰到尾 劫难平人的末世 已进入大同世界 天命是天师之命 典传师奉 天命半道救度庶民 凡我道亲不论担任何种职物 不分彼此 应合力协助完成办 道任务已达成天命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人堕落红尘 无不迷失于红尘 物足于 世人生死 世大 如等终日只求福田 不求出离生死苦海 自信若迷 福何可救 在此苦 海无边中遗失者自乐 不懂自求无生无死之境地 而今白阳三祈祷降火宅 我们 一贯弟子要看破红尘 多学习修道修心半道尽心 大彻大悟领悟善至实 以例字 渡渡人 带天宣化 替天行道 促进大同世界之早日来临 以完成白阳天使之位 大使礼 祝印大德方临录 一 现今部分 廖世豪一本 阳长徐一本 阳长贤一本 李奇伦一本 李一伦一本 叶赵安一本 叶红景一本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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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餐 十九 義和雙月刊 第十九期目錄 年月 經典背誦專欄 選考科目 五之一 金剛經編輯部 先佛聖訓 民國年義和聖唐天仁和一般編輯部 理事長家言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大道並行而不相廢王昆德 教育是明日的希望成紅針 清新好修行 陳春來前仁陳道周年紀念專輯 偉大可敬的陳前仁後學陳柏蓮 歷代祖師介紹 第十五代祖師孔子王子 道學研究 義經研究 義經四傳班 中級班 序卦船上天地二至五卦成永紅 無極真空真空妙有編輯部 針對反省中反求 針對養性中養慧周正山 道學用語詞彙裡一章 人生哲學 養生之道裡一章 義和聖堂活動概況編輯部 先佛聖歌 和實惠圖兒編輯部 編後語編輯部 義和聖堂宗旨編輯部 註印大德方明錄編輯部 經典背誦專欄 選考科目五之一 金剛經編輯部 法會應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未成指數給孤獨員 與大比丘眾千兩百五十人聚 二 實事遵時 實著一時波 入舍為大臣起時 於其城中 四地起乙 排至本處 半時 氣 收一波 起足乙 夫坐而坐 善獻起請分第二 使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 即從坐起 偏坦右肩 右膝著地 合掌恭敬而擺佛 言 昔有世尊 如來善護念諸菩薩 善護主諸菩薩 世尊 善男子善女人發阿某 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雲何映柱 雲何降伏其心 佛言 善哲善善善善善善善 虛菩提如辱 所說 如來善護念諸菩薩 善護主諸菩薩 善護主諸菩薩 辱經地聽 當為辱說 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應如釋柱 如釋降伏其心 善哲善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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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无相 我皆另入无于涅槃而灭度之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时无众生的 灭度者 何以故 须菩提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非菩萨 妙行无助分 第四 父次 虚菩提 菩萨与法应我所住行于不失 所谓不住色不失 不住生相味 触法不失 虚菩提 菩萨应如是不失 不住余相 何以故 若菩萨不住相不失 其福德不可思量 虚菩提 余意云合 东方虚空可思量不 不也 世尊 虚菩提 南西北方 四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 不也 世尊 虚菩提 菩萨应如是不可思量 虚菩提 菩萨但应如所交住 如理实见分地五 虚菩提 余意云合 可以身相见如来不 何以故 如来所说 身相即非身相 佛告虚菩提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 非相即见如来 正信息有分地六 虚菩提 白佛言 世尊 虚菩提 白佛言 世尊 虚菩提 余意云合 何以故 活有众生 得文如是言说 章句 身实信不 佛告虚菩提 莫作试说 如来业后 后五百岁 有持戒修福者 于此章句能生信心 以此 为时 当知世人不于一佛 二佛 三四五佛 而众善根 以于无量千万佛所众诸善根 以于无量千万佛 所众诸善根 以为此 当知世人不于一佛 二佛 三四五佛 而众善根 以于无量千万佛所众善根 而众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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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众� 而众善根 以为此 习一佛 身敬性者 虚菩提 如来西之西见 世诸众生的 如世无量福 得 何以故 世诸众生无父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何以故 世诸众生若相 受众生 亦无非法相 何以故 世诸众生弱相相 亦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亦无法相 何以故 世诸众生若相 仗 仗像 受者相 亦无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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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故 世诸众生若相 亦无法相 亦无法相 亦 若心取香,则为者我仍众生受者,若取法香,即者我仍众生受者,何以故? 若取非法香,即者我仍众生受者,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 若取非法,已是一故,如来常说,如的比丘知我说法,如法欲者,法上应者,何况非法? 无的无说分第七,虚菩提,余意云合。 如来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虚菩提言,如我仍众生受者, 余解佛所说亦,无有定法名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 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 所以者何?一切胜。 贤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 依法出身分第八,虚菩提,余意云合。 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已用不失,是人所得福德。 命味多不。 虚菩提言,甚多,是尊。 何以故? 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 德多,若父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聚记等,为他人说,祈福圣彼。 何以故? 虚菩提,一切诸佛即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 虚菩提,所谓佛。 法者,即非佛法。 一相无相分地久。 虚菩提,余意云合。 虚陀还能做事念,我得虚陀还果部。 虚菩提言,不也,是尊。 何以故? 虚陀还名为入流,而我所入,不入色身将未处法,是名虚陀还。 虚菩提,余意云合。 斯陀还能做事念,我得斯陀还果部。 虚菩提言,不也,是尊。 何以故? 斯陀还名义往来,而十五往来,是名斯陀还。 虚菩提,余意云合。 阿! 那还能做事念,我得阿纳还果部。 虚菩提言,不也,是尊。 何以故? 阿纳还名为。 不来,而十五不来,是故名阿纳还。 虚菩提,余意云合。 阿罗汉能做事念,我得。 阿罗汉道部。 虚菩提言,不也,是尊。 何以故? 十五有法名阿罗汉。 世尊。 若阿。 罗汉做事念,我得阿罗汉道, 急着我仍众生受者。 世尊。 佛说我得无证三昧,人。 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遇阿罗汉。 世尊。 我不做事念,我是离遇阿罗汉。 世尊。 我若做事念,我得阿罗汉道, 世尊则不说虚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 已虚菩提时无。 所行,而名虚菩提,是乐阿兰那行。 庄严净土分第十。 佛告虚菩提,余意云合。 如来习在然根佛所,余法有所得部。 不也,是尊。 如来在然根佛所,余法时无所得。 虚菩提,余意云合。 菩萨庄严佛图部。 不也,是尊。 何以故? 庄严佛图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 是故虚菩提,菩萨摩赫萨应。 如是身轻尽心,不应注色身心,不应注身相贵触法身心,应我所助而生其心。 虚。 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离山王,于云云合。 是身为大故。 虚菩提言,圣大,是尊。 何以故? 佛说非身,是名大生。 无畏福圣分第十一。 虚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树,如是沙等恒河,于云云合。 是诸恒河沙民未多。 不。 虚菩提言,圣多,是尊。 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 虚菩提,我今时。 言告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耳所横河沙树三千大千世界,以用不失,等。 福多部。 虚菩提言,圣多,是尊。 佛告虚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 至受持四巨祭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圣浅福德。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父次,虚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巨祭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 应供养如佛塔妙,何况有人竟能受持独诵。 虚菩提,当知是人成就最上利益稀有。 知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则未有佛,若尊重弟子。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耳时,虚菩提摆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 我等云和奉时。 佛告虚菩提,是。 经名为金刚班若波罗密,以示名字,如当奉时。 所以者何? 虚菩提,佛说班若波。 罗密,即非班若波罗密,是名班若波罗密。 虚菩提,余意云和。 如来有所说法库。 虚菩提摆佛言,世尊,如来我所说。 虚菩提,余意云和。 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为。 成,世为多部。 虚菩提言,甚多,世尊。 虚菩提,诸为成,如来说。 非为成,世名为。 成,如来说世界,非世界,世名世界。 虚菩提,余意云和。 虚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和杀等生命不失。 虚菩提,若负有人。 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聚迹等。 为他人说,祈福甚多。 离枪纪涅分第十四。 而时,虚菩提文说世经, 身解义去,替泪悲弃。 而白佛言,昔有世尊。 佛说,如是圣身经典, 我从习来所得慧眼, 未曾得闻如世之经。 世尊,若负有人的闻世。 经,信心清净, 则生时相, 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 世尊,是时相者, 即是。 非相,是故如来说明时相。 世尊,我今的闻如世经典, 信解受持, 不足为难, 若当来世后五百岁, 其有。 众生的闻世经, 信解受持, 是人则未必依稀有, 何以故。 此人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所以者何? 我相即是非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即是非相。 何以故? 离一切诸相, 则明诸佛。 佛告须菩提, 如是如是, 若负友人的闻世。 经, 不经, 不不不畏, 当知是人甚未稀有。 何以故? 虚菩提, 如来说第一波罗蜜, 即非第一波罗蜜, 是离第一波罗蜜。 虚菩提, 忍辱波罗蜜, 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 是离忍辱波罗蜜, 何以故? 虚, 菩提, 如我习为歌利王歌劫身体, 我于耳时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何以故? 我于往其节节之解释, 若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应生田。 恨, 虚菩提, 又念过去于五百世, 做人辱先人, 于耳所视,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是故虚菩提, 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漏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不应, 注色身心, 不应注身相为触法身心, 应生我所助心, 若心有助, 则为卑助。 是故, 佛说菩萨心, 不应注色不失, 虚菩提, 菩萨为另一一切众生物, 应如是不失, 如来说一切诸相, 即是非相, 又说一切众生, 即非众生。 虚菩提, 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虚菩提, 如来所得法, 此法如实无虚。 虚菩萨, 若菩萨心注于法而行不失, 如人入暗, 则我所见, 心不注法而行不, 诗, 如人有暮, 日光明照, 见种种色。 虚菩提, 当来之事,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能与此经受持独送, 则为如来以佛。 智慧, 惜知世人, 惜见世人, 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先佛圣序, 编辑部, 中华民国九十五年岁四禀需二月十一日, 义和圣唐天人和一般, 修养如空谷传生, 容止若须唐席听, 道学四渊臣取应, 动静由化彩先灵, 方人皆得见灵力, 大若且行政表明, 真相引刻念作圣, 端以游之道修成, 无奈, 功常祖奉, 知命至佛功寇, 容在问爱徒修道可有时钟。 一,针对觉醒中觉悟, 从生老病死中修成苦极灭道之怒门, 从喜怒哀悦中修成慈悲喜舍之精神, 从妖兽穷通中修成福慧双全之缘分, 从财色十岁中修成功德善果之积分, 从德施宠辱中修成情爱无常之为认, 从烦恼妄想中修成知足常乐之单纯。 二,针对明白中灵力, 从天灾人祸中修成道结病将之动心, 从因果业力中修成消渊解灭之积极, 从佛魔仪念中修成信愿行政之定律, 从光怪目离中修成道欲无畏之真机, 从代代相传中修成天命不拘之沉浸, 从千万法门中修成个人因缘之实习, 三,针对反省中反求, 从是非对错中修成心安理德之平和, 从真名夺利中修成推功懒过之美德, 从我执我见中修成接受包容之良策, 从自以为是中修成低心下气之品格, 从要求满愿中修成立身行持之功课, 从指责他人中修成自我圆容之原则, 四,针对养性中养晦, 从贪得无厌中修成能舍不失之胸怀, 从邪恶淫乱中修成操守持戒之清白, 从称恨怨怨怼中修成寒和忍辱之能耐, 从懈怠退缩中修成勇猛精进之人才, 从纷扰幼祸中修成生活担定之主宰, 从愚昧无名中修成灵妙智慧之遁开, 修到这人生真真假假爱之影, 不通向演戏千禅莫煞, 时代来修持一定满会感觉趣味, 越深入越妙心越会定, 修到这人生简简单单卡快活, 烦恼的带至生死尚大, 成功的意义第一就是完成自己, 越考验越真心越无精, 颠颠倒到的世间有输有盈, 用情势应该理脉拆散, 捉准宗旨本来到作伴, 对着良心免看免听, 修到这人生认认真真好买走, 一路走到尾猛无变卦, 培养出气质身加心随时有准备, 越平常越好心越热命, 语记修到人生, 吊记海海人生, 引词, 嫁别爱徒返天教命, 白话胜训, 一年的开始要有生气, 一般的开始要有道气, 徒儿们恭喜恭喜, 修到可有成绩, 徒儿都坐下, 甘道徒儿起立告诉为师徒儿, 有在修到吗? 徒儿们可有依旧在二目首旋, 此时此刻徒儿们可有仍然在心里默念, 此时此刻徒儿们可有仍然在首报合同, 徒儿啊, 修到非不顾一切的在二目首, 宣, 修到非我所听见的在心里默念, 修到更非没有作为的在首报合同, 故而在徒儿二目首旋的同时, 徒儿们可有仍然在心里默念, 从不顾一切的在二目首旋, 修到非不顾一切的在二目首旋, 修到非我所听见的在心里默念, 修到更非没有作为的在首报合同, 故而在徒儿二目首旋的同时, 可能看到为师借俏的身影, 在徒儿心里默念的同, 时可能听见为师参加的声音, 在徒儿首报合同的同时, 可能起而立有所动静, 三宝是无上甚深为妙法, 到底还是各法, 故而才有称为三宝心法, 三宝心法法是为皆引众生而需要, 法非束缚众生而困扰, 修到读在文字上表面的定义, 修到是在文字下里面的用意, 故而在刚刚徒儿运用三宝的同时, 可能体会到文字里面的用意, 而非表面的动作行为哪, 徒儿啊, 若修到没有确切的方针与目标, 谈道是枉费, 听道也枉然哪, 为师对徒, 而的心, 就如恨铁不成钢, 难得走上白凉修行路, 岂容许渐行渐远, 越修越偏哪, 在维师时代, 以儒惠考验, 修于不修但看智慧生或浅, 现今时代, 天和人苦口婆, 心劝, 修或不修还归咎于因缘, 说道因缘, 是美式修来的机遇, 是仪式修成的根, 机, 徒儿都有啊, 徒儿可知道, 这机遇和根基, 徒儿都有啊, 接下来就只有一件事, 就是修, 徒儿别再忽视根基, 而爱修不修, 徒儿别再错过机, 育儿不得好修啊, 徒儿, 更莫白莫根基而只言自修, 多少徒儿一遇考验就只会说, 在家自修, 多少徒儿俗事一忙, 就说没时间修, 徒儿啊, 若修到事在顺清时候才, 修有空时候才修, 又何能试探出修养, 又何能体现出修慰呢, 所以为师希望在基本上要做到三不离, 修到三不离, 徒儿啊, 何谓三不离, 回答, 不离佛堂, 不离经典, 不离善知识, 徒儿记住了, 今日为师在丁宁徒儿各三不弃, 放弃之弃, 离弃之弃, 第一, 不弃, 请, 第二, 不弃离, 第三, 不弃法, 用智勤来敢化自己之痴迷, 用智礼来叫化字, 挤得无知, 用智法来度化自己的顽固, 故而除了三不离, 徒儿啊, 三不弃哪, 修到老老实实, 实实在在, 这条简单的路, 徒儿学习走上好走哪, 好, 徒儿, 好逢哪, 好, 所谓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方真为师弟, 功夫个人品, 再一遍, 徒儿啊, 修到但靠功夫啦, 徒儿可要练就一生来应付好不好, 好, 好, 再依次二目首旋, 心理默念, 再首报合同, 徒儿啊, 二目首旋, 心理默念, 首报合同, 给维师各分一张白纸, 甘道徒儿起立告诉维师, 徒儿有在修到吗, 昆道徒儿也肃立, 告诉维师徒儿修了, 多少, 修了多少, 徒儿都坐下, 此刻是好的开始, 徒儿啊, 咱们偏下过去, 把白纸领取一张, 白纸辟育成徒儿的, 身和心, 既有心来入斑, 就从此刻开始修好不好啊, 在维师喊停之前, 希望徒儿, 用心将此白纸修成, 无论用何方法在维师喊停之前, 徒儿将白纸修成员, 徒儿开, 是吧, 写讯文, 徒儿门停, 有的徒儿我指我见, 觉得不可能修成, 而不曾动手, 有的徒儿努力过, 觉得难中途放弃, 多少徒儿听到维师喊停, 本来自信清清白白, 落入后天, 长了脚, 有伤害有斗争, 徒儿说, 该不该修哪, 该, 该修为何不动手啊, 一, 章方只欲要修成员, 徒儿说难不难, 徒儿说难不难, 难, 难也得修大, 徒儿, 没有用心, 没有努力, 没有试着, 又怎会知道不可能呢, 凡夫俗子欲证成仙佛神, 圣, 可能吗, 可能, 徒儿说可能吗, 一张方只修成员, 徒儿啊, 可能吗, 可能, 再给徒儿一个机会, 徒儿啊, 将手上方只修成员, 无论用什么方法, 当徒儿无名起来的时候, 总是忘记修, 当徒儿固执的时候, 总是没耐心修, 当徒, 而有心想修成的时候就有可能修, 徒儿啊, 修成员的, 修成员的, 徒儿门停, 末, 后依着, 再不修等何时呢, 机会不是为师给的, 是徒儿自个而争取的, 有哪个徒, 而手上的旨意差不多多元形的举起来, 手放下, 既然懂得将整张纸卷起来成员, 再, 现实中修到, 徒儿可能会做到委曲求全哪, 既然有智慧将纸, 折成善与成员, 在, 现实的修行中, 徒儿可能活泼硬变哪, 上天要的, 是徒儿一颗真正修道之心, 无论成果, 不够圆, 不上圆满, 至少徒儿, 已经迫切的想修成员了, 是否哪, 是徒儿啊, 修道要恒长哪, 非是修一年, 两年还新鲜, 三年四年看看自己可有修的庄严, 五年六年可还有战战尽尽知心田, 十年上下可依然提携后学尊敬前嫌, 修道重调有三, 重经线, 重真理, 重礼节, 此三点, 徒儿要好好用功夫养, 徒儿, 听懂话吗? 懂? 今日为师提出修道方针, 针对什么呢? 说觉醒, 徒儿是醒过了, 那这觉醒能延伸到觉悟吗? 说明白徒儿一时听得懂, 但是明白人情事故呢? 还是明白自信真, 利朗, 说反省, 徒儿也会反省之后呢? 再犯吗? 再做吗? 古圣人不二过, 这是修行之功夫养。 在道场若干年, 或许徒儿自认为多少有点修味, 但徒儿的这份修养能再有事情? 有问题, 有考验的时候依然存在吗? 多少徒儿没事的时候, 似有修有事的时候? 师尊重重一叹, 故儿君子必顺其奴也, 人前, 人后, 人多, 人广, 修道中归事。 自个儿的事, 徒儿听得懂话吗? 把正谈诗念一遍, 修道功课, 非止一次, 分分秒秒不断修不进修, 今日徒儿脾气好不代表有修养, 二六十中徒儿都没毛病才算有修, 故儿要不断做不断修, 徒儿啊好不好? 好, 好, 再来一次, 徒儿将手上摆纸, 不论用任何方法修成员, 写讯文, 徒儿哑, 停, 甘道徒儿起立, 告诉为师徒儿有在修道吗? 告诉为师徒儿有在修道吗? 有, 昆道徒儿也肃立, 告诉为师徒儿有修了多少, 徒儿有修了多少? 都, 坐下, 徒儿啊, 修道要越修越无我, 物要越修越忘我, 修道要越修越真我, 物要, 越修越自我, 徒儿听清楚话吗? 这条路不容易啊, 这条路难啊, 但是难也得修饰, 不是哪, 是, 好比徒儿手上之白指, 或此时此刻已让徒儿糟蹋得不成样, 但这事修的过程, 指, 要徒儿有心修, 中会圆, 是不是? 是, 纵不够圆, 也是差不多了, 今日批示修道光真, 望徒儿有浅度深, 留深在行深, 记着, 修道非在文字表面之定义而已, 修道是怎么样? 是在文字里面的用意是不? 是, 徒儿记住了好不好? 一般的开始, 为师先来给徒儿叮咪了, 为孔徒儿忙如目的, 忙如目标, 作者听道, 有听等于没听, 说要修道, 时修时不修, 这岂不辜负因缘机遇还有根基呢? 徒儿们, 看重自己好不好? 好, 继续修, 非是此刻修而已, 是要此事修, 是要, 此事修那, 徒儿听懂话吗? 懂, 班还继续为师不多呆, 望徒儿好自慰之哪, 理事长家言,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大道并行而不相悖, 王昏德, 第三届亚洲素食协会免会, F, 致辞, 各国御会贵宾, 各位一贯道道场前人, 典传师及同修大德, 大家吉祥平安, 欢迎大家立临与会, 共襄盛举, 亚洲素食协会为世界素食组织的重要成员, 致力于推广素食, 养生, 还, 宝的主体意识, 期望借由这样的观念使人类身心灵提升, 在地球上可以与所有生, 物永续发展, 这种明智而宏观的理念, 与中国儒家万物定律而不相害, 道并行, 而不相悖的人爱思想, 以及一贯道道的宗旨意涵不谋而合, 值得敬佩与推, 从近十几年来, 全球吹起素食风潮, 如素成为全球的新时代潮流, 也是为来自然的趋势, 一贯道向以致力于素食的推动, 更提倡健康素食, 近六十年来的努力, 在台湾造成了素食的被重视, 以及素食参观到处淋漓的景象, 这是国人有目共睹, 无可否认的事实, 随着一贯道苦船海内外八十个国家的运势, 素食的推广也随之遍及世界各地, 与全球素食风潮相应一气, 相信在无情中对于, 地球自然生态环境的保育, 对于全世界人类身心灵的健康, 都有着不可抹灭的柱, 一, 素食, 在身体方面是致病的, 在身体上是防病的, 在心灵上是瘦渊解液的, 吃素, 令地球健康, 回归清静自然, 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面对全球暖化, 北极冰层融化, 稀有动物逐渐绝迹, 环境严重污染, 许多贫穷饥荒国家等等的危机, 实在有积极提倡素食, 珍惜环境, 尊重生命, 爱护动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生命成可贵, 健康价更高, 若为身心护, 昏心皆可抛, 为了吃的安心, 吃的健康必须选择素食, 而素食的健康与否, 最大的关键与效益是这颗心, 伴随着一颗善良, 慈悲, 喜舍, 快乐, 欢喜, 知足, 感恩的心, 素食才是健康的, 才是身心灵均衡的健康, 让我们有志一同的为自己, 为全人类, 为这个地球的健康而努力推行健康素食, 此次年会活动, 精心设计, 包括有, 论文发表, 烹饪教学, 小组对话, 素食, 嘉年华, 道场参观等等, 多采多姿, 相信各位必能从中获益良多, 景象神威, 天台山道场, 以及所有幕后奉献心力, 热忱服务接待的前贤大德, 至上忠心的敬, 一语谢意, 敬祝, 大会圆满顺利成功, 最有智慧素食的您法系充满, 菩提日常, 智慧更增, 摘自一贯道总会训其, 南海古佛辞训, 心怀仁慈可涵养太和之气, 心填钢指可涵养真部之气, 心静获达可涵养浩然之气, 心湖战静可涵养纯儒之气, 心静坚义可涵养魂厚之气, 心慈优雅可涵养飘逸之气, 教育是明日的希望, 陈宏珍, 马来西亚总会万人读经会考赫词, 天下杂志于二三年教育特刊中指出, 念一世纪教育, 世界各国将语品, 格教育为重点, 1989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召开面向念一世纪研讨会, 特别指出道, 德, 伦理, 价值观的挑战会是念一世纪人类面临的首要课题, 因而世界各国纷纷, 严以对策, 从改革教育寻找出路, 而新世纪的教育, 让学生品格变得更好, 比让, 学生变聪明来得重要得多, 塑造积极乐观, 品格高尚的好公民, 成为各国教育上的重点, 一贯道推广的读经教育, 正是父母协助孩子培养影像未来能力的极家教, 读经教育是老祖宗传承的优秀教育方法, 被遗忘了将近百年, 早自两千, 五百多年前, 孔老夫子教导子弟以施礼传家, 读经教育一直是华人传承文化, 启迪智慧及陶冶人格的最佳教育方式, 今日我们如获至宝, 重新在经典教育中, 找到现代教育的新希望, 因此从小让孩子书读四书五经, 趁着心灵最纯净, 记忆力最好的时期, 接触最有价值的经典作品, 在幼小的心灵中不断的反出发, 叫潜移默化成为一身高远见识, 优美人格的果水源头, 在读经过程中, 不但能训练记忆力, 收束儿童的玩动心, 增进专注力, 学习, 力, 理解力, 表达力, 提高中文说话, 阅读, 写作能力, 并进而带动外文程度的, 进步, 更可以在默默之中启发它的人生智慧, 促成人格的全面成长, 而如何进行? 良好教育 一, 一, 早期教育是一生的基础, 古语说, 三岁看大, 五岁看老, 人生之幼稚期 极为一生智能与人格 体格发展之关键期 要培育良好的下一代 必须从婴幼儿开始 甚至从零岁开教 开始 这是当今全世界教育家的共识 幼稚教育 早期教育已渐渐成为念仪式 继各国的施政重心 成为天下父母的关怀所在 二 文化教育及会命传承 中华固有五千年的文化 先人智慧结晶 历史文物纪录 都在经典上留有会 命的传承 尤其各家经典 涵盖宇宙万物 人物思想 人伦道德等 字字朱击 文笔优美 值得现代中国人以静又小心灵的儿童 从教育之中 传承古圣先贤添炼的 生命智慧 三 潜能开发 儿童的学习潜能无穷 如能善加开发 则能涵养其人身品格 奠定一生的忧 亚心灵智能 让下一代成为心地善良 才华洋溢的人 此乃从事教育工作者 亦 有的远见与职责 四 推动全方位的教育 全方位的教育观念 以生命为中心 并兼顾社会 文化的教育 所以 教育的内容 除了一般的一门游戏 生活训练外 更应顺应儿童的学 其特点 以具有内涵的教材 在自然而满怀欢欣喜悦的教学中 默默地扎下文化 根基 为他日高度的人格教养 艺术情操 思维能力 积极的自学自发能力 做好一切的准备工作 五 经典的深度陶制 给予高度内涵的教育理念 称为经典教育 或称读经教育 先以中文读经为主 并旁极外文读经 音乐读经 美术读经 等内容 经典本来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天地有垂不朽的作品 尤其 是中国先哲的经典 其中有精湛优雅的语文表现 有安身立命的智慧流露 期待 儿童从经典的长期陶制当中 学的一生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藏 六 涵养先前典范 翻开中国历史 大文豪欧阳修三岁时 母亲便以如迪教导写字 学习经典 范仲淹四岁时 也由母亲开始帮她启蒙教育 还有许多成就非凡的圣人贤者 如 孔孟 盘玉 柳宗园 黄庭坚 白居易 陆九渊 朱熹 王阳明等人 吴 不是自幼从两 三岁时便学习认字 读诗书 经典 不满十岁便能吟诗作词 这 都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接触了中华文化中 最优良华美的经典文物 四书五经 文学 作品等 大量读诵 记忆烙印在脑海中 结论 当读经教育在海内外蓬勃发展时 已逐渐彰显复兴中华文化之大气象实现 老安少怀 婉化人心于良善 造就全人类之福祉 相信读经教育将是念于世记忆 实应欲 符合时代潮流 创造全民最大利益的需求 因此读经教育的内涵 是以最负深度与价值的经典位教材 以熟读人心 深度潜能的教学方法 在最具潜能 开发与智慧开启的童年黄金时段 及与最时效的生命关怀与后执实质生命实力的 培育与扎根 这份成效 不单是一份希望与理想 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见证与结 过 边岸 陈老前人于民国九十七年元月六日 功德圆满到陈礼天 在此至上最高追思 摘字一贯到总会训旗 清醒好修行 伟大可敬的陈前人 后学陈伯连 人生如梦 往事如烟 后学陈伯连自民国四十七年 一月十八日晚上 受读诗 慈悲介绍 求得宝贵的大道 才能与伟大可敬的陈前人渐渐相识 至今已经将近 四十九年有余了 俗语说 相识满天下 知心能己人 后学有幸求道 进而 修范道 才能了解我们伟大可敬的前辈成前人春来 先佛常说 若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哪有机会 求得无价之宝贵大道 在这 样的佛缘之下 明国五十七年正月 陈蒙上天的慈悲指示 陈前人承担起我们 新义麻豆单位负责人的神圣任务 从此与道清门广洁道员 民国五十二年正 辅决定取缔一贯道 民国五十六年一贯道上位合法化 当时陈前人修办道的困难 与压力 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出来的 每每开班时 我们都深感班成尽情的困难 陈前人依然不畏艰困 站在讲台上 讲道理成全我们 在场入班的后学们 深 深感受到陈前人的毅力与担当的勇气 不禁默默留下感动的眼泪 陈前人改单 当 任 劳负责的精神 值得我们后学向他学习 民国七十二年一贯道逐步申请合法 过程中 陈前人秉着前瞻的智慧结合 道清门的意见 领导后学们共同为一贯道合法化 而努力 并加入了一贯道世界总会 这使得我们日后修办道 从岸走向明 从台湾走向世界 让我们可以在世界 万国九州 以道救度天下有缘众生 这是陈前人慈悲心与智慧的流露 值得我们 后学向他学习 陈前人是一位尊前提后的修道人 他深受和老前人的信任 凡是和老前 人交办的事情 一定秉着诚实 老实 踏实的做事原则一一完成 民国八十五年 陈前人离开玉石山 回到神圆山 他顶着活到老 学到老的 精神 以一片爱心教化后学 使我们有遵循的目标 大家同心协力 才有惊天灰 皇 壮观的道场 义和圣堂 陈前人实在 学不厌 有爱心 急 尊前提后的精神 都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地方 陈前人的修道精神是忍苦耐劳 他幼年生活困苦 培养出自己吃苦耐劳 的能力 在道场上 他也为了道亲人苦耐劳 陈前人常说 先让别人成就 自 己才成就 师尊老大人也说 只要徒儿能善待千千万万真修实恋的兄弟姐妹 让他们出头 让他们成就 让他们回到礼天 古得云 欲证无上佛道 先做 众生马牛 我们修道人应有让众生踩着我的肩膀而成道的精神 为师就愿合诸 佛菩萨一样 以血肉酷尘让众生安安稳稳修道成佛的路 因此 陈前人为了道 亲人苦耐劳的精神 最值得我们尊敬 最值得我们学习效法 俗语说 世事无常 又说 人生无不散的言习 如今成前人已回乡 免 虽然肉体不在世间 但是他的精神将永远存在 前人的行意犹如我们 温暖的太阳 圣洁的月光 是我们暗夜的明灯 是苦海的灯塔 我们一和圣堂的 道清门一片和乐 是成前人的大恩大德 我们应将此恩此德流传广布 让每一位后学能够同瞻恩泽 直到永远 这才是真正尊敬我们的成前人 历代祖师介绍十六 王子 第十五代祖师孔子 孔子是一位名垂万世的至圣仙师 他上纪谣 顺 语 汤 文 武的道统 将古代文化家一整理发扬 流传后世 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 他对于当时的政治 经济 军事 教育以及社会伦理道德 都曾提出许多见解和主张 而 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后代的影响太大了 他一直是我国思想体系的中枢 他又有教无类和贵人不倦的精神 家会学子教导后境 不仅树立了传道 授业解惑的诗表点情 而且将他那旧人济世的大道理 授与众弟子辗转传 波 深入各阶层 普及民间 同时他个人在生活 人格 道德 学问 住宿 词 想等各方面的特立独行 无意非欺盛欺贤者的楷模 赢得中华儿女尊敬和宗奉 数千年来 在上者 其师正方针 都努力于达成孔子的政治理想 在下者 其修 身处世 也以孔子的圣人境界为指标 中华文化之能大放异彩 历久长心 无缘 福建 毅力不衰 追元素本 时应归功于孔子 在孔子以前 远自异农皇帝姚舜下商周三代 中国早已立了2500年上 下的历史传统 孔子把此一段长时期的历史传统 荣贵则中 开创出他一番思想 和理论后人称之为极大臣 天不生众迷 万古如长夜 就因有了至圣仙师孔子的诞生 才有了意 做光明无比的灯塔 为我们照亮朦胧的过去 也为我们照开鸟王的未来 使我们 安然的避过无数的风浪与暗交 使我们体悟到无上的真理常在左右 孔子明秋 自仲仪 生于明国纪元前2462年 及周灵王21年 10月27日 诞生帝是鲁国昌平邹义 在金山东省昌平县明秋山以兴 明秋山 是泰山义之害 山轮起伏 周亦位于重振蝶翠之间 以水晶此曲折而东 山明水 秀 景色宜人 三岁以前的孔子 在这优美环境中孕育 生长 孔子的祖先 在殷商时代是宋国的贵族 周成王时 殷商的宗室徽子起寿风 于宋 武传至福复合 在四传至正考复 正考复是宋国著名的贤士 曾因福佐代 功 武功 宣功有功 帝生未上清 正考复生孔复佳 自此以孔位姓氏 孔复佳 身穆金妇 穆金妇流亡至鲁国 再传至房书 受任为鲁国防义大夫 又再传至书 梁哥 书梁哥便是孔子的父亲 书梁哥出任邹义大夫 举家签至邹义 书梁是他的别号 歌是本名 他身材 睽伟 勇略过人 鲁襄公六十年 鲁 晋两国联军进攻赴阳 前锋府入城 守军 族 突将城门银桎炸放下 入城 宾士士将后退无路 书梁哥及以双手托起城门 九出连 居 后七年 入侵其军为公防疫 书良哥领军三万 护卫防疫守江湖国国清赃武 众臣业突围 其本人则仍敢反防疫坚守 直至其失败退 防疫为解 书良哥原有九云一难 九云为原配丰仁师是所生 长子孟毗则是嗜妾所出 书良哥因孟毗染患严重足疾 行动不便 遂于晚年取严氏未亲 严氏夫人名真宰 是娶妇望族严相幼女 性至孝与两姐回应 纳聘时虽双方年龄相差玄殊 尊父命且价 婚后颜事求子心切 便向书良哥说道 我的年纪虽轻 你的年纪将 尽半百了 恐怕拖延岁月 难忘生难 无闻弥山神 颇有灵异 诚心网求都能 应验我们贺不同网求子 书良哥欣然答应 来朝夫妇同车至泥山前下车 不行 登山至山神庙 面相祷告 早生贵子 祈祷必 由原路下山 正在望向道旁的草 木上山时夜夜上养 这时下山 却夜夜下垂了 颇觉其意 指着草木 告知书 良哥 书良哥说道 在我看来 并不起义 当我们上山时 朝露未干 草木带着 朝气立静 所以夜夜向上翘起 这时候草木被太阳光晒得利落了 所以夜夜接下 垂 他俩且弹且走 直到山下跟车 进回家中 长颜道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当 夜真在睡到三更时后 呼的一梦 梦见一锤条仙女 口称奉北方黑帝命来照 说 这引导到宫殿上 只见南巷坐着一个身穿紧配裸裙的黑帝 将遇到你不久将生 圣子 当则空三未产地 说罢 般似玉尺一笔 正在伸手接来把玩 剑上南巷有 水晶之子 既衰舟而肃望 十个银头小字 正在细看玉色 忽然失手落地 碎从梦中惊醒 自以为日思夜梦 不足为奇 未曾告知他人 隔步多时 果然怀 欲 腹部日渐膨胀 拖延到十月满足 六的一梦 梦见锤条仙女手牵一头状四小 牛满身蒙铃的独角兽 背上坐着一个 活泼可爱的小孩 先语口称 此寿铃叫齐 铃专为送子而来 真在旧解腰肩服 向麒麟脚上附注 麒麟获地张口黄铃 下的真在从梦中惊醒 梦境如在目前 连想到的开始的梦境 更觉其意来朝久 将前后两梦想告书梁哥 并问近处有无名空丧的地方 书梁哥达到相传闻王 生时他的亲母爷梦麒麟宋子 亮来是吉兆 真在催促到得此梦兆 快要生产 你速去找寻空丧地方吧 书梁哥就带着家人 到城内外寻宝 惊人指点南山 有一石窟 俗租称空丧 即往观探 却是各小石洞 中年无日光照入 阴森潮湿 且风吹雨打 怎能等在里边生产 家人也说 家人也说 这个石洞即使窮到无屋居住 也不敢等在这里生产 只好另寻地方 假称空丧方位妥当 书梁哥一言 在周一 城外昌平乡令令空屋一所 回家向珍在说空丧地方已找到 房屋也令令了 珍在 快活非常 当日就搬往昌平乡居住 四日 孔子从圣母怀中呱呱跺地时 那石棍 灼得黄河忽然清澈见底 这就是圣人初儿黄河清的初点 孔子生石 头顶中央凹陷 四周龙突 壮如泥丘山 又应是向泥丘山祷告求 的 这就是父母替他取名的由来 孔子三岁丧父 家道中落 生活艰困 后来随同母亲迁居取父 取父曾是中国古代文化和政治中心 相传神农士 少号津天市及殷商君曾定 都于此 又是当时鲁国的都城 皇帝何一隐诞生于取父近交 不仅依观文物圣集 一时 时及殷商文化的精华所在 孔子居此文献之邦 自幼耳濡目染 问领观乐 到了晚年 终于能及古代文化之大臣 自是受到了环境的熏陶 孔子天性好学 资质非凡 学业进步神速 没有几年 原来叫他的老师以南 于圣任 圣母颜世便送孔子到他外祖父颜湘家去就学 颜湘是当时祖国很有学问 的闲事 看着外孙聪明好学 异常喜爱便把自己的学识清堂相守 此一愈何 对于孔子学问的起发和成就 影响十分重大 孔子十五岁开始励志学理 十九岁结婚 夫人是宋氏观世 一年生子 取名 李自驳于 此时应需供养老母妻儿便去贵族家充当仓库或牧场的管理员职 为虽是非为任是责胜谨慎负责 他从工作经验中学习到贵族阶级的种种理文 并自官府藏书中博览族 学识大卫增进 后来在祭祭族 后来在祭祀周公的太庙中担任过一个小职务 此期间对祭典中每一动作细节都能不耻下问 并以好理文明于当时 孔子二十四岁时 圣母岩氏夫人弃养便依理将父母合葬在许复城东的王山 并服桑三年 孔子曾说父母在不远游 当圣母岩氏在世时 孔子成婚令神 克敬 笑道 等到父母丧三年起满 再无后顾之忧便开始为学业 事业前途而奋斗 孔子开创私人教学知先例招收学生 有教无类 孔子五十一岁那年 为了要增广理智的学识 进而学道问学便不远千里跑 到周朝去请教一位有道知识典儿老子 当时以老子白法活活老人的眼中去看 孔子孔子只是一个血气方刚 初出茅庐的青年 于是在传道后便给了他一番 去年说得孔子拜扶不已 一回去便向学生炫耀这位黄氏名师说 孔子鸟我知 到他会飞 鱼我知道他能游 瘦我知道他善走 善走的可以用网抓 能游的 可以用轮捕 会飞的可以用剑射 至于龙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他可以沉着风雨 直上九霄 我所拜见的名师老子 就是一条游龙 见首不见伟大 这次的游龙 知探便是论语义书中 五十而知天命一段阴游 也是朝文道细死可疑 的一行乐 孔子在鲁国当司寇 至鲁三院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当时齐国恐鲁国强 或有不利己乃敬余乐 季孙氏乱君豁明 鲁国听其产言而纳 夫子吉利尽见鲁 君勿纳 但母君不听忠言 夫子探约 无道不能行于父母之邦也 即此去思 寇官从此周游列国 戴天产道 孔子周游列国 传道的旅程中遇上了下列三次的磨难 匡国遇难 当孔子路过匡帝时 因他长相跟阳祸相似 匡人因为厌恶阳祸已入骨 所以 误把孔子当阳祸 要加以杀害 任孔子怎样解释 都不相信 差点险遭不测 巧 有子路语言回的安排 才脱了险 夫子见匡人 始处而为 乃阳天探约 天之将 丧丧斯文也 Tech 又好 丧波 也 伊佐 孔子 涂 沙 行 川 荒人知是孔子而非洋阔,群民此之散去。 孔子和学,身境被冲散了,孔子甚为担忧, 一直到第三天夜晚盐回赶到。 孔子一件心爱的地,子平安的回来,激动的叫着盐回, 我以为你被杀害了,盐回则含着泪水打雨。 老师活着,弟子还未尽服事之意, 怎敢轻言一死,疑问一答间,正表现其为。 传道,不道,不畏一切艰难的智洁, 和师身兼一段自然流露的关切。 这是孔子初次遇难,证明孔子天命在生。 罚坛消极之鲁。 孔子到宋国的一棵大树下, 信坛,讲道时,应得罪司马还追,司马还追御制。 孔子于死地,幸好有孔子的弟子知道此情报, 请孔子为福过颂。 司马还追,孔各空。 杀不到人,气得火冒三丈,命令拆了信坛。 砍平了大树,并派人将孔子集齐地。 子走过的足迹用大扫帚扫去, 即尽侮辱圣者,毁放圣道之门事。 震荡为及时,孔。 子说,天生得以予,环追其如与何。 此乃孔子第二次遇难,亦正孔子天命在生。 称,蔡绝良。 当孔子在城国传道,经一段时期后,道不行欲归乳,离开城国,震荡走道城。 国边境,要进入蔡国的国境时,不亦无王夫差派兵罚城。 卒国派兵就称,军队道。 乐臣妇,文孔子在城,蔡之间,储使人聘孔子,臣,蔡代夫恐孔子之道很于楚。 储大国也,将有为吉成,蔡,乃乡发图意为孔子于也,不得行,绝良七日。 弟子。 门二的二,病的病,几乎无法继续奔走。 这时子路愤愤不平的发起牢骚说,君,子亦有穷乎,难道学道的君子也要受到这一连串的穷困磨难吗? 孔子却不武,的回答道,君子顾穷,小人穷斯赖以。 就是学过道的人在穷困时才能不变。 其美好的操守。 如果是小人在穷困潦倒时便开始无作乱味,任何坏事都干得出。 来了。 然后储派兵就知,使得解为。 绝良之时,孔子说,臣,蔡绝良,秋之信。 二三子之信。 这是孔子第三次遇难,亦证明孔子天命在生。 这三段考验,正表现一个有道之士,灵为互乱,处逆境而能长安的境界。 孔子之所以能有如此的修养,主要的是由于他一心以宣扬大道,救世救民未念,早。 以法个人的安为至知度外,这就是立志向道者在颠配流离中发出的光辉。 然而他,为何屡遭挫折呢? 取高贺寡,道高放心抑郁,便是历史上给予的最佳解释。 另外,还有三件事,发生在孔子晚年,几乎令他痛不欲生。 69岁那年,独生子孔领去世,死年50岁,老人丧子,其伤痛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一岁时更令孔子几乎活不下去的是,颜回英年早逝。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其闻道后,将知全全福音,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文艺之时的聪慧,是孔子心目中道统一波的继承者,然而颜回不幸早邀。 年三十二岁,这对孔子的打击比晚年丧子还大,因为孔丽虽死,还有贤孙子私。 但失去了颜回,千古不清传之真理,又有谁能成行呢? 莫怪呼孔子哭得非常哀。 痛,道,天丧雨,天丧雨。 弟子看不过去了,都劝他不要太过度悲伤,孔子。 老泪纵横的说,我不为这个人悲伤过度,还为谁悲伤呢? 可见孔子看重道统。 既成问题之一般了。 哭并非哭学生的屈窍江府,而是代表文化、真理化生的人影。 不再了,第二年,也就是孔子七十二岁时,孔子另一位学生子鹿,惨遭恨死,尸体孩。 被剁成肉酱,子鹿只差孔子九岁,追随孔子最久,也是民间传述的念四孝中,百。 李富敏仰青的男主角,孔子,子鹿共同出生怒死,情同父子。 如今子鹿未救人,在一场战斗里,中箭被捕,叛军恨他入骨,而下了罪狠毒手,令其不能全尸。 孔子文秦万分悲伤,从此之后,就不敢看一般人所食用的猪肉酱了,因为一旦见了他,触景伤情。 徒增悲伤罢了,孔子晚年除从事传道工作之外,更将摇、顺、语、汤、文、武、周公已来先。 后累积的典章文物,包括诗、书、礼、乐在内,做了一次去无存经的整理工作。 因而使中国文化万古长兴,流传符体。 这是他生平最大的成就之一。 所谓整理文。 画,数而无作,就是山师书,定理愿,赞周易,做春秋。 鲁埃公十四年冬,据孔丛子说,书孙氏的车夫俱伤,在大野地方采心,桌。 到了一头麒麟,折断了他的前左脚,载了回来。 大家不时为何物见已死了,以为。 不想,就把他抛弃郊外。 染友就把这件事去告孔子说,这头兽的身体像。 藏着有肉的脚,是天生的妖怪吗? 孔子听罢,就前去观看。 提气着说,这是其灵纳。 他是有人道的灵兽纳。 他的出现,是有得的天子出世的吉兆。 但他生在乱。 是,又被打死,莫非我所持道理,更将不被重视了。 使孔子触景深情,感慨不已。 乃下决心做春秋绝笔。 鲁埃公十六年,孔子生病。 有一天,正拖着拐杖在大门口消遣,又唱着歌说。 泰山要塌了吗? 乌梁要坏了吗? 圣哲的人要死了吗? 子供听到了说, 泰,山塌了,我对什么还可以敬仰呢? 乌梁坏了,我怎可以服处呢? 圣哲的人死了,我还医保谁呢? 说完之后,赶快进来,孔子见了他便说, 四,你怎么这样晚? 才回来。 说完落泪,接着又说, 昨夜我梦见坐在两营之间, 这有两个预兆, 一个是我将难免未亡, 一个是我即将死亡。 天下无道已经狠, 久了,谁会来宗奉我? 你知道,下朝人死了时并在东街, 周朝人死了并在西街, 唯有尹朝人死了时并在两营之间, 我祖先是因人, 想我当顾酒余人士了。 后期,日,便刻然尝试,想, 年七十三岁, 安葬在曲妇以北, 似水之兵, 鲁埃工作累辞追悼, 弟子们都服桑三。 念, 弟子世诗如父, 敬知如神, 与此可建议。 当三年守桑其满时, 个人皆整理心。 庄,准备规反自己的故乡, 全体向老学长子共作一告别, 让想起此别, 不如何年。 何月使能再见面, 静不住相向痛苦失声。 最难过的老学长子共见了大家走后, 自, 己又放下了行李, 再度回到坟旁, 结了简单屋所, 为孔子在守桑三年, 使衣衣离。 去。 之后, 一些感念孔子施恩的学生, 为了要免除那私施之情, 便纷纷地搬到坟。 墓附近定居下来, 人口愈来愈多, 大家便把这块地方叫做孔灵。 孔子一生本着有教无类之心来教授学生, 以使当时人民不论贫富贵贱, 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且以因财师教之方式培育各种人, 还可查出姓名教众。 要的就有77人, 一般只说72贤, 有世纪想采的学生纪29人, 其中, 最为杰出的共识人, 被称为孔门识者, 按孔门教育内容四科而分, 所指的识。 这如下, 德行科, 颜回, 敏子仙, 染伯牛, 重宫, 言语科, 载我, 子贡。 正式科, 染有, 子路。 文学科, 子游, 子下。 让我们回忆孔子一生的智洁吧。 居子时无求保, 居无求安。 居子无忠实之间为人, 造次必于世, 颠配必于世。 居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利。 不义而且贵, 与我如浮云。 智势人人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生以成人。 孔子思想深厚, 面面俱到, 他的言行观念, 不仅象征了中国的文化, 同时也, 决定了中国的文化, 从而炼定其在道统上呈现其后的地位。 其学不倦的精神, 为自觉, 而在教育上能本着有教无类的态度, 因才施教的方法, 以 集会人不倦的精神, 君是觉他, 如此的自觉, 觉他, 觉行圆满, 终著成。 乐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不朽功虚, 远武宗封之为大臣至圣文宣王, 后人为了崇。 敬他, 奉之为万世诗表, 尊之为至圣先师, 觉之为肃望, 而美国哲。 学家爱陌生更说, 孔子不但是中国文化的中心, 也是世界民族的光荣, 孔子的。 伦理道德与社会观念, 实在可称为大同世界的最高理想。 政府会纪念孔子的位。 大功绩, 于是将他的诞辰九月念八日, 明定位教师节, 以示尊崇。 道学研究。 一经研究十五, 一经四传斑。 序卦传上天第二至五卦, 陈永宏。 第二卦坤卦其善因是六二疗, 直方大, 不惜福利。 相约六二之洞, 直以方也不惜福利, 得到光也。 什么是直方大不惜福利? 六祖谈经有义公案, 有依次六祖会能祖师告众约。 无有一物, 无头无尾, 无名无字, 无辈无面, 诸人还是否。 神会出约, 是诸佛之本源, 神会之佛性, 施约, 向辱道无名无字如辩。 换作本源佛性, 辱象去有把毛盖头, 也只成之解宗图。 本性本无名, 无形, 无相, 而神会约之佛性, 已落入有位法明相中了, 还不。 能契入本体, 祖师借用此段公案来启发众弟子们的根性, 佛性是道可道, 非常道。 的本体, 说一则不忠, 只要说出来的就落入阴阳, 无法见性, 而咱人的灵性是怎? 摩来的, 他说只是干卦, 方是坤卦, 大事不行不力, 到那里都好。 都不需要经过学习, 因为自信能生万法, 它是自然就有的, 本来就有的, 是不。 用学习就会, 咱们的本性与圣人都一样, 只是我们迷失了, 圣人觉悟了。 六句, 菩提自信本来清静, 如此何须学习, 这是就咱们人的本性道理来说, 说到咱, 们原来的力量, 心中的万能。 其二因是上六摇, 龙战于也, 其血玄黄。 像曰, 龙战于也, 其道穷也。 咱们, 自天外天那个地方, 是相亲相爱, 来到后天, 却成了仇人, 其血玄黄代表全身受。 伤玄黄是青色, 阴长阳枭, 被获得退无可退之时, 唯有搏斗以决胜负, 所以, 祈祷穷也。 咱们要找到昆化六五摇, 六五约, 君子黄中通理, 正位居体, 每在其中。 而畅于四支, 八于事业每支至也。 为何九九方数图中间要五五? 因为黄中通。 里为何咱们人本性的所在要有个玄关, 玄关就是, 黄中要来通理。 因为黄。 在中央属黄色, 中是治理上帝本性匪及领导人的能力。 他说那个你若知道的时候, 得寿明师一指的时候, 你就能通理通道理天。 一, 理通万理策, 一窍通, 窍窍通, 或然贯通, 荣会贯通, 自然不会龙占鱼也, 其邪。 玄黄。 序卦曰,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 迎天地之间者为万物, 故受之以囤。 出凌缩婆世界, 如何克服困难, 如何开创未来, 万物的变化, 生、老、病。 死即消、 常、 盈、 虚、 或、 负。 同时说到自然的大化, 人事物都是一样自然的。 演化。 天, 说明了无边无际的天, 的, 说明了的外有地。 宇宙有, 太阳系, 银河。 系, 天河, 小宇宙, 大宇宙, 虚空。 乾坤交万物生, 银河草刚发芽, 父母交应, 而生如起头难, 这是按照天地自然的演化, 如何运用囤卦的真理以解决事物、家庭、人事、治国之难。 一阳线在二阴, 之中, 其君位就要化, 第五窑快跑到第一窑来, 五名共甘谷, 如观世音菩萨, 化难。 化女三十二画像, 下凡度化众生和一般百姓都一样和光同城出之震动。 屯如一位开荒者, 出生者开创者, 出发心者, 创业者, 要震动要小心, 前面, 有砍化的现险。 如面临困难时, 四位圣人有教我们突破功夫, 断约, 刚柔, 使交而难生, 动呼险中, 大想真。 如天地交, 父母交, 刚踏入门户, 父母付出一切照顾子女, 饮, 保湿付出苦。 心, 最后达到大亨大通。 屯, 置笔挂, 其间要经过砍水陷险的危险考验, 不断的创造奋斗, 方能有成。 砍胃水, 不离开, 河图之处天水合一, 以贵下剑, 大得名也。 立, 在以忠贞自居, 不可稍存侥幸之心, 而要加强光辉德行, 此为居正养。 德顾约, 立居真。 同时要培养助力, 对于有功于我的人, 要用风绝建国去, 延满他, 鼓励他, 曰, 立建侯。 项约, 项约, 诸实之人, 虽隐而不现, 让其心未尝, 不全权存有行, 其正道的志愿, 仁弱。 能以贵下剑, 一经有人指引, 便立成功, 大得名心自不代言。 其二因为上六摇, 成马班儒, 气血连儒。 项约, 气血连儒, 何可长也。 成马班儒, 有儒文太师走道绝缝里, 绝也无法过关, 其师交代绝自是, 你的。 葬身之地, 务必小心提防。 一次被困绝缝令, 竟不得退也不适, 最后气血连儒。 哭得流血, 丧身于绝缝令。 第四挂山水蒙坎下更上, 续曰, 屯者, 银也, 屯者, 物之使生也, 物生必。 蒙故受之以蒙坎, 一切的迷惑, 包括天文、地理、 人事、 社会、 道中、 工作、 家庭, 都叫做义。 切之迷惑, 以革新教育, 这种叫做成长中的启蒙, 讲学论道, 以及培育人才, 有。 教无类, 我们要达到 纯真之境界。 此卦卫山中有泉水, 等你去发掘, 去挖就如同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性, 是光。 明的, 只是受到气领所居, 物欲所避, 以致无法光明。 身为老师, 浅浅者, 如何? 因人而异, 因才师教, 便是此功夫。 第四卦蒙卦之善, 因为九二遥, 包蒙吉, 纳富吉, 子克家。 相曰, 子克家, 刚, 柔结也。 为刚柔相继之人, 圣人替天行道, 带天宣化, 以教化世人, 一世同仁, 包容。 一切, 而且要有广大的胸怀, 接纳富人之言, 人民之声, 教育其子臣, 皆家物于道。 物, 方可大其心, 以荣天下之物。 二因为六三谣, 物用曲女, 见经夫不有功, 幽立。 相曰, 物用曲女, 行步。 顺也。 见义思迁, 移情别练, 此女不可取。 上九世卫, 老师, 领导者, 六三谣世学。 生, 后学, 本来帮忙他, 但时间久就练至了, 虎头书位。 如孟子的弟子, 起初认真, 后来认为老师也没什么功力, 就去学飞沙走石树。 流动静, 后来孟子形容他说, 这条的山路, 你已经很久没有走了, 咱们到李若。 三日没复习就爬上树, 何况此道路已六万多年没走哪, 如不知如何走, 就要快。 点照明师, 引宝师, 给点画到那要转, 要斩草, 给咱造了一座非常美的康庄大道。 这是第三谣的影声, 去感受天地之间的万象, 而这些万象没有一个方针给他, 所以要借助这个行。 向来明理, 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约束。 第五卦水天须甘下坎上, 序卦约, 蒙者, 蒙也, 物知也, 物不可不养。 也, 故受之已须, 需要一个东西, 要有福, 诚心也, 不要用事, 用事的叫做事。 叹, 已成待人, 人必已成待你, 可突破大川, 打风浪。 此卦一阳线在两阴之中, 有福君王线在小人之中, 须下三个阳阳的天来救他。 这三阳之竿也必须靠君王, 老师的提拔, 如无安定, 建造成仪, 在教室外听客。 一次要考试的时候, 才发现他的才华, 就请他为助教, 于是一帆风顺, 做宋朝。 皇帝的老师, 时运很重要。 老师的话, 人都有一点灵明智慧, 一点灵明的自信, 因为我们有一颗梯头的自信, 能够去办别是非, 如果没有别人来给我们批评指教, 我们永远就停留在那里。 所以当别人给我们批评, 给我们指教的时候, 我们要虚心接受, 我们要谢谢。 他, 一句谢谢, 天下救太平, 一句谢谢感恩在心底, 笑脸迎人, 万事救。 OK。 第五卦须须顾其善, 因为出酒窑, 须于交, 利用恒, 酒。 项曰, 须于交, 不犯。 难行也, 利用恒, 就, 未失常也。 生活富裕能行中正之道吉也。 出酒须于交, 酒二须于杀, 酒三须于泥, 再来。 是现险, 出酒离现险很远, 这就像国仪, 舒淇, 江太公, 没得到食运时, 他们能, 用恒心, 来锻炼功夫。 二因为上六窑, 入于穴, 有不肃之客三人来, 尽知中吉。 项曰, 不肃之客来, 尽知中吉, 虽不荡位, 为大师也。 血, 动也, 如咱们人的本性图的很脏, 很暗, 还好有九三相应, 三人不齐而。 欲, 此三人为名乐祖师, 师尊大人, 师母大人都要来救咱们, 我们要有沉静之心, 才有吉。 咱们都向上六, 在黑暗中, 在泥中, 在梭佛世界已经滚了六万多年了。 现在天上不留意佛子, 都下凡来渡化缘胎佛子, 一定要尊敬方能中吉。 无极真空真空妙有。 编辑部, 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所传无极妙里超生了死之道, 无极是真空无道极点, 是。 无极连圈的标志都没有, 才是真空。 真空没有前后, 真空没有阴阳, 真空没有队。 呆, 真空就是不变的真理, 真空才能生妙有, 要认识真空, 这是天地未生以前的。 空和现在的空没有异样。 因为我们的灵性未生都有, 死了不无, 所谓天地未生以前就有真我, 真空寒。 妙有, 真空是无味, 而不是顽空, 顽空就不能生妙有, 真空才能生妙有。 这真空, 在天约里, 妇人约信, 孕育天地之间约道, 信属先天, 气象是后天, 所以说人生。 终有妙名本性, 不必远求, 若这气象难见本性。 性是真空, 气是阴阳, 想, 物质及肉体。 圣人求心不求佛, 愚人求佛不求心, 圣人求心而不求佛, 心是良心。 是无心之心, 无心之至心, 便是佛性, 因为人生有真空, 是老佛本性, 称字。 性无身, 所以说自我身上有老自大灵山, 失散至今, 如今若能禀自良心, 已无心。 见性, 在小灵山跪距无身, 旧是身上老分灵与天上老合灵, 时时连通, 佛性。 圆名, 反本还原, 便是佛。 可贵者, 圣人求心不求佛, 愚人求佛不求心, 而不求。 心愚昧凡夫, 但求眼前融露, 指示者佛之乡, 只知拜佛求平安, 实在泥上加密。 佛像是假, 光拜佛不能成佛, 要做佛事, 圣业才能成佛, 愚人不求无心之心, 存。 心邪妄, 贪心徒利, 迷人造罪, 自信若迷, 福何渴求。 妄想成佛反作魔, 无奈于。 人求佛, 不求心。 圣人调心不调生, 愚人调生不调心, 圣人以无畏调心效法天地。 尽观天地富载万物而无生, 运行日月而无情, 常养万物而无明, 所以说天地无。 心, 先佛圣神本无心, 菩萨也无心, 灵感无畏意焰无比, 而莫化众生, 所以说先。 佛菩萨也无心, 违凡夫有心, 有自私心, 妄贪心, 以私我知心, 成不得佛, 所以。 说圣人调心不调生, 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所传道法是上成妙法, 不是行相, 不是身有形之法, 是。 真理是真空, 真空连气都没有焉有法, 真道是不二法门, 典传师奉领恩师实力。 传法救众生, 引渡众生达本还原, 任归家, 乃是尚品大臣法也, 千金万点不如。 明师异点, 读破五教经卷不得还原, 旨在立法, 唐使五教经典能超生, 老何忧。 钦差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 所传良心经, 祖宗教人道庄, 祖宗教人道庄下凡旧事, 况且五教圣人之本性, 与凡夫之本性本。 属同然, 只因五教圣人明心见性, 我们还着迷, 要知圣人心传在悟心源, 师尊师。 母二位老大人所传良心经, 是一部无字心经, 所以说读破金刚经, 念破大悲咒。 众瓜还得瓜, 众豆还得豆, 不寿名师典, 勇在轮回寿, 今天大家都身担恩师使命。 使命一指, 众生得以超生, 使命一指亡灵得以超把返回天堂, 千古奇缘经的欲。 所以说末后依着习未延其原物的清放, 我们要赶紧行公了愿, 行公不可以为有。 公, 但穷了愿了罪, 以为有公者就是有心难行大公, 不得真公者难立得, 是穷了。 愿了愿, 不了愿则待罪, 难以超生, 我们要知晓, 依法实行事上成, 如今师尊师。 母二为老大人所传道法事无法之法, 事上成实法, 何乎无极真空之理, 我即应归。 依实行, 然而不以为我有公, 并不是不行公, 多行公才能多了愿, 要愿无心知心。 行无畏的功德, 才是真空, 不畏成佛而办佛事, 再行了多大的功, 以为无功, 如此才能成佛。 点传师在大的功, 老抱着无功德是了了前身之罪, 佛之心地, 但愿众生能成佛, 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的精神。 修道人要效法, 必藏王谷佛, 度不尽, 得富贵魂事不成佛, 以无我的精神, 来代偏宣化, 行功利得才是真功, 道在心得。 不在法的, 未生我以前就有真我, 既生我以后, 真我亦在其中, 包罗天地, 包罗万象, 不贪不染, 不增不减, 不够不尽, 无或无福, 无善无恶, 或与福都是对。 戴的, 如心中想成佛, 成先立即有魔有鬼, 来对戴的, 因为佛与魔如影随形, 永远是。 不离开, 但求无心才能成佛。 欲修道如何了生死? 欲求不死, 先求不生, 不生就。 不死, 一定之礼。 不生不死, 我知天性也, 要了生死, 先求了心, 成缘未断, 欲。 情不了, 难以了道, 对于过往千心万心, 成缘尽扫, 旧事了道, 修道容易, 了道。 难, 讲道但向自我身心讲求, 讲道是待天宣化, 讲解身心, 悟空了道, 不来也不。 去, 不生也不死, 旧事超生了死, 旧事永生, 要如何拔断生死根, 对静无心拔。 断生死根, 转时成智, 当体如来, 若要拔生死根, 急速对静无心, 事来则应, 是。 去则静, 无者无意, 魔所住则心不生, 转时神身智慧。 体我如来, 真空佛性, 师。 尊师母二为老大人所传无极致理, 是天人一体, 以义理化大同, 可谓至世法当女。 出世法何而为义? 孔夫子是至世法, 以五轮八德为宗旨, 由伦常大道入手, 由人。 道而修和于天道, 佛家所化是出世法, 脱离成俗, 由天道而至人道, 遥顺与汤友。 道邻居, 万古流芳, 本世道全合一, 我们身丹传法, 度化众生, 不可离了出世法。 不可这于后天, 要之后天多一分贪者, 先天多一分损失, 后天多一分损失, 先天就多一分光明, 不可有贪心妄念。 所谓舍心佛也, 若无得知德就是会心, 不是言传便是永生, 所以说如来佛知佛性, 如同众生之佛性无义, 迷者众生, 悟者先。 佛所谓离者千万里, 悟者一点超。 无生老无心, 无畏无私心也, 才何真空离。 言语,离文字, 离生色三者聚无, 超出三界外, 不佑五行中, 道在无心的, 不在。 法的, 对静无心, 当体如来。 抱着小孩才能见上帝, 小孩者赤子也, 赤子者无心。 也, 真心无心即是老, 者分领我知自信也, 自信者我知真心也, 我们日常三。 四颗头, 就是与无心之心, 与老和灵, 因后天有贪心, 私心对近身心, 我们成。 心, 默默叩手于老和灵, 化除阴丝, 使佛性光影, 又轻气上身, 浊气下降是一。 定之礼, 我们日常烧香礼拜, 轻心寡欲, 一缕祥烟透上仓, 所以说平素居心存证。 要紧, 轻心成亲者上身, 若然者相则重浊下降, 凡事至成寇恳上天真诚表白, 自。 的应验, 常言所谓新尘则灵, 因新尘之时与老和灵, 新尘则灵即是此意。 所以, 说抱着小孩才能还原, 是我们所抱和徒心印, 与天同气, 默默相和, 所谓和徒印。 正, 任归家, 就是抱着小孩见上帝, 十五代祖王决一夫子约, 道法双修时年至。 才是修行成道时, 物自物了者自了, 非师可了, 非师可度, 为之求之, 以之求。 行, 行而后物, 了自了物自物, 是心是佛, 是心作佛, 非心外所求有佛, 物道之。 人自物本性, 亦了百了, 乐乐乐渊自度自得, 并非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可谓我了。 非前人可谓我了, 非师尊师母二位老大人可度我, 非前人可度我, 既得良知。 存物心缘, 因当了愿力得, 自了自度, 悟得无心无法, 真空即是真我之佛性, 不。 用他求, 真佛无口, 真佛无声, 真佛无声, 真佛无相, 真正说法者无说无事, 真。 正听法者无听无闻, 说法者身因也, 听法者成因也, 原生出非了不可, 无事无生。 者是真事, 摩所不世, 摩所不闻, 大道无言, 理本真空, 性本无畏, 体知天意。 大道无形, 身欲天地, 大道无情, 欲情日月, 大道无名, 常养万物, 大道莫运寺, 实而无声, 体悟而不宜, 故为大道无言, 真佛无口, 无声, 无相, 人人各具真佛, 因气象变化而知寒属者道何时穿何衣, 不是我们要穿, 实欲自然要我穿, 是欲, 气欲, 合乎自然, 真佛虽无视无听, 亦无真是真听, 说他大, 他就大, 大千世界, 容不下, 说他小, 他就小, 若有一物不算宝, 道不是求而得, 是真修而成, 学者, 学其不学, 真空之妙无穷, 无限大无限小, 放之则迷六合, 卷之则藏余秘与大, 天下莫能载, 与小天下莫能破, 故有而不外求, 完美而不待修, 但能无心领会学, 其不学, 讲经说法乃是助道之源, 不是道, 道在心悟, 悟得入者明白得道, 分别, 教乡, 古人云, 惊人也云, 非是学佛, 此是学佛语之人, 而依经义说法, 并无悟的处, 明师一点究竟在那里, 是无极无上妙道, 本无的也, 无的者魔所不得, 无得法, 亦法不立, 方能建立万法, 若名此义, 即是佛身, 亦名菩提涅槃, 若名解之见, 当体即佛语, 现经师尊师女二位老大人所传的事无得法, 典传师代天宣化, 无, 得法, 我所不得也, 我们讲经说法, 助道之源, 真正讲道不离身心, 非数非法诞, 像本性下功夫, 方能建立万法, 所以说万法俱备, 万法尽通, 亦法不染, 亦法不, 立, 诸佛立种种经教, 皆是助道之源, 因人施教, 度人迷经, 对于下智之人, 隐, 迷而入雾, 修行至实程度低, 爱者行香, 要先教他唱唱歌, 打打鼓, 跳跳舞, 哟, 发给秉施, 以其学而见次学习, 若单以书本教课, 他便感到无味, 难以其发, 反, 知中学, 大学生若以形相诱导, 而不以理论教课, 亦非是以, 成人之法见机而行, 生者见生, 浅者见浅, 或叫上智者, 要产阳性里, 庙里并非因果劝善之小城, 更不是从言语文字可得也, 道士暗渠的明灯, 是苦海的宝伐, 是醒世的金钟, 是圣前的阶梯, 暗渠明灯欲世界黑暗, 世道衰为, 人心复古, 五轮八得荡然如存, 耶稣言世界末日, 当此世界黑暗之际, 唯有大道晚颓风, 照掉大地, 所以说道是, 暗渠的明灯, 道明则世界光明, 人是小天地, 人人各具佛性, 各有一盏性灯, 若, 世自性灯不亮, 那么世界再大光明, 也与我无关, 因我自性若不光明, 人是在地狱, 若是自性灯灯光亮, 要发阳光大, 人人灵力, 世界大同, 总之但求自性光明要紧, 所谓人能红到, 非到红人, 是也, 暗渠欲人身之黑暗, 因我之肉体黑暗, 七性, 如鬼, 六欲如魔, 又有十二八邪作祟, 自身本来黑暗, 如今成蒙明师指点, 江南, 明灯的暗游打开光明, 大路得明, 佛性豁然开朗, 无逢金锁, 无逢塔, 无逢钥匙开开它, 明师一点恩莫大, 无价珍宝放光滑, 明师以使命的钥匙打开了宝库, 那蕴藏的, 珍宝代价, 自取自用, 不借外求, 凡有外求便是假物这个的佛性由天地流露, 才能明心, 使之得求, 点传师承担恩师使命, 应为万人灵灯, 自救救人, 世代天宣, 化, 人生在世, 生老病死, 苦难重重, 诸般多难不顺, 众生轮回生死, 沉沦苦海, 为的大道, 才能脱离苦海登彼岸, 得登菩提正道, 现实下大劫重重, 修行各部, 奋重整醒世经中很多寺院终生洪亮, 唤醒甜睡之人, 众生昏迷沉醉, 大道如同物, 古城中, 发人申请请心决信, 所以说道是醒世的经中, 所以中不打不向, 人不劝, 不醒, 点传师要请打经中, 以大道福音传播四海, 唤醒尼克, 以其见性明星, 超, 生了死, 都是圣贤阶梯, 众生沉沦涅海, 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托无门, 如今诗传大, 到远守而上的登天梯, 为万种森林搭桥出谱, 万千万佛由此而成的, 南极先翁慈序, 修道人心宜空性宜静, 修道人神宜定念宜清, 修道人道于修理宜明, 修道人教义习学宜情, 修道人善于作恶于并, 修道人得宜经宫宜剑, 针对反省中反求, 针对养性中养慧周振山, 95年12月31日岁末忏悔班, 一,前言, 从悔过中真忏悔, 从道学中再充实, 从真理中再教育, 从良知中再启发, 二,针对反省中反求, 老师说, 反省才知人心的执着, 不知反省怎能忏悔, 反省中反求知罪之所发, 明过之所生, 查错之所由, 反省者知道之用, 无罪或错是道之体, 从是非对错中修成心安理得之平和, 忏悔话于痴明是非之或错, 明为有智慧者, 心是恶缘, 也是善处, 用智慧, 心来照见无善无恶, 魔是无非, 无对无错之真实处, 不知一处, 四处着迷, 须知, 两边不适即非, 不对即错, 直一或者二表示不明心法的人, 超越是非, 对错, 才, 是明上乘的修为, 大乘菩萨心静一级是一, 一级一切, 心安在不二, 理得在旁生, 使者在分别, 恋性在于心, 悔或在愿力, 心安, 即理得, 明理乃反性知机, 若能安心便无挂碍, 心本心无心, 无心心一心, 理本, 理无理, 无理理义理, 心理二合一, 是真无有假, 真理乃独尊, 千古而不变, 从真理夺利中修成推功来过之美德, 经于, 明可明, 非常明, 修道乃一本万利, 永远留名千古, 效法孔子, 是, 加勿弥佛, 他们所种的应有超越五言六通的看法, 认清日后会结什么果, 当今的, 正明月显示圣人, 佛陀先知的班过妙智, 八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来救人度人, 不争一时的权位, 不炼一时的名相, 不为迎头小利而争先恐后, 把功德推向给别人, 把过失承担起来, 才是不真名夺利, 因为三圣人必尽, 是著名著相互失, 有畏行善, 因此才会争功夺果, 明白佛法, 知晓大道, 石透心, 法之人, 绝不是一般修持者相同的看法, 反观自己是否推功来过之人, 从我执我见中修成, 接受包容之良策, 金鱼, 心肠一指, 六根境界随形色身相畏触法, 心处六成, 如鸟头网飞, 而铺火, 自投火坑, 又与难掩扶提众生, 起心动念, 无不是罪, 无不是夜, 吃, 人认贼, 为父, 认我为事, 不知真我是谁, 谁是我, 如是我闻, 我闻如是还是二心, 能包容一己, 心中无敌人, 此事未怀顾二心, 修道无法包容对方表示心境, 为达上尘, 修道能转化包容心, 深感恩念, 不注意, 不着二, 气两边趋入到体中, 才是上尘之人, 从自以为是中修成低心下气之品格, 众生根身地固的夜时, 一时自立难拔, 须借佛力或他力来破除我之, 气掉, 法父, 从真名境中去反省, 自以为是吗, 不明昔来意, 自以为是我的意念都是善恶二根, 发心究竟是恶无别, 诱余, 如来藏者, 为无始虚伪恶行所需, 名为实藏, 自以为是恐有错意, 能此一心不二, 推墨归本者, 为阵地意义, 则的解脱, 不明一心之体, 低心困难, 下气如法, 一念缘起无声, 无始无明之前明白, 他自然之定点能知晓, 超越三圣全学和于大自然之道体, 相对的世间凡事迟低, 姿态知心, 叫部位充益或深刻, 不要常理直气壮而适气柔, 从要求满愿中修成立申请直之功课, 修到亦有无愿的承担, 无悔的愿力, 无尽的感恩, 无我的执着, 无求的付, 出无别的隔离, 无限的因缘, 经于众生所以为众生者, 皆由无始结以来, 累积夜时千禅八十田中尽事, 储存无量的垃圾, 迷于五欲, 助于身心, 只有未事, 直无未空, 不知八十田中皆, 世自心望愿变现, 若明一心, 八十田中埋怨心, 及时消失, 悔或不是名词, 而是行动, 行为决定一切, 唯有行生才能把苦得乐, 家庭舍, 会是业力的慧疾, 而到场是愿力的结合, 忏悔尽静静, 容忍化解利润众生, 广众福, 天, 立人天正是实修者的好机缘, 要行生般若能破除五欲, 从指责他人中修成自我圆容之原则, 常指责他人就表示不明道理, 不知佛法, 教育用法来震撼心灵, 成中勿骨, 有老婆心切来引道, 用指责用暴力事下下之策, 唯有反观自行, 内观自在才是修, 道之原则, 他人指责我以感恩的心意来顺受, 宁愿人赴我, 不愿我赴人, 自我圆容, 或圆容自我, 皆是不真证明自我之真, 恐有望我是谁的时候, 明白了真真我, 除世就会圆容无缺, 肯定自我后又要否定他, 明白以后又再消灭, 他此才正是明白自我圆容, 大彻大悟之人, 三, 针对养性中养晦, 所谓的针对, 专对的意思, 用尖锐的真或真理的话来朝对的方向去下公分, 如何养性, 是含养性情, 调养性性, 如养小孩一样, 善养浩然正气, 养脸清白, 性中无耳, 何谓养慧, 此慧名为教慧性, 或名慧心, 慧根, 只达观真理的智慧根, 性, 有慧眼, 慧心, 慧见, 才能照彻无名, 知色空不二, 能斩断情思之千禅, 从贪得无厌中修成能舍不失之胸怀, 得了还想再得, 贪心永远不满足, 不只是财如命, 而是心悟有助, 欲望无穷, 老师说, 不失是路到阶梯上中下沉的途径, 不失是一本万力界凡养胜的, 作用, 不失是完美自己成全他人的圆容, 不失是消冤解灭有形无形的转送, 不失, 是有舍有得多舍多得的感应, 从邪恶淫乱中修成操守持戒之清白, 不正当的淫乱行为, 目前的社会西方的性开放, 尤其予难平等的风气, 上, 至天子下至证明, 不修不学, 常义犯上, 天子也有七情六欲, 仁波切上师, 诺贝, 而得讲主即无上师, 不道师等等, 也是有邪心, 恶念, 淫私, 乱想, 不管性什么, 宗教, 即修大道都要圣心物于隐为, 理义连耻似四维, 现代的人变成理义, 无耻, 老师的话, 实界是思想纯, 正自我写举的发端, 实界是深情普实行著作卧的规范, 实界是从凡道解游有至空, 的历练, 实界是财富当前置心不动的豁然, 实界是自我要求自在归依的平安, 从称恨愿对终修成寒和忍辱之能耐, 愤世极俗, 愤怒对立, 修道这么久了, 为何我听了一句话, 叹了一件事, 就会生气, 为何不生理, 来愤愤不平, 可见心中不是质疑就试着耳, 能容忍右手, 耻辱而不动心之能耐, 老师说, 忍辱是情绪管理精神规纳的最初, 忍辱是修道课程关卡历练的, 出路, 忍辱是遏止困穷缓冲绝境的来处, 忍辱是往内反省向道求证的养福, 忍辱, 是无限潜能越用越勇的报复, 从懈怠退缩中修成勇猛精进之人才, 懒惰不情于圣事或凡事都无法成功, 不积极知心而为首位位, 学会闻获则, 喜, 闻圣事旧朝前, 见性之人是知痴之作, 经于愿生一乐净土中连开变见慈尊荣, 急得不退无上道, 再随菩萨, 下言福千万不生退转之心, 老师说, 精进是向善向上一鼓作气的激昂, 精进, 是主动参与家境脚步的奔凰, 精进是越错越有百折不挠的自强, 精进是视力动心, 性灵认知的朝向, 精进是正菩萨道六度万行的桥梁, 纷扰又过终修成生活禅定之主宰, 受干扰, 引诱, 表示界定会不凝固, 贪甜吃还很多, 佛法僧不清楚, 敏德, 清明只善不一贯, 落在一生二, 二生三的层次, 缠着道也, 定着功夫, 道在日常, 在生活之中, 明白德性, 了解当下, 心慰主宰, 寥寥分明, 二六时钟战战兢兢, 老师说, 缠病是在外离乡在内不乱的手衣, 缠病是清静心意清, 敏敏本性的, 契机, 缠病是烦恼妄想颠倒错乱的收集, 缠病是理念混淆精神导向的整齐, 缠病, 是指在玄关用在河图秘籍, 从愚昧无名中修成灵妙智慧之遁开, 不聪明, 不真正明白的意思, 不知无始之前, 无名之先, 无知之中, 无我, 知真, 无心之心, 金刚金鱼, 应魔所住而生其心, 死魔是真心, 八无上正等, 正觉之菩提心, 六度其实是一度灵妙智慧心而已, 是诸佛之母, 不明此智慧心, 五度如茫, 老师说, 智慧是不求而知不学而能的达德, 智慧是正道端倪万书归一的, 决策, 智慧是一点变通举一反三的心得, 智慧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抉择, 智慧, 是放下我只找到妙法的平和, 四, 结语, 知其智慧心, 六度万行, 明二月一, 不住烦恼与解脱, 不着生死与灭盘游, 此案走到底案, 若有助疑惑者二, 心中便是现在此案, 没有疑惑二之执着, 此案, 当下就成了彼岸, 须知案在心也, 周点传师于明国年月日归空返回礼天, 道学用语词汇, 十六, 礼仪章, 九十六术, 九十六种外道的学术, 九山八海, 指引须于三位中心的九山八海, 在虚游山的周围, 有犹干陀罗等八, 大山, 陈列围绕, 而山与山之间, 又各有一海水, 一共就是九山八海, 九次地定, 初禅次地定, 二禅次地定, 三禅次地定, 四禅次地定, 以上是色解, 四禅天的根本定, 空处次地定, 十处次地定, 无所有处次地定, 非想非非想处, 四地定, 以上是无色解四处的根本定, 灭受想次地定, 九种大禅, 九种大乘, 我们菩萨所修的禅定, 极生性禅, 一切禅, 难禅, 一切门禅, 善人禅, 一切情禅, 除烦恼禅, 此事他事乐禅, 清静静禅, 九显一觅, 真言宗叛十住心中之前, 九住心是显教, 后一住心是密教, 故约九显一觅, 九类生, 胎生, 卵生, 失生, 化生, 有色, 无色, 有想, 无想, 非有想, 非无想, 十一位, 十的加等觉, 叫做十一位, 十一法, 比丘所应成就的十一种法, 即见, 定, 会, 解脱, 解脱见会, 根记, 知足, 修法, 知方式, 分别意, 不着力, 十一果, 比丘若以慈心修一切不失, 则能获得十一有的果报, 十一想, 为比丘应以十一想来思念如来, 即见意清静, 微宜具足, 诸根不错, 性意不乱, 常有勇建意, 苦乐不以为意, 意不忘失, 只观现在前, 三倍亦无休息, 智慧亦无量, 观佛如宴席, 十一辩始, 即七剑二一二无名, 七剑是斜剑, 果剑, 长剑, 断剑, 戒道剑, 果, 道剑, 一剑, 二一事一事, 一礼, 二无名是根本无名, 知莫无名, 十一辩情或, 与十一辩始同, 十二入, 即六根与六成, 与十二处同, 十二分教, 十二不经, 十二有之, 十二因缘的别名, 有即世间所有, 知即之分, 为所有生死留转, 皆, 不出此十二之分, 十二因缘, 又名十二有之, 或十二缘起, 是说明有情生死流转的过程, 十二因, 原是无名, 贪甜吃等烦恼为生死的根本, 行, 造作猪夜, 时, 夜时投胎, 名色, 但有胎行六根汇聚, 六入, 胎儿长成眼等六根的人形, 处出胎与外, 尽皆处受与外尽皆处生起苦乐的感受, 爱对尽生爱欲取追求到, 作, 有, 尽夜因能招感未来果报, 生, 再受未来五蕴生, 老死, 未来之生, 又见老而死, 以上十二之, 包括三世其货, 造业, 受生等一切因果, 终而复食, 至于无穷, 十二法入, 投脱行者的十二种行法, 急住阿兰若处, 长起食, 次第起食, 受益, 十法, 节量时, 中后不饮果将一堂, 这份扫一, 但三一, 种肩住, 树下止, 录得, 坐, 但坐不过, 十二门禅, 四禅, 四无量, 四空定, 合称为十二门禅, 十二故经, 把一切佛经的内容分为十二种类, 叫做十二故经, 也叫做十二分教, 一, 常行, 以散文直说法相, 不限定自聚者, 因行内常, 故称常行, 二, 众颂, 既宣说于前, 更以既宋节之于后, 有众宣之意, 故名众颂, 三, 孤起, 不依前, 面常行文的意义, 单独发起的既宋, 四, 因缘, 述说见佛文法, 或佛说法教化的, 因缘, 五, 本身, 是改佛说个例子过去世因缘的经文, 六, 本身, 是改佛说其字, 生过去世因缘的经文, 七, 未曾有, 即佛献种种神力不思意识的经文, 八, 辟欲, 佛说种种辟欲与令众生容易开悟的经文, 九, 论义, 指以法理论义问答的经文, 十, 无问自说, 如阿弥陀经, 细无人八论而佛自说的, 十一, 方广, 为佛说方, 正广大之真理的经文, 十二, 计别或受计, 是计佛为菩萨或身文受成佛实名号的, 计别, 此十二部中, 只有常行, 众诵与姑奇诵是经文的格式, 其余九种都是因障, 经文中所载之别是而立明, 又小成经中无字说, 方广, 受计三类, 不仅有九不经, 十二元起, 十二因缘的别名, 缘起是诸法众缘和合而生起的意思, 十二元门, 十二因缘, 十二处, 六根六成合称为十二处, 处是出生之意, 即由六根六成出生六十, 则六根六成六十变合成十八戒, 十二投驼, 十二种投驼行者所应遵守的规则, 即一, 纳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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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名分扫衣, 即食, 人丢弃不用的或不洗净之后逢纳未衣, 二三衣, 又名诞三衣, 即诞者森加林, 玉多罗和安陀慧等三衣, 不用其余的长衣, 以上二衣, 属于衣服, 三, 起时, 又名常起时, 即自行起时, 不感受他之请示与僧中之时, 四, 不坐于时, 即五, 前一度证时之后, 不更坐二度以上的证时, 二度以上的证时叫做于时, 五, 一坐, 十, 又名一时, 即五前一度证时之后, 不更坐小时, 禀果粥等叫做小时, 六, 一, 揣时, 又名节量时, 即受一丸之时于中变止, 不再多接受, 以上四种属于时, 是, 七, 阿兰若处, 华裔远离处, 或空壁处, 即住于远离人家的空壁处, 八, 种肩坐, 即住于坟墓之处, 九, 树下坐, 即住在树下, 十, 鹿的坐, 即树下游游, 必应, 去而住于露天之地, 十一, 随坐, 即有草地即住, 不必树下路的, 十二, 常坐不卧, 即常夫坐而不横卧, 以上五种属于住处, 十二愿王, 要师如来有十二个大愿, 所以被称为十二愿王, 十四根, 眼耳鼻舌身等五根, 忧喜苦乐舌等五兽, 男女义命等四根, 含称为十, 四根, 十六心, 与八忍八志同, 十六之剑, 又名十六神我, 十六观, 观无量寿经所说的十六种观想, 即日想, 水想, 地想, 数想, 八功德, 水想, 总观想, 花座想, 象想, 辨观一切色身想, 观观是因菩萨真实色身想, 观, 大士至菩萨色身相, 普观想, 杂观想, 上辈身想, 中辈身想, 下辈身想, 十六观门, 观无量寿经所说的十六观, 因为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门户, 所以, 叫做十六观门, 见十六观条, 十六神我, 见十六之剑条, 十六特圣, 观察四面处有十六种的特圣, 即知习入, 知习出, 知习长短, 知习, 身, 除诸身形, 受洗, 受乐, 受诸心形, 心作喜, 心作舍, 心作解脱, 观无常, 观出散, 观离欲, 观念, 观气舍, 十六罗汉, 冰度罗拔摩堕舌尊者, 就称冰头无婆罗堕士, 加莫加法所尊者, 加莫加法林舵舌尊者, 苏平陀尊者, 诺巨罗尊者, 拔陀罗尊者, 加里加尊者, 拔, 蛇罗福多罗尊者, 树伯家尊者, 半托家尊者, 罗护罗尊者, 旧称罗云, 纳加西, 纳尊者, 因阶陀尊者, 罚纳佛斯尊者, 阿世多尊者, 著徒伴托家尊者, 以上十六, 大阿罗汉, 受佛, 永住此事, 以嫉妒众生, 十六游增地狱, 八热地狱, 每一狱的四门, 各有十六副地狱, 此十六副地狱的, 痛苦, 一狱比一狱加深, 顾名犹增, 罪人在八热地狱受罪后, 又要经过十六游增, 四地受苦, 其名为, 金斧, 柴狼, 剑树, 寒冰, 黑沙, 废史, 铁钉, 椒可, 鸡, 二, 同祸, 多祸, 石磨, 浓血, 亮火, 灰河, 铁丸, 人生哲学, 养生之道理一章, 假, 前眼, 俗语, 健康就是本钱, 人若不健康百病缠身, 则什么都不能做, 那多可, 恋, 国父说,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我们出生于世为人, 不论是农工商都要为, 生计, 服务于社会并赚钱以维持家庭生活, 如果身体不健康时常生病, 则不但不, 能力足于社会赚钱养家, 并服务人群, 对人生一大事因缘之修半道, 更无从着手, 人生于世不但身体要健康, 心理也要健康, 否则因心理因素会造成身体健康, 的阻碍, 甚至因而生病, 此乃亦因法族居多, 而因法族更需用心修半道, 所以为了各位老菩萨的健康, 特别提出与前嫌大德共勉, 并分心理保健及身体保健两部, 分来介绍养生之道, 后学财书学浅, 量壁上有疏漏之处, 或所言诗道, 静静前嫌, 大德不令指证, 以心理保健建设方面, 赌信天道, 赌信三期末节道降火宅, 道真, 理真, 天命真时代变迁, 世事省伦, 仁心部, 故, 道结病将, 老大八慈悲道降火宅, 以拯救原胎佛子, 使能够在家夫妇子女, 同修免抛七离子入深山寻明施求口诀, 并可一世修一世成, 既然可居家修行, 则日常生活及待人处事均为修道之一部分, 除修半道要列入首要外, 平常之生活, 方式要导入道化家庭, 有此修道方式, 使有一世修一世成之指望, 物以善小而不畏, 物以恶小而畏之, 家道之费心与灯火之灵灭一般, 家道非积德不心灯火非天由不明, 又积善, 知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知家必有余秧, 有俱成余余, 积少成多, 所以善, 小及恶小, 均会累积成大善及大恶的, 故必须择善而畏之, 使有心家及成佛的基, 本条件, 桃园明圣经语, 物为善小而不作, 物为恶小而可行, 俗语善, 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是时间未到, 因缘果报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要时常保持心情愉快, 凡事要看得开, 放得下, 不要有一点芝麻小事就忧心忡忡, 要知道乐可遗忘, 忧, 否则会的忧郁症, 有些病是自己闷闷不乐而想出病来的, 其不但互利于健康, 甚至妨碍修道之精进, 自提供达观之理工参考, 为读书有利而无害, 为爱牺牲, 有利而无害, 为端坐静默, 有利而无害, 是为致恶, 此外, 有空时充当自己喜, 爱的义工贡献, 己能也是见快乐的事, 保持心灵年轻, 不要任老而消极, 人老仅是年龄多, 身体老化, 一切动作不如年轻人那么灵敏迅速而已, 可是, 心灵的感应并不会差太多, 要保持人老心不老的心灵, 因为我们有宝贵的人生级, 既能经验, 是许多年轻人所不及的, 不要消极小看自己, 多和年轻人接触交谈, 不但可获得新知识, 又会感觉自己年轻许多, 要学有第二专长, 才有竞争实力并可教导子孙, 现代式知识爆发时代, 新观念, 新知识及新技术不断被研发出来, 在现经社, 会此新观念, 新知识及新技术不及时学习, 恐难与人竞争而落伍, 甚至因而失, 业因此要有此观念及认知, 提供子孙参考, 及时吸收新知以免被现经社会所逃, 太也算是对子孙的一种教育, 活到老, 学到老, 学是无止境的, 不要认为年龄大了, 什么都学不好, 学起来也没什么用处, 俗语, 学以智, 用, 总有用得到的一天, 因为现代式知识爆发时代, 不进则退, 而被时代潮流, 所淹没, 能够学习的要尽量去学, 才有新知识做谈话的题材外, 尚可恭为人处事, 的参考, 又可提供给子孙参考, 才不至于被骂老古板, 又常用脑材不会产生失忆, 正, 不要怀有人定胜天的错误观念, 近代科技发达一日千里, 人类可登上月球, 甚至到太空旅游, 无不适电子科, 既知代表作, 皆是呈现人类头脑之无限进步, 后学从日本汽车杂志看到一则报道, 于日本军中从事研发意念控制的第五代电脑, 装置于战斗机飞行员的头顶上, 只要看到敌机有此念头, 就由此意念控制机关枪发出子弹, 距于美苏两国义, 有此研究, 经最后阶段仅在敌摩基之正确判断, 以免物极会有机而已, 因科技, 如此进步神速, 于是产生了人定胜天的错误观念, 武教合编于天地父母, 天地之所以对人也, 天以生之, 得以养之, 故天地之与人, 由父母之与子女也, 故人定胜天之说, 由如子女对父母之不孝言与也, 俗语举头三尺, 有神明, 人算不如天算的, 其有时政, 如塞洛马大台风及九二一大地震等, 尤其是去年月日之南亚大海啸都是人不能胜天的力震, 一枝草一点漏, 儿孙自有儿孙福, 不要为子孙儿烦恼, 这两句俗语是劝天下父母不要时常为儿孙儿烦恼, 做人父母的从小就要配, 和学校教育师与良好的家教, 长大成人后为人处事, 必有所遵循, 我们就不, 要为子女前途, 如职业, 婚姻等事而烦恼不停, 将其兴用于修半道上, 为先天公, 做尽力, 有问题时给予重点指示就够了, 否则太关心他, 他们则永远长不大, 依赖心获重则有永远管不完的烦恼, 而且我们也无法管他们一辈子, 不要忘记师尊叙事, 修道要修心, 半道要尽心, 不要忘记师尊这句叙事, 而且道是为自己修的, 不是为任何人所修的, 修道认真理大道而修, 不要认人来修道, 并且应期望我们修道能够成道而超脱久, 祖, 不要希望子女的尘道来超脱我们, 人有善愿, 天必从之, 人有善念, 天必有之, 我们到清凡事要良成往好的方面去设想的习惯, 否则想道不如意的事, 越想, 越烦恼, 如想道不如意的事, 应立即停止想它, 而改想好的一面, 或立即找工作, 做就不会去想它, 我们到清掉良成处处以慈悲为怀, 并且要时常有行善的愿望, 则上天必助你达成愿望, 如时常有行善的念头, 则欲有危险时, 上天必会保佑你, 逢凶化吉, 环境会影响人生, 静诸者事, 静默者黑, 三字金鱼, 习孟母, 则灵处, 子不学, 断基柱, 由此可见环境对一个人, 有相当大的影响, 孟母三千后在学校附近住下来, 才使孟子勤于读书, 使有入圣, 知一天, 因此环境影响一个人的成败之举, 俗语说, 静诸者事, 静默者黑, 所以我们道清敦清物灵即交友义要有所选择, 以热心道物者为友, 使可互相勉励, 为修道, 伴道而共同努力, 知足常乐, 珍惜现在, 为道尽力而为, 我们修道事的生活, 不要只重视物质的生活, 以简单朴素, 重视精神生活为, 主, 使能无忧无仇, 并知足常乐, 俗语说, 知足者贫贱义乐, 不知足者富贵, 毕竟今生今世, 今天是最年轻的一天, 光阴是不会倒流的, 我们要珍惜, 今天快快乐乐为我们的事业及道物, 尽心尽力而为, 身教重于言教, 俗语说, 上不正, 下则歪, 凡事指导评, 下背及朋友从事善事或改不良, 习惯时, 光靠言教有时候不能收效, 此时不但要言教, 尚需要身教, 就是以身做, 则自己实际去做给人看, 这样是能收到指导效果, 三宝之宝贵, 天有三宝, 日、月、星, 天无三宝, 混沌不明, 得有三宝, 水、火、风, 地无三宝, 万物不生, 人有三宝, 精、气、神, 人无三宝, 色身难宝, 佛有三宝, 袈裟、 鳄鱼、 七丈, 佛无三宝, 无可修持, 道有三宝, 观、觉、印, 道无三宝, 众身难度, 道知三宝, 是求道时有点传师所传授, 有此三宝, 可得事半功倍之效来修道, 遇难时可躲灾, 避难甚至脱节, 将来归空时, 灵魂可得由正门而脱出返回故家乡, 拜谢老娘皇恩, 三宝如此宝贵, 我们应该珍惜并善用之, 素食的目的, 守仁得恢复本来面目, 银山祖师于, 本来面目无一物, 万物难染本来, 真, 火不能烧真空体, 水不能盖真人生, 断液障断因果, 绝轮回, 保健康血清并少, 戒甲修真, 保阳去因本性原明, 本性如月, 七情六欲心物如云物, 脱节充足甲值, 脱刚风节, 归根任父位断轮回, 要知道人道圆满之后, 天道才有修成之一日, 有些道清求道后, 求功心切, 仅重视表面修行, 表礼不一致, 如当义公, 行, 善不失等, 而平时仅管自己的生活, 对父母为语境孝道, 俗语说, 百善孝未先, 如人道中的孝道未圆满, 责任你做再多的善事, 功或相抵还是功德仍然不足, 不能成道, 一定要人道圆满, 天道才有修成之一日, 待续, 义和圣堂活动概况, 编辑部, 一,活动预告, 月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日学界联谊会, 月日年终悔过班, 神圆山, 月日年终悔过班, 花莲, 月日年终悔过班, 台北, 二,活动概况, 月日举办秋季班, 月日举办年暑假国中国小成长营, 二天二夜, 月日举办清口班, 月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日人才在教育班, 欣赏, 月日举办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 月日庆祝重阳节, 有余性节目, 月日举办冬季班, 月日举办大小状元读经会考, 编后语, 现今提倡节能减碳, 是地球环保之重要措施, 而世界素食组织之提倡素食, 是地球生态环境之恶化而导致宇宙造化者, 上帝不悦而降下的灾祸, 若能秉持,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大道并行而不相悖之道理, 则大同世界指日可待也, 教育是帮助人类发达, 注释和于世界进化之目的, 念仪式既是华人之事迹, 又是独教复兴之三期末节年, 人心不古, 事丰日下, 灾祸不断, 正需要品格教育, 导正为人之途径, 故一贯道提倡之独经教育很快就传步在海内外蓬勃发展, 以逐, 见彰显复兴中华文化之大气象, 实现老安扫怀, 婉化人心于良善, 造就人类之福, 指, 事念仪式既应时应运, 符合时代潮流, 启发人类良心, 智慧, 潜能之智善教, 欲, 师尊师母所传无极妙力超生了死之道, 无极是真空到极点, 是天地同群, 真空是超出一切物质的境界, 不变的真理, 真空, 非完空, 才, 能生妙有, 死真空在天约里, 妇人约信, 孕育天地之间约道, 性属先天, 所以人出生极有妙明本性, 即是子之心, 不必远求生在本身内, 故, 地藏王菩萨于, 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只在耳心头, 人人有各灵山塔, 好向灵山塔下修, 师尊师母所传天道是大成法, 如非天道虽然独, 千经万点, 不如明师一点, 独破五教经卷, 仍然不得入其门而得道, 天道弟子得了三宝, 认真修行, 不施行功力得内圣外王兼修, 雾明自信, 去除物欲, 真我心就显现出来, 凡夫要修道成佛, 要存佛心, 说佛话, 行佛事, 当体成真必可成佛, 要成佛先要超生了死修道, 如何了生, 欲求不死, 先求不生, 不生就不死, 不生不死是真我知天性, 要了生死先求了心, 成缘未断, 欲情不了, 难以了道, 要了道就要早进城, 缘外, 要带天宣化, 修道身心灵何以以悟空, 则心灵即与老和灵, 则成佛有望已, 悔过班事导引道清, 从事非对错, 真名夺利, 我持我见, 自以为是, 要求埋, 愿指责他人等器笔, 检讨修成, 求心安理的, 推功来过, 接受包容, 低心下气, 立身寝食, 自我圆容等境界, 进而从贪得无厌, 邪恶淫乱, 称恨怨对, 怯待退, 缩, 纷扰诱惑, 愚昧无名中, 修成能舍不失, 操守实践, 含何忍辱, 勇猛精进, 生活禅定, 灵妙智慧等成果, 有凡醒才知人心知执着, 不凡醒怎能忏悔, 曾子曰, 无日三省无身, 为人谋, 而不忠忽, 与朋友交, 而不信忽, 传, 不习忽, 悔过不是名词, 而是行动, 行为决定一切, 唯有行生才能把苦得乐, 家庭社会事业, 力得会及, 而道场是愿力的结合, 忏悔静静, 自信自明, 恢复我赤子之心, 择敬, 道理, 得到有四大难, 而今我们已突破四大难, 又拱白阳席道降火宅, 三朝不渡, 此千在难逢良机, 千万物失良机, 失约, 万劫千生的个人, 需知前世种来依, 此生不向今生度, 更呆何时度此生, 我们得到后并非人人可承道, 必须深信道, 知书圣, 请走道场, 全心尽力参与修半道, 二六时中不妄不失行功利得, 以免业, 立之千禅, 彻底忏悔, 明超生了死之礼, 使能明道, 悟道, 行道, 乐道, 修成佛, 心, 说佛话, 行佛事, 使能一世修一世成, 认归家, 义和圣堂宗旨, 近年来, 科技进步, 经济繁荣, 的确带来便捷的物质生活, 但也对整个社会, 产生许多负面的影响, 诸多层出不穷的交通问题, 环境污染问题, 老人安养问题, 青少年犯罪问题等, 然而, 要改善这些问题, 必须从净化人心做起, 孟子曰, 天下逆元之已道, 而一贯道义和圣堂也禀持孔子成人, 孟子取义大无味, 的精神, 人积己积, 人逆己逆的大慈悲心, 来唤醒人们的本性良知, 咱们义, 和圣堂结合了国内外道清与社会善心人士, 来推动圣道于天下, 希望整个人类之, 兼, 没有暴力有何气, 没有苦脸有笑脸, 没有争夺有付出, 付出就会结出人人, 能对社会多一份关怀, 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推广至家庭, 则父子子孝实现, 人间偏堂而缔造祥和的社会风气, 进而达到己利利人, 己达达人, 化人心, 为良善, 即世界为大同充满富力祥和的弥勒家园, 祝印大德方明录, 廖氏豪一本, 李佳杰一本, 李佩玄一本, 叶文银十本, 叶兆安十本, 叶红锦十本, 更正其事, 第十八期注印业文尹大德物质味业文封大德, 除根正外特质歉意, 第十八期注印业文封大德物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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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